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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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君 你那天看蝙蝠甲發生什麼 意外是不是 就碰到停電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結果 因為我是訂松仁威秀 十點早上十點的場 到了現場 咦 松仁威秀很有趣喔 他那個因為他們有緊急供電系統 所以我們當時到那邊的時候 9點半就到了 他們還不讓上 保安那些會在底下藍 我們都沒發現 我都沒有發現 我自己一個人看了 但是 然後坐上去 到了那邊以後 我先去洗手間 因為我知道這部片太長了 我就先到洗手間 然後等到9點50分 我走出來以後 奇怪了 為什麼大家都擠在前面 然後一個人才知道 現在是停電狀態 那你們的那個電視牆 為什麼可以 那是緊急 還在放廣告 因為他們是緊急電源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說 可能沒辦法 開一場喔 十點的票 十點的場是可能有問題 哇靠 那時候我就整個炸掉了 拜託 我拍了 我期待了這部片子三年 你不會告訴我說 我今天不能看吧 那你最後就去哪邊看 有意思了 後來因為他們也被弄得 你知道那個現場 他們好像就說 隔壁信義威秀 好像他們那邊沒停 好像十點二十有一個場次 我當下就是只有結論就是 我 退票那些我就先不跟你 我就不先跟你問那些了 我趕快就往信義威秀跑 到隔壁已不遠了 真的很奇怪 對喔 松仁是停電的 但是隔了一條馬路 信義威秀是有電的 然後問 場次有沒有 OK有 座位還有沒有 八排裡面第六排還有座位 買了就買下去了 在十點二十的場面 你看看完那部 有沒有覺得神預言 喔 那個2022的那個 不是啊 你不覺得 因為停電是 蝙蝠俠把那電纜線切斷 你靠北了 根本就沒關係好不好 沒有啦 他切那個是 他只切了那個電 就是沒辦法 他切那個電 基本上只是讓那個 方 我記得他 也太巧合了 沒有 除非你是在看他切電的時候 正好跳電 那那個 我那個真的是神預言 結果在我這麼做了之後 因為我 我算是跑 那個完全都是傳 第一動作嘛 然後在 陸續廠次開始之後 廣告開始之後 我陸陸續續看到一些 剛剛我在松仁威秀看到 認得 見到的 同樣的類 的人 同樣要買電影票的人 就過來了 還好我不是第一個 但我不太能接受松仁威秀的一個 就是沒有 停電這種東西 無可厚非 你退票的方式一些 就是因為臨時碰到 這個都OK 可是既然他們後來問到 實在一個小時前就已經知道 就是 那時候九點半之前 店就已經知道是有問題的了 他們沒有人在 底下 就是現場的 應該怎麼講 入口那個地方 沒有講 是我們到了櫃台那邊之後 他們的人才在那邊 然後要到現場櫃台問了 他們才說 我會發現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洗手間的燈 非常的暗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上來之後出來 那我才知道說 蛤?你們現在是停電的啊? 蛤? 你不問他們現場的人 並沒有主動的去告知 說場次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都是前一個小時 就知道會停電的嗎? 不是 他已經開始一個小時了 我後來問了之後 我後來再去退票 我看完以後 我大概1點鐘過去的時候 我才那個 因為退票的時候 我先講了 我沒有常 退票這種事情 本人基本上 之前運氣都不錯 所以我在退票的時候 有一些他們的制度上面的點 是對我不方便的啦 那後來我想想看 冷靜下來講是 無可厚非啊 你有些規定制度 還有包含就是 你勾下去那個同意選擇了 所以他可以把你的屁股 接在 蘋果可以把你的屁股 接在別人的嘴巴上面 對 什麼東西啊? 沒有啦 他講的是南方公園的那個 只有看南方公園才知道 就是賈伯斯 反正你買iPhone 或是用i-turn 然後你不是都要按同意書嗎? 然後你都沒有看嘛 對不對 他就在裡面可以去練習 人家同意了嘛 你都OK了嘛 對 有一集就是在笑 就是在開這個玩笑 就是他 裡面有一道說 那個 蘋果 你如果點這個的話 就代表 那個什麼 你已經同意蘋果可以把你的嘴巴 接在別人的屁股上面 然後就真的 然後就有一群 蘋果的員工 跑過去找 找那個凱子 然後就說 我現在要把你帶去 那個什麼 做人體武功了 這樣子 然後人體武功 然後 那個 他說 為什麼 然後他那個還跑去找他爸爸 他爸爸是律師這樣子 然後 然後蘋果的員工都說 你的兒子已經按了同意書了 然後 我們要把他帶走 這樣子 然後結果所有人 聽到這句話 然後都很驚訝的問凱子說 你為什麼按同意 然後凱子就很生氣說 誰會看啊 然後 很可憐 他超可憐的 這個在法律上有一個專用術語啊 就是叫做 放棄優先 抗辯權 就是每一個人 都是第一步都會先說 凱子你這個製造 你為什麼按 這樣 然後凱子都很委屈說 每個 他寫那麼多 自由這麼小 沒有人會看啊 誰會跟你看裡面的那些 對啊 可是我想要用iPhone啊 怎麼可以那個 那一篇其實是在嘲諷那個蘋果 就是 在故意玩這個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都偷渡過去啊 對啊 然後你就不知不覺 非常多的權益就犧牲掉了 但是 你不按同意 你就不能用他的東西啊 所以這有真的是強迫啊 對啊 好啦 威秀那邊的話 我還是好啦 我不知道有多少 也許大家都知道 我還是講一下就是 你用信用卡 跟就是 訂票的否話 就一定要 第一個要零貴 就是要退的話 在開眼前的20分鐘以後 以後就第一個 一定只能零貴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把那張使用的信用卡帶過去 你不是只有卡號就可以 要把信用卡當場帶過去 他才可以做退費的動作 那 基本上本人雖然後來到了零貴 可是那個信用卡 我沒有隨身帶在身上 所以 按退費 他這個 他這個 其實好像也不太 嗯 好啦 因為 當然這是要規章制度 可是 我的 那我訂票那麼方便 訂票你就只要跟我要信 只有我信用卡輸入了 你們收錢收得那麼乾脆 沒有 你這個應該是可以去申訴的 對啊 沒有啦 算了啦 也是人家第一線人員 所以你沒有 所以你還是多付了一筆錢嗎 沒有 那個他最後 當然有方法 有方法 他沒有那麼 那麼黑就是說把我這個弄掉 就是不給我推錢 那些 對啊 因為是大停電耶 大停電這個是屬於天然公安公災害 對啊 對 怎麼可以 就是為難第一線人員有一點 沒有啊 那不是為難第一線人員 那個第一線人員 根本就是 他就是用這個方法讓你放棄的 好不好 也是啦 對啦 那我後來我先講 每次克服專線基本上都 不是 每次克服專線都找一堆那個什麼 可愛的女生 然後就讓你那個 沒有辦法為難他 可是問題是你為難的不是他 你為難的是 你為難的是 你為難的是他背後的人 對啊 絕對不是為難他 我也很倒楣啊 我是花錢的人 我只能那個對不對 沒有人願意嘛 我後來 他退了我 他給我一張就是兌換券 就是說無限期使用 只要是 同樣那個 我是定泰坦廳嗎 所以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泰坦廳沒有imax 聽的 但他念中不能換imax 他最多只能聽到泰坦廳而已 對 等一下 我之前去看沙丘時候就講過了 就是去看沙丘才發現 幹 泰坦廳不是imax 氣死我 是啊 他本來就不是imax 我現在北部這邊 我如果要去的話 我不是去 我不是去內湖那個美麗華 就是要去中和 他對我的概念差不多啊 我到西伊威秀 只要一個大概 坐公車大概 不到一個小時 大概40分鐘可以到 我到中和跟永和那邊 搭捷運那邊 我要一個半小時耶 一個多小時 啊 是板橋 不是中和 是板橋的那個 就是 北橋大園版 而且老實說板橋的imax 看的超沒feel的 新北的那些好像還是 好像還是 不知道 那個 不好說 他比較小一點 對 反正就是 就是那個嘛 那總總 將來就是期望看 新店的這個 那個玉龍什麼 玉龍商城 到底蓋不蓋起來嗎 幹嘛講了那麼多年了 對吧 也不知道到底蓋不蓋起來 因為據說他們蓋起來 裡面會有戲院聽啊 也會有曖昧的聽喔 突然大家安靜的話 氣氛突然安靜 我只是突然想說 今天本人超嗨啊 真是的 還要蓋新的電影院啊 那個花蓮的 維修都要關門 對啊 對啊 而且前陣子那個 欸不是說高雄那個 什麼夢時代哪個戲院 也要關門 夢時代哪個戲院也要關門 對 對 有家電影院 高雄那邊 有家電影院 也要結束音樂 對啊 移民客 移客 移民客 移民客嗎 大家現在移民客 我移滿客這個 系統 好像在台灣 我覺得好像做的 不是很成功 對對對 真的不准重 你知道我真的覺得 我講老實話 我身為高雄人 我真的第一個不想去的 事業是移民客 因為他的 他的捷運站點 不論是捷運站的點 和輕軌的站點 真的是太 有點距離了 真的不是很高 這不是電影院 北賽的問題 台北那個 金華城的喜滿客 也不是很好 我只有他開幕的 第一年 第一天有去過 一兩次 後面就沒去過 因為那邊交通 也不是很方便 然後他的院廳設備 我覺得也還好 我覺得威秀做的 比較好一點 是啊 我覺得高雄喜滿客 的設備也是不好的嗎 對 非常不好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我這種 碰瘋的人 坐椅子的感覺 喜滿客 因為 人家 我朋友 可以拿到 瘋房 亞洲不好 那個特陰會獸 我那時候坐椅 然後 跟著朋友 去看特陰會獸 那個坐的是喜滿客的椅子 然後你知道那個椅子 真的讓我覺得 看也有夠急的 比總圖 差不多 那種感覺 總圖那個木椅 就算了 那瘋點 已經沒有穩 就算 喜滿客 那個角色影城 也是 超 位置超窄 超小的 對 不像那個 娃娜那個 椅子 威秀的椅子 真的有差 而且比較寬敞 對啊 然後 高雄那個比較舒服 就是 大力的 英八九 或是 博二的英八九 大力的英八九 是比較舒服的 威秀 大元擺的是 還好啦 我勉強覺得 已經不錯了 但如果說 舒適感 可能會到睡早 就是 高雄大力大元擺 那個英八九 真的有受過 所以 我玩喜歡的 就這樣子 你們這樣講 我想起來啊 我去高雄的喜滿客 看 敦克爾客的時候 那是怎樣呢 就是每次只要 漢斯基末在那邊 吹低音的時候 在那嗡嗡嗡嗡的時候 然後我們 全部的椅子都會一起共振 你知道嗎 就會 讓你有射低音的感覺 對啊 這樣不出來 射得太不好 對 好啊 嗯 怎樣 欸 不是 我算想起來 對 不是之前那個台旅 那時候還不是 收掉之前 我想說 好不容易有一個 比大 大力英八九 椅子一樣 那我覺得很舒服 但是距離有點 還要再加強一點的 那種戲院 對啊 我原本想說還OK 可是他收掉的時候 我覺得蠻幹 蠻不爽的 想說 只剩下英八九 大力英八九 可以去 哇 那我就覺得 哦天啊 你知道 那時候車庫 還沒有給英八九 和解之前 給開萬道給英八九 去放送 你知道我多希望說 台旅 加油 好不好 希望你回來 等到他回來的時候 OK 那就放心了 但是 現在車庫跟英八九 體系和 和解後 我就覺得 OK 我就暫時先不要去台旅哦 因為對我來講 有點遠 然後打起好幾站 我面前去 三 或去 我面前去那個 對我來講比較近的 大力英八九 大力英八九 或駁二英八九 因為 椅子舒適感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 讓我講比較放鬆一點 就是大力英八九 對 沒想到台旅居然也關門了 高雄是怎麼回事 現在回來了 現在回來了 之前收掉一陣子 是不是 為什麼 對對對 因為秀太把他接回來了 對啊 嗯 啊 你是說 原本收了 然後秀太就 扒滿下來 然後你繼續開 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應該也是一樣 對 我有印象 怎麼會啊 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收的時候 我一點忘記了 我記得那時候 我 我忘記了 反正去年事情 然後他們那時候 也特地 因此就發什麼新聞說 限定開幕那幾天 好像票價 100吧 我記得 票價100 對對對 重新營業的時候 那個 台旅從 那個秀太接下來後 他們特別用說 要說 票價限 你看哪一場都一樣都100 所以我覺得 你這種銷售方法 還真的蠻懂 怎麼去吸引觀眾 我覺得你們真的 有夠聰明 而且還一直 就有新聞稿 我覺得 真的 好 那我就不意外 嗯 重新手法 好 OK 所以這是高雄 高雄電影院 是嗎 對啊 大家再見 啊 啊 啊 OK 不顧 不顧 去年 維豐國兵 收掉 嗯 不聽說好像 還在談說 是不是有別的 應稱 還是業者要接手 只是現在還不到確定 嗯哼 不知道 應該吧 好吧 電影院真的是 因為現在不再像之前 幾年前那樣子 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大片可以看 所以 戲院的那個 他們生存上也變得越來越辛苦 然後像現在這一部 蝙蝠俠 老實說我對這部片是 我也是挺擔心他的 我也很擔心 我個人很喜歡 但是我每個看完的人都會 想說 這個別人受得了嗎 對啊 欸 速兄你螢幕不見 你螢幕停掉囉 嗯 沒有啊 他現在流量 聲音好像有點不太 聲音斷斷續續的 歌變成 對對對 等一下喔 比較網路現在有點不順 很奇怪喔 我每天晚上九點半 網路一定不順 發生什麼事情 不意的 你會不會 會不會 速兄你的網路是單獨 還是有做 跟別的分享的嗎 還是 沒有 當然我們 家裡面一起用 對啊 嗯 所以 不知道是誰 流量突然變超大 我不是在瞎什麼 吃掉頻寬還是那些的 等一下喔 你的是Cable的嗎 Cable的啊 對啊 嗯 那搞不好是別的 對 是Cable的話 搞不好是別的 那個 同洞樓不同的用戶在搶頻寬 而且都是晚上九點半嗎 奇怪 晚上九點 看一下 粉絲開始下台 因為我 白天 的時候 明天時間到了 白天的時候都很穩啊 對啊 看一下 因為沒那麼多人用啊 對啊 Cable就是這樣微妙啊 Cable的微妙點就是這邊啊 你同一個線路裡面 就算是不同的話 他會鼻子搶頻寬啊 嗯 那為什麼還要用Cable呢 所以Cable是個比較尷尬一點 Cable因為方便 他就走那個 一般大部分現在用有線線 有線電視線路嘛 那個 那太技術成名的事情了 那個 不講了 你是理工科的是不是 呃 我想告訴你 如果讓你知道了 我就要殺你的頭髮 喂喂喂 這梗很爛耶 真實在 我沒有覺得這梗 不能知道你的工作 也不能知道你的 你念什麼科技是怎樣 呵呵呵呵 第一要什麼 他想當長靖人嘛 他想當長靖人對不對 不是 對有可能喔 我想當史羅幣 這又是梗 這是不帶戲的梗 史羅幣 好喔 史丁母耶 沒有 我真的解釋一下 因為長靖人的 本名是 羅幣嘛 然後後面知道他是 史彥文的 那個兄弟以後 那個 本司之間 暱稱就是他叫他 史羅幣 他本身姓史嘛 然後那個 因為被收養了 所以又那個 改叫羅幣 所以就史羅幣 就大家發音 這個發音跟史努比很像 嗯 但我對 長靖人沒興趣 我對你比較有興趣 好 好 請留下 請留下你的 請留下你的個人ID 我怎麼不記得 我怎麼不記得 我怎麼不記得史羅幣 有被叫做史努比 奇怪 我看金光看這麼久 我沒有聽過 有人叫史羅幣 史努比 史羅幣是暱稱啦 對 當然我知道他本名史金武 對啊 但是因為那個 本之前有的開玩笑 就 劇中不可能叫他 史羅幣啦 對 劇中是不可能這樣稱呼他 但又那個 沒有 我的意思是 我是說 我沒有印象中 有人講過 他叫史努比 你剛不是講說 有人會說 史努比 對 有這樣的開玩笑講 在最開始 他沒有出來的 那段時期的時候 好吧 但是後面大家都 一般後面的隊伍 我們都叫他 天地不容客 或者是 苗疆偽裝大王 我們都叫他長霸 比較多 長霸 對 你要黑的長霸 還是要金色的長霸 誰跟你長靖人 你是天地不容客 你全家才是長靖人 你要長靖人 你要長靖人 我就給你長靖人 好喔 不過 最近 怎樣 金光是 沒有啦 想要金光 最近金光事情蠻多的 怎麼辦 你跟大俠講一下 不要這樣 這個不是這個問題 沒辦法 本事真的支持不下去 這樣子 我真 我是 嗯 就是 那個什麼 你要告訴一下 沒有在Follow的人 發生什麼事啊 不然你這個 就只說自話 最近 那個仙谷狂濤 後期的劇情 嗯 雙槍手版啊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 莫堪已經講得很含蓄了 我覺得真的 就是你的劇情規劃 跟那些 你不能這個樣子啊 你這樣 這樣子 嘿 對不對 對 怎麼方向 是怎麼個方向 是怎麼個方向 對啊開局的 開局的說 哇 去年那個 戰雪結束的時候 我多期待啊 六合 必雕 然後那個出場的那個 那個帥氣度 然後敵方你看 單單一個司馬煥魂出來的時候 就那個氣速度就已經有了 然後就告訴我說 喔 類似這樣的仙島七王 最少還有六個跟他一樣的高手 這樣子 然後那個 結果 仙島七王到 蛤? 蛤?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後來還 後來還被瞬間收了 對啊 你告訴我 近期戰馬 就這樣 蛤? 就這樣 嗯 然後六合那個什麼樣子 那真的是 他以前 我以前有看過六合群俠賺 就是一部分 就是 以前的六合真的很爐 就是標準的正人君子 這些的 爐就算了 結果 你現在這六合到底 到底是做了什麼 你這樣講 我覺得大家還是聽不懂 超高就對了 嘿 我用 我用那個漫威的方式講一遍好了 就是啊 因為畢竟 布袋西裡面是沒有多元宇宙的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 金光PT布袋西的做法是 把金光系列的其他劇集的角色 拿來這個劇集用 簡單的講 他就是自己 做了一個 多元宇宙的類似的一個卵重啟 然後 就是 把卵重啟進來之後啊 原本好像說應該超強 就到後面就是 開頭超強 後面收的超隨便 對啊 就把原本的人設都崩了嘛 對啊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把鋼鐵人有沒有 拉到DC去 結果呢 DC的開頭讓鋼鐵人超威 結果呢 他在這部劇的結尾的時候 鋼鐵人突然變成小孬孬 那種感覺 是啊 我大概講一下馬大 馬大那個就是 我直接講六合這個 他一開始講一句很霸氣的話 就是在那個 實驗文做不到的事情 我還做 我六合來做 結果 就證明一件事情 實驗文做不到 實驗文不用做事情 你六合 你六合什麼都做不到 呵呵呵呵 什麼都不用做 他真的什麼都不做 他做一些 你就說 蛤 你這樣子 你告訴我你是 那個 反正就是地址 應該怎麼形容他裡面的一些 一些作為 就是 你會讓人覺得這個人 讓人看的也就是一種煩躁感 就是 他一直在寧忍 然後一直好像我有苦衷 我不能動手 我不能 我不能夠直接的介入 因為這樣會造成局面的一些混亂 或一些的情況 那 那你來這邊幹嘛 你根本什麼都沒有達成 而且這是中間過程 中間過程 是他到結尾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 這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他完全就是這樣 一以貫之 爛的一以貫之 然後 前面其他那種侵略者 有時候看起來超強 然後超有威力的 那個 就是跟他同 算跟這個高手 同一個等級的 就六合同樣的說 就入侵者 哇前面好厲害 就是打遍整個中原都沒有什麼敵手那些的 就他們當然用一些方式啊 就是 特製那個中原的群俠這些的 結果 到了後面一個小小東西 逆轉局面了以後 欸他們就被搜 然後搜得超級隨便的 嗯 嗯 好吧 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其實覺得 這好像 我不是特別意外 呵呵呵 呵呵呵 如果他是屁力不認的 因為屁力這種 我們看久了就是 我們在金光是有期待感 尤其是這個說 這個劇集開始的時候 是有期待感的 我覺得好像也不只是金光 天魔到現在為止 就整個散魔社這邊 真的好看啊 對不對 老粉絲也服務到了 那些舊的角色服務到了 然後新的角色 也有他的威力啊 密消書真的是我看這幾年來 我最欣賞的劍客個性 對那種那五人個性 對 然後元八荒也是稍微 雖然被拉出來 就是你看那個打了那麼久的名字 然後最近雖然死掉 你的漂亮啊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過場 我被你暴雷了可惡 可惡 啊靠你還沒看喔馬大 沒關係沒關係 我本來就打了一檔出完再看 不然太累 沒事沒事沒事 這叫暴雷來的 觸不及防對不對 沒關係 哈哈哈哈 高了我們 不要在那個 不要在那個 耽誤大家時間 我們現在在冷場啊 等半明處 對啊還蠻長 對啊 因為我剛剛前面 有跟粗兄先告解過就是 如果你要蝙蝠俠 我覺得我會講非常久 會耽誤大家很多的時間 不會啊 你講越久越好 因為未免就是這個優點啊 沒有時間限制 你以為只有你會講很久嗎 是的 你以為只有你會講很久嗎 在這個頻道裡面 你以為只有你會講很久你就打錯了 你以為只有你三個小時嗎 你以為只有你三個小時嗎 你以為我們都三半小時嗎 所以今天 今天上線的都有看過蝙蝠俠嗎 我還沒有 我已經兩刷了 我已經兩刷了 陳佑有看 我昨天就兩刷了 對啊 有啊有啊 我當然有看啊 而且我還自己一個人去看 沒有 我很想知道 你這一部 這部片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然後我要決定 要不要默默為 蘿博派的音聲 禱告一下 什麼意思 因為他如果這部 賣得不好他要先開一遍 大家開玩笑 你是板指標啊 我是說為什麼要為他搞告呢 欸 萬一票房不好的話 他比較去拍A片 他去拍A片 藝術性的A片 不會想看 蘿蔔派第一聲拍A片 誰不想看啊 對不對 我完全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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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啦 那個什麼 關於布袋機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正好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馬達還沒上來之前有沒有 因為剛剛那個馬達還沒上來之前有沒有 才跟Jimmy聊這個 所以說以前就是 雖然也不是說常常在看 但是因為在做了功課以後啊 然後就會發現說以前在 霹靂狂道時期的那個 分進啊 就很活躍 那個時候 大家可能 我有觀察過啊就是 大家也在好像有些人也發現了 就是以前的啊 以前的動作 分進比較活躍 然後現在的比較呆板 然後 有些人就可能會去解釋啊 為什麼 但我其實 每次觀察 我就會發現他們其實 大部分的細民們都沒有觀察到 真正的精髓 原金在哪裡 但是這也不怪他們 因為他們不是真 不是專門的 所以 工作者 所以他們可能不會發現到這件事情 對那 有些人可能會說啊是因為偶變大 偶變大了 然後所以在丟的時候就沒有那個力量感 對吧 對 這一點 呃 是有部分的原因看起來是這樣子 沒錯啦 因為偶以前大概 可能90公分而已 現在基本上已經快要130了 而且越來越重 然後頭冠又朝大看那個 現在的偶基本上有一次那個 現場沒數啊 對 就是那個美術指導有跟我講 他說以前的偶其實是為了要操演的存在 但是現在的偶是為了要漂亮的存在 所以有的時候做的東西是以白色白在那邊很漂亮 為為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這樣子對超人來講其實會造成滿大的負擔 所以他們在 拍拍東西的時候就會變成說他們好像沒有辦法做到那個很大的動作 好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可能就是以前的比如說像霹靂狂到那個年代 你會看到那種攝影機往朝著那個偶前進的那種鏡頭 而且是感覺起來是攝影機好像幾乎是用跑的 然後或者是那種你會發現那個速度感超快的 像那個陳佑不是有看了看了一下以前的東西 那個感覺起來像課的藥一樣的哈 對 就是 對那 我那時候看的感覺是哇他那個時候的剪法就基本上是那種就就 我那天有在有跟那個公民生講啊就是我覺得 我怎麼看就覺得那個手這種剪法基本上在好萊塢大概就只有神鬼認證這種等級的 等那個剪輯才才做得出來 但是現在 一切都慢下來 然後呢 我想要問看看你們有沒有你們在觀察的時候有沒有去自己做出一些推測 我想要看一下你們到底有沒有發現 來Gimmy先好了 那個 沒有 說實話沒有看到那個 沒有 一路這樣看下來 可能因為看的 我就不是也不算變好 這位置一定就是 一路這樣看下來這麼多年就 就 逐漸的習慣他們的拍攝手法了 就是各種用馬那些的 好 我要講一個真結底 以前 的攝影機 我覺得 在背他看那個年代 他們 可能覺得被他看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工具而已 就是那種480P的那個年代 就是工具 然後那個他們推那個鬼啊 那個 以前的那個 如果你們有看 看過那個新聞台的那個什麼 攝影記者 他們通常是背後扛一個很大的東西然後前面 一個那個時候 可以挑焦距的 然後我還 我們以前很愛玩那個 因為有一根桿子 然後 他的那個焦距 的那個桿子 然後有一根 很硬的 然後你可以抓住他 然後一直往那個硬硬把他往下拉 當你硬把他往下拉的時候 那個他推出去的那個都會變得非常的快 所以他們常常玩這個然後就做出像是邵氏的武俠片的那種 急速推過去的那種鏡頭 但是現在比較沒有這種東西 為什麼知道 因為以前啊 攝影機比較輕 然後呢 他們 在 變化也比較大 他們可以去玩那個扛扛著的 然後或者是拿來拿去的 就是把它拿起來 然後你會發現有很多類似 類似手持的鏡頭或者是攝影機會這樣轉 會這樣轉 然後那個人的那個畫面那個人的角度就突然間長這樣子翻 就是那個時候 的剪接的那個飛線性的那個效果還比較少 所以變得非常多的效果是現場去玩出來的 如果你要去看真人拍攝的話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很類似的劇叫做 台灣龍捲風 那 台灣龍捲風 有人有印象嗎 就藍色蜘蛛王啊台灣龍捲風這種類型劇 就勝主在那邊講嗎 誰誰誰跟什麼拿起手上的尖刀 然後可是他就是要直接照這個畫面 然後眼間拿起劍刀 然後那個表情就很猙獰 然後 呃 就變得那個什麼 就很很浮誇的那個表演方式啊 可是台灣人就是吃這一套嗎 然後我還記得印象挺深刻的 就台灣辯士龍在演的時候 就是裡面提到說一個女生跟那個什麼 他的男朋友兩個人過得很快樂的生活 可是呢很明顯他們就是直接找了發了一個女生跟一個男的 然後到現場然後 直接要他們演快樂的生活 然後他們幹嘛 他們就直接手牽手 然後在遠地轉圈圈這樣子 然後攝影機就在那邊拍 然後那個畫面就是很很很蠢 但是 就是 瞬間在那個鏡頭裡面立刻傳達給你那個效果這樣 那很多東西都在現場去玩出來 以前狂刀的時期他們也是屬偏向在現場去玩出來 但是呢 這個是我自己觀察的東西啊 我覺得你們可能真的都沒有發現 但是也不也不奇怪 因為如果你們沒有去現場看 然後 你們也沒有那個什麼相關攝影的 的知識的話 就是你們如果不是拍的人的話 你一定不會發現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呢他們現在 在拍證據的時候 從我眼光看起來 他們基本上就是把他定在那邊 攝影機就就就就放在那邊不然後 然後 下面可能有腳架架輪子這樣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 你都會看到這攝影機的那個什麼分鏡語言就是從左邊搖過去從右邊搖過來 如果呢 比較 有時間的時候比如說所謂的霹靂的高規格武器的時候就會有比較多的攝影機 攝影機的進位但是如果時間一趕 就變成拉郎然後從左邊搖過去從右邊搖過來這樣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個畫面非常的呆板 然後 因為趕時間 因為趕時間 所以那個時候 要怎麼樣把戲趕快過去呢 把攝影機拉郎 然後那個時候一個小步驚然後一群人在那邊把戲演完這樣 然後需要的時候再發個特寫這樣 然後真的要打然後特寫特寫特寫 對然後他們最近其實已經越來越少 把攝影機放到手持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浪費時間很麻煩啊 那那個時候什麼時候你什麼時候還有再看到攝影機抓起來然後整個這樣轉的 應該很少吧 因為這樣很麻煩啊 好吧 你沒有放 我不曉得你們自己觀察一下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其實也是我在當時在那個時候還在他們那邊的時候 我自己觀察的時候 因為我必須要站在外面的 新觀眾的角度來看這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如果以我一個常常在看動畫 常常在看那個美劇 常常看日劇或者常常看電影的觀眾來說 目前布袋戲的致命上之一就是他們攝影機分鏡是非常呆板 那為什麼非常呆板 因為他們趕時間 因為他們趕時間 然後所有很多東西就流於就是啊 我們之前過去習慣上比較容易成功的話就這樣拍過去就好 沒有缺乏缺乏精調戲組的時間也缺乏讓你去沉澱 然後覺得我們還可以再拍的更好的時間 對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這是目前 無論是霹靂或金光最危險的地方 他們的東西其實也不是說劇本不好 很多人一看到有問題到最後就會先直接怪怪編劇啊說劇本不好 其實我從我的眼光看 有的時候不是劇本不好是劇本寫出來以後然後執行上面 他們隨便給他拍過去然後這個東西就變得很難看 我已經不只一次看到這種情況就是 但是每次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正好我自己又是會做姐姐又是會做影片的 然後每次我看就是我看一看那個劇本的台詞 我就覺得 欸 他為什麼這個畫面頓了十五六秒他才換畫面 啊不是按照我自己平常看日劇看美劇的邏輯 他應該要立刻就切啊 那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照劇本演 劇本上面念什麼他就演什麼他就直接給他過去了 然後後面上去的時候也沒有人在審 就直接過去因為浪費時間 因為你現在再回去審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那這個禮拜就要過了 你知道啊 布袋戲 每個禮拜出就是有這個問題啊 然後你每個禮拜又拍拍兩個小時就是有這種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個我其實都一直不想說 你知道你們每個人在那 然後可是我一直覺得奇怪 你們又有看電影然後又有看布袋戲你們都沒有發現嗎 你怎麼沒有 你為什麼沒有在布袋戲沒看到電影的分鏡 其實也不是不行啊 對不對 我給你解釋一下好了啦 就以一個老姓名來講有沒有 的確在這幾年的期限下 我是有發現在在看布袋戲啊 你講的很明眼就是你看喔 我在看布袋戲就發現 以前的鏡頭常常會有很直接的特寫 而且他不是那種拍完之後再放大的特寫 就像你講的 現在最常用的模式就是一個定卡 然後拍完一個大景之後呢 然後有特寫的時候再用軟體去做zoom 那你就表示說特寫的時候 其實不能特寫太近 不然那個畫質差的明顯 這樣子拍攝是的確很快 但是會缺少很多鏡頭下面 能夠呈現的張力 有時候其實劇本他寫的很完整 但是如果你的攝影 沒有把那個劇本當下的東西拍出來的話 或者是說你因為趕工 前期其實應該要花很重細分的一些特寫 或者是一些鏡頭表現 沒有做出來的話 然後把全部的力量丟在片頭 就是開頭跟結尾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說你開頭很棒 中間很爛 然後結尾太突然 其實攝影也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一部電影或一部劇 你其實攝影強不強大影響也很大 然後這幾年其實 我講個簡單的意思好了 我的偶像李立群 他當時在表演工作坊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他為什麼會退出表演工作坊 把股份賣掉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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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坊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人 對 賴生川 賴生川 他決定接就是電視劇的演出 也就是每天要一個 每天要一個 他那個那個叫什麼 每一個禮拜五天 那叫什麼 帶狀對 他接一個帶狀的綜藝節目 那 李立群覺得不行 因為帶狀的綜藝節目的話 那表示說你演員的創意跟表現 會被時間這個東西給磨光 到後面會變得很隨便 導致說他覺得表演工作坊 這樣下去的話 這不是他要的東西 所以他後來就退出表演工作坊 就把表演工作坊賣掉 這其實就變成說 當你東西變成一個帶狀 你又沒有足夠的能力 或者足夠的創意去處理的話 你很快就被消磨光了 這是為什麼有一些名嘴有沒有 他剛開始出來說 大家好喜歡 因為他有足夠的新東西 讓大家知道 可是當這個名嘴在節目上久了 有沒有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也是照稿念 因為每一個人的學識 不可能說 能夠足夠讓你一直狂上節目 講不完 所以到後面就變成照稿念 講故事有沒有 然後後來一開始 大家喜歡名嘴 後來就越來討厭 因為你講的東西大家都知道 布袋戲其實有這個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一開始布袋戲 他原本是一週兩集嘛 對不對 後來改成兩週一週 我講金光 改成兩週一集的時候 質量其實有拉回來 而且因為那時候金光人比較少 這樣子他們負擔 比較沒有什麼情況下的話 他們劇情都還可以接受 可是後來又變得改成一週一集 然後一週一集之後 又把兩片盒子在一起 一週一門是50分鐘 改成90分鐘 然後就表示說 公司該拖的拖 該拉的拉 然後變成說 遇到後期之後 大家每次看都會 應該這樣講 我後期在看布袋戲 金光布袋戲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佩玲石 我會睡著 因為中間劇情真的太慢 對啊 好啦 這個其實是 當你一個帶狀的東西 久了之後 你如果沒有心血進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的現象 包括我們今天要講的 我們要講的DC也是啊 DC一開始 白銀時代 黃金時代 青銅時代的時候 也是經過一次一次的變革 他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情況下 像我們拉回蝙蝠俠 蝙蝠俠的不殺原則 現在很多都知道嘛 對不對 可是早期蝙蝠俠 他媽的哪有不殺原則啊 什麼 雜人是超隨便的好不好 這後來在那個時期 那時候也用過槍 對 對 對 他殺的很正常吧 我是因為當時 很多人在抗議說 漫畫怎麼可以殺人 幹嘛幹嘛之類的 才那個 這個東西 白銀時代 對 從白銀時代開始 從美國那邊漫畫管制的開始 就是那個 就變得比較 你 簡單而言 我們講兒童像 變得兒童像 對 到了 後面 因為那個時候娛樂太少啊 對啊 這故事到底可以講 這個也可以講很久 真的講不完 真的一講下去 真的講很久的 對啊 所以我確實有發現 後來的布袋戲有沒有 定卡越來越多 特選越來越少 動作戲越來越少 所以很多人 有時候看布袋戲 快轉看武器就好 嗯 反正劇情呢 你隔兩期再看 看得懂 因為他布袋真的很慢 對啊 金光還是好多 他的武器還是 還是 黃立剛 黃立剛 不要講大小 黃立剛他在動作設計上 還是漂亮的 他學過 他這方面還是有他的本事 但劇情不行啊 啊 其實 規劃跟那些 真的不行啊 你們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那個時候 都有牽扯到 他們的 困難點 跟他們有辦法解決的方法 因為其實很多 因為很多證據的 好啦 現在反正那個時候 之前那個時候 我不是 因為這 因為在那邊幫電影講話 而被炎上 對吧 所以那個現在好像 可是而且反正我現在已經不是 對我現在已經是自由聲了 我乾脆 反正好像也不太可能會回去啦 那所以那個時候 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告訴你 他們現在呢 其實很多 那個老細米啊 證據的細米 老師在那邊 可能覺得說 怪說 什麼霹靂把那個什麼 支援分配給什麼 東立劍有記啊 導致他們證據的資源啊 那個時候 弱啦 或什麼之類的 導致說 也不是說完完全全 不是事實 因為他們其實的確是分了兩個片場 所以可是他們可能當然就是會找一些 他們覺得比較精英的人 然後去在電影片場 工作 然後這個時候就很會去拍東立劍有記 刀說藝術或者是一些廣告 之類的 因為這 畢竟他是可以為他做來做那個額外的那種收入來源 那而且他本來這一個聽 原本 就是做那個什麼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大概在刀龍傳說那個時間點吧 2009年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時候的片頭超漂亮的 那時候的片頭超漂亮的 片頭基本上是拿來當廣告用 就是拿來賣油的 刀龍傳說那個片頭去的時候 那個舞龍打 因為當時 有跟羅宏隊長好漂亮 因為當時有做出一個 有組一個特別的組 叫做特色組 這個特色組 這個我本來是 那個好在訪談裡面 我是想要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特色組 這個特色組 蘇寒貞的那個電影 那個什麼設定期裡面 但是你知道後來反正我不在了 所以那個東西就 就變成比較輕量版的東西 就沒有那些東西的 很多人呢 很顯然在那邊念說 啊你那個東西太少 對我也我也覺得太少 但是最後就不是我編 對我其實商 有非常大量的資料你知道 然後我其實很想要把它放進去 但是你知道反正 到一半就不見了 對啊 所以我這邊現在還是有一堆資料 但是你們就看不到 你知道嗎 不要怪我 這東西取決於人家 要不要用那個資源 然後去 因為他 這也不怪他們 這是很合理的 就像你們看蝙蝠俠 你知道嗎 有那個什麼 你們自己看都覺得說 我很喜歡 但是我很怕他不賺 一樣啊 我講那麼多 那個什麼大不合的東西 是不是你們也很喜歡 但是你們可能也擔心不賺 啊 好 就是你 當你要花錢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思考 說這東西 有辦法回本 不是你自己喜不喜歡 OK 就別人到底喜不喜歡 啊 然後呢 好 我回過頭來講 當時呢 其實事實上是有一個組叫做特色 特色組 基本上就是專門在做這種 那個什麼 特殊的東西 就是可能拍廣告啊 然後可能做一些片頭片尾啊 然後這些東西可能就是在 一般證據根本沒有時間去做的東西 但是那邊就可能給他一個支援一組人 然後給他時間然後去慢慢的設計各種那個什麼 身段武打 甚至他們那個拍 事實上他們要拍那種像裡面有一段啊 龍戰八方裡面最後有一段我其實一直覺得那個超厲害的 最後一場戲是一夜書啊 那個什麼 的分鏡是一夜書然後那個 抬起來然後 他他跳起來然後他的腿 既然可以在中空中這樣做出那個動作啊 我幹這超厲害的 哇那個其實失敗的不到幾千次 你知道嗎 再把他接起來 超級落地 但是呢 在平常 拍證據的時候才沒有這麼多NG時間跟你弄 所以一切呢 並不是 好這個我就要告訴你 並不是那個什麼 在某個情況來講 並不是所謂的證據吧 把那個什麼 把人 丟出去 去做那個什麼東里劍游記啊 或者是電影啊 或者是倒數意思 導住導致證據 沒有辦法拍好 主要的原因是證據太趕了 然後他的人 當然他還有一部分是人力支援 可能被撥去拍那個東西 然後可是那邊的人 可能比如說像倒數 像是那個 我記得那個東里劍游記3吧 他13集大概拍了大概10個月 然後每一集大概22分鐘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時間支援跟 你每個禮拜要出兩個鐘頭 成正比嗎 那當然他有更多的時間去嘗試 比較厲害的分鏡 比較有戲劇性的東西 對 就像是我今天 只要你10分鐘搞出一個東西 我還是有辦法給你一個東西啊 但那個東西就一定非常的隨便啊 有就好啊 但是如果你 給你10個月去搞出一個東西來 這個東西就會超級精緻的嗎 所以不要拿那個什麼東里劍游記去跟證據比 那個完全是時間成本的不一樣 完全是OBA跟番劇的差異 對啊 真的是這個樣子啊 你會看到你 你以前在我們以前在看五地鐵金剛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什麼機動戰士Z鋼彈的時候 每次變形都兼用卡對不對 那每次都那個時候每次都一成不變的那個單元劇 然後你像那個什麼前幾天才播那個Z鋼彈嗎 Z鋼彈事實上把那個電視劇給 剪成電影版 但是一群人就在那邊聊以前電視劇嗎 然後你就會發現 卡蜜的微單也是在做無限回圈的事情啊 他跟他的死對頭傑莉的永遠都是 我叫那個時候 我不小心殺掉你女朋友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就要殺掉你的親人 然後另外一邊 於是兩個人那個時候更恨彼此 可是他們兩個人又回過頭來 就再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接下來再進入無限回圈 可能這一次變成卡蜜的妹妹 那邊傑莉的變成他另外一個女朋友 有沒有發現這根本就是重複的事情 為什麼他要撐一整年啊 所以他的故事 已經講完了 所以他就必須要在那邊就是在做一樣的事情嗎 證據也一樣啦 你們如果想要每天都每個禮拜都看 他就是會這個樣子啊 就一定是這樣子的吧 對所以你想要看比較有意義的東西 還有一點 IP每個禮拜播 他一定老化 如果像我們看像我是星劍粉絲啊 我們看星劍粉絲事實上在96年的時候 他其實最最全盛時期 在 美國的美劇那個導電視網上面同時有三部星劍影集在播 銀河飛龍 然後 還有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重返地球 然後每一集都播 每每 那個什麼 每一個劇集都是播七七記 都播七年 那 到最後他到最後一季那個時候 最後一部叫做 enterprise 是前傳 那個他也他也開始知道不行了 因為他在同一個世界觀的一直不斷重複習這個東西 觀眾越來越少越來越疲乏 他都最後其實 到這個 enterprise 是已經在賣那個時候已經在賣弄性感 已經在賣那個什麼 比如說那個卡 他破那個 那個什麼瓦肯仁 一個女瓦肯仁他好像蓬發了 他他突然間那個什麼 壽性大發想要交配 然後一直重複那個然後因為那個演得破了是個身材很好的女生 然後就就是讓他去那個時候 壽性大發好想要那個時候想要逆 那個時候 他已經逆期某個男生什麼 就已經在賣這個東西了 可是到這邊也不行了 就那個IP已經老化 他真的是看你了 所以他就只好停掉 他停掉我當然難過啊 我那時候其實是那個 新建的粉 然後我們都只能夠一直不斷的從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還是新建學院 在想盡辦法 那個時候可能在台大這邊可能會 錄影帶然後上字幕 然後大家那個什麼 每個禮拜找個時間一起看的那個年代 是啊 對 可是就是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他就讓他休息 休息過了好幾年以後 我們才看到星際爭霸 在星際爭霸戰 就是大家已經累積到已經沒有那個 大家已經想想念他了 然後這時候再出來說大家就很高興 像 不講星劍啊 星劍那個什麼算是 重啟的那個什麼引起的騷動比較小 引起最大騷動是什麼 星際大戰啊 第七集播的時候那個時候 那個他一出來大家都瘋掉嘛 然後他一上映他多少票房 20億美金 這就是所謂的你讓他已經休息多久了 他大概從2005年休息到2015嗎 大概十年左右 十年啊 就是這樣這十年當中 也許有那個什麼電視劇啊 或者是動畫 但是大家都沒有電影可以看嘛 所以其實當十年出來說而且還 不是那個前傳全部都是那個後面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韓索羅那個 或者是看到路可有沒有那個 基本上是已經二三十年以上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會非常高興 就是想要看到 像最近 這幾天不是還要播那個畢凱嗎 皮卡嗎 皮卡第一季出來說我們也很高興啊 因為 我已經很久沒看到畢凱店長出現 所以當我看到的時候他在賣情懷也沒關係 我好喜歡他這樣子 所以呢 所以IP要想辦法 在新的話 你就是要讓他 你就是 你就是要讓他休息啊 休息啊 休息啊 那 呃 我覺得霹靡更新啊 也不是 不知道 他也不是沒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 就會讓一些 很厲害的角度就長龍 像他不在講說 素環珍 為什麼那麼久都沒在證據出現 如果他一直在證據出現 那個什麼 那你就會覺得他好像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不起 多半都是這樣子處理的啦 所以當那個什麼前幾年那個什麼 去年那個 我那時候還在的時候 是讓澳神州出來嗎 澳神州其實也是幾十年沒出來 就是他就是用這種方式讓你 喔 我又看到誰了 像什麼 譚無欲又出來 我想要去看譚無欲這樣子 但是呢 這個基本上沒有辦法根治他 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證據的那個什麼 失誠過感 然後導致他的分進呆板 跟他的那個 武術的打鬥其實可能越來越 普通 趕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變成那個像小小學生畫圖一樣 一個人從左邊打一個光 然後另外一個人從右邊打一個光這樣子 我小學生說話就這個樣子 你就比較不會有正面的特寫 或者是什麼直接的畫面嗎 對 那有的時候可能他們 電影片場的人可能接到的工作 就是那個時候可能沒有案子 然後就會幫忙支援一下 所以你就會突然間看到高規格武器跟高規格文系跑出來嗎 對啊 但是呢 一樣啊這個東西是治標不治本啊 對他除了他不休息 就那個什麼這個 老化的情況就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他首先他心血也不太常常投入嗎 現在那個什麼布袋系的那個投入的心血其實也不像以前那麼多 可是你不投入心血的話 那你的那個什麼你的價值觀就會一直不斷的縮限 就是你會開始重複你自己的習慣的東西 然後你老了以後 你也會變得比較不願意嘗試新東西 我這是這是我自己切身體認啊 當連我自己也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當我進入一個新的單位或是一個新的Case的時候大概是前兩年的時候 你會最想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試看看 然後過兩年以後呢 你就開始進入一層不變了 因為你已經開始 你找到了你的方向跟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 可以順利把事情完成 然後你就會開始進入你的舒適圈 然後你就開始不一定想嘗試了 然後這可是這個時候誰來突破 別的新人想要突破 但是呢 如果那個沒有一直沒有心血或是新的觀點進來的話就會發生 我以前有十個點子 但是我現在大概我累了或者是我覺得我們要快點所以我就還記得三個然後我們就是三個一直不斷重複這樣子 這就是目前 不在戲 不在戲 的問題 那首先他必須要讓新人家或者讓別的觀點家甚至他不應該讓老粉 他不應該讓老粉進去去變劇本或者是去去拍片 老粉去拍片就會就變成只做老粉來看的東西 那到最後呢 就會變成那可是你老粉愛的東西又不是所有老粉都喜歡 老粉的一半 那是不是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觀眾 問題就是出來這裡啊你你沒有辦法 讓新的觀點進來或是新的設計 設計者進來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衝出新的觀點來 你剛剛在提的像以前以前的天語 你可以在裡面看到類似八神男或是皮本這樣的角色嗎 那可是現在是不是會變成說我們用什麼什麼東西好像 這不符合傳統我最常聽到這種話 沒有什麼傳統好 一直以來就是在不 他一直在破東西一直在不亂曬新的東西進去沒有什麼傳統 只是你們你們當當大家嘴巴那邊講傳統的時候只是你們 不喜歡看到你們不習慣的東西而已啊 那當你們 開始覺得你們不喜歡看到不習慣的東西的時候 各位啊 大家已經你們已經開始變倒了 當你們是新當你們是16歲17歲的人的時候沒有什麼 我 我習慣的東西什麼都是新鮮的 你知道嗎 但是當你們注意到其實那個時候 這是在回應我上一次在講那個什麼 粉絲很兇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在講說啊以前的多少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 我們以前的那個時候 他不聽到一個說法是 2000年的時候也很創新啊然後 然後那個 我們也很支持啊 那那個什麼 你怎麼可以說我們這麼支持或者是我們那個什麼能夠那麼接受新鮮的 我們能夠 我們不喜歡 現在的電影就是代表那個時候 是電影不好 不是我們不對的 沒有 你們其實完全忘記了 你們已經過了20年 你們已經變成 頑固的老人了 你知道嗎 你們在 16 7歲20歲的時候 你們看到什麼你們都能接受 可是當你們變得四五十歲的時候 所以說你們現在開始 比較習慣以前的東西 然後不喜歡看到新的東西 我也會有這個情況啊 比如說我看到陳佑的髮型 我不能接受啊 我會覺得這不好看啊 我以為你要說你看到 JJ的 比如說陳佑 比如陳佑康 你那個馬桶蓋頭 那是韓風 現在流行 可是我就會覺得很難看啊 為什麼 我喜歡我以前的樣子嗎 我以前我喜歡我以前的那就是我老話 那就是我的審美觀啊 對我的審美觀啊 但是我得說 我不能夠 因為我 不喜歡 然後我就很武斷的認為 全世界都要跟著我一起不喜歡啊 當然如果是我自己本身的 喜好的話是無所謂 可是如果今天當我在掌控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 把我的喜好整個站在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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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為什麼那個 跑去跟黃強華說 我很喜歡 銀翼燒手2049 但我不能拍銀翼燒手2049的原因啊 我喜歡 但是我不是全世界的人 而且我很不幸的 我還是一個非常口的人 我去看電影 事實上那個 是很不願意花錢的 所以我會去看串流啊 我很多東西的確會等到串流 以後才來看啊 對啊 但是那你怎麼能夠去 想要滿足我這種 這麼嚴苛的人呢 我都不一定掏錢 那你滿足我幹嘛 我又不掏錢 所以不能滿足我這種人 你應該要去滿足的是這種 欸那個時候 因為很開心 然後隨手就可以掏出錢的那種人啊 你要你要去找那個什麼 願意花錢的客群 像我這種不願意花錢的客群 那不應該拍照片來取悅我這種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說 我看到銀衣燒手 20498超感激的你知道嗎 那就是 因為很少人 很少這個時候 就是他 他想要取悅那種人是非常難花錢的人 但他花了兩億來拍 對 所以這個是問題所在 就是 好吧 這個是 好吧 不過還有一點啊 你們剛剛提到所謂的那個什麼 只要花多一點時間拍 不要這麼 長 每個禮拜都出 質感就會變好對不對 的確是的 但是呢 目前 不論是金光或霹靂 都有一個不得不為的原因 如果你讓他一個禮拜 出一片 變成 兩個禮拜出一片 我告訴你 他的營收會活生生少掉一半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到目前為止 仍舊是在賣光碟的話 一片光碟 一百 一百一百二十塊 一百二十塊 我忘記了 對 然後你還買兩集嗎 一個禮拜出兩集 是不是就兩百四十元 那 如果我變成兩個禮拜出一集的話 那他的 一收是不是 立刻就是完全就 大大減少 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一直不斷在出片的原因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如果你錢夠用的話 沒有人會願意花 就是我今天才看到一篇 一個文他一個朋友他講說 如果本業的錢賺得夠的話 誰願意去斜槓 對不對 如果我賣DVD賺得夠的話 我幹嘛去賣週邊 現在就是連週邊賣起來 好像養員工也沒辦法 所以我才一直努力的開心東西 因為你畢竟企業經營 你要嘛就守秀 要嘛就創新開心產品線 想辦法開圓或截流 當你開圓做不成你只能截流 截流做不成 你只能越做越少的話 觀眾更不領執就跟那個 尤其像這種 有那麼老的情懷的人的情況下 所以這也是那種老產業 一定會遇到的一個很大的考驗 這就是目前為止 他們陷入了一個死循環裡頭 你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他為什麼一個禮拜要出兩片 他以前為什麼不用 你覺得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買的人變少啦 你買的人變少了 可是你還是希望 你還是想要再賺更多的錢 那我就宣布 一個禮拜出兩片啊 那這樣之前死中的人 是不是就會去買兩片 那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營收是不是就多一倍 那像以前那個 霹靂狂到時代 一個禮拜出一集 為什麼 那時候看的人超多的嘛 其實以前都是一個禮拜出兩片 一個禮拜出兩片 還有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以前有電視台會買 那現在誰 霹靂布袋戲 霹靂台灣台 霹靂台灣台 霹靂台灣台買霹靂布袋戲的片嗎 才沒有好不好 這就是 這就是問題所在 還有以前是豬錄影帶的 以前是豬錄影帶 沒有這其實我之前有 我不知道 我曾經講過非常多次啊 但是我覺得那個什麼 可能那個很鬆散的出現在 那個什麼 之前聊布袋戲的一些 那個小片段裡面 我覺得你們可能就忘記了 你知道嗎 布袋戲為什麼會成為大眾化的東西 因為以前 蘇養文的年代 97% 的收視率 那那個時候 我們的大眾媒體 就是電視台 所以 為什麼他變成大眾 都知道的東西 因為全台灣的人都 看過布袋戲 而且都在看 對 都在看布袋戲 而且那個時候的主流媒體就 就只有電視台而已 所以那個時間點 是 布袋戲最 火熱的時間點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 那個時候的電視劇很無聊 那個時候的電視劇 那個時候的電視劇 焦鐘焦笑的 窮瑤劇 或者是 愛國愛民的東西 對啊 所以像蘇養文這種 打鬥的 然後還有背叛 兇殺的 還噴血的 那麼多精彩 還爆破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布袋戲 比一般真人劇還要好看 但是你們聽一聽有沒有發現 現在為什麼 沒有辦法 我講的非常多 全都是現在 那個中間 全部都消失掉了吧 首先電視台 已經 電視台已經不是主流媒體了 現在誰還看電視 我家都沒有電視台 對 我現在看都看YouTube 對不對 然後呢 呃 現在 的那個什麼 真人劇 有比布袋戲還要無聊嗎 絕對沒有嘛 對不對 這就還有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分鏡的部分 那個什麼 布袋戲是越來越呆板 然後那個什麼 真人劇 那個什麼的變化 越來越大 有啦 真人劇還是有變化不大的 像是鄉土劇 但是鄉土劇很喜歡搞笑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鄉土劇有的時候搞笑 還未為話題 對吧 但布袋戲就變得 越來越少去 能夠做到這一點 然後當然還有一點 武俠片的示威 以前的 以前武俠片是非常 熱門的 在我小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事實上 已經慢慢的在示威 但是那時候還有一天屠龍記啊 然後還有那個花木蘭 這樣子的東西 對啊 還有包青天 包青天 不能算武俠片 但是裡面那個什麼 展昭出來的時候 還是會打一下嗎 對啊 那個時候還有武俠片 那時候台灣還有武行 然後那時候也就是說 那時候還有武俠文化 然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台灣人開始拍偶像劇 時裝劇 然後武俠片 外移到對岸去了嗎 然後對岸拍一拍武俠片 他們一直不斷翻的金庸 以後翻翻翻到最後 把他變成了偶像劇 然後弄到現在 就是變成仙俠劇 對吧 所以目前 反而武俠與仙俠 在對岸是比較潮的 這也是為什麼 PT布袋戲為什麼 跑去對岸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 絕對不是他不愛台灣啊 是那邊真的有一個市場 可以讓他去那個 而且 老實說 他們 PT布袋戲非常的本土 曾經有一次 演講的時候就很憤慨的講說我們 那個什麼 那個時候才剛剛 發生那個什麼 退出退出對岸市場的事情 對啊 然後他就很憤慨講說 我們不管在任何時代 都被禁過 日本的時候被禁過 天馬茶房就有演啊 就有點類似的事情 日本人來他就趕快演日本戲啊 對啊 就不能夠演他們自己要的戲嗎 對啊 然後戒嚴的時候也被禁過啊 那不然那個什麼 他們還必須要做出一個 那個什麼 裝盡自強 處變不驚嗎 對不對 那個什麼金黃的那個 蘇雅文的那個誰啊 德德的爸爸 中國強 對啊 中國強 對啊 中國強 對啊 所以在 國民黨 的時代也是啊 然後 黃強豪那時候說 我們最近又被禁 就是 不管哪個時代啊 都被禁啊 然後 對 他那時候講一講什麼不爽 那個時候 我們 就台灣人啊 但是呢 我能夠理解他的難處在哪 他自己心裡面這樣想 但是他後面要養一堆人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拿這些人去賭他自己的那個什麼 心情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是不可能公開講 可是很多人很喜歡 現在這個年代太多人喜歡在那邊 你們在台灣啊 什麼東西 你知道 他自己個人啊 我跟你講 我今天是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無所謂 但你後面你要付一堆的薪水 然後那個什麼 營收活活少一大半 然後就必須要把人家裁掉 人家 他們的壓力比我們大上千百萬倍啊 對啊 所以我能夠理解為什麼他沒有辦法這樣 對 然後 好 好 這就是啊 那 在這一層一層的那個時候 的條件 一直一直血淺 我其實曾經有非常仔細的觀察過 霹靂到底 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 霹靂先從大眾媒體 慢慢的變成 獨佔媒體 你仔細觀察如果是老戲 你應該都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他最早是在電視台播 然後接下來就沒在電台播啊 所以接下來就跑去錄影帶電了嗎 對吧 民間民營錄影帶電嗎 對 但是即使是民營錄影帶電 那個時候他也還是有非常多的觀眾群喔 因為那個時候正好是天雨跟霹靂在那邊互增的年代嗎 這個我有印象 我去豬片的時候會 我會看到那個牆上貼天雨什麼什麼正好發行中 然後一群人在那邊聊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呢 你應該可以把 錄影帶電當成一個一個的霹靂 一個一個的布袋戲 的 細米集結的區域 好 細米會來這邊啊 聊天 跟我平常以前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去模型店一樣 我喜歡鋼彈模型 然後呢 我找不到人聊 所以我就去鋼彈模型的地方 然後我也可能不買模型 然後也不一定啦 可能會買啦 但是老闆其實也很 很樂於去 把這個社群的氛圍做出來 就是為什麼你來我這邊聊一聊 你可能就會消費 對吧 那 最好這邊越多人越好啊 所以我們就會一群人集在那邊聊 聊那個 鋼彈的事情 那台不好啊 那個是亞娜海姆社的餘毒啊 什麼就在那邊聊一些這樣子的東西 聊一聊然後老闆也在那邊很好很好 那你要不要來買這個力鋼彈的模型這樣子 來來來來我請你喝咖啡啊買買買買 買買買 錄影帶店也是一樣的情況 錄影帶店事實上 你在錄影帶店討論劇情 老闆會介紹 老闆會介紹東西給你看 對吧 很多以前還應該很有這種印象婆婆媽媽進去啊 最近有什麼好看的然後接著老闆就介紹 這個還不錯 先先做好朋友然後接下來你就會比較容易消費 對你也比較願意來嗎 對吧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霹靡也仍舊是不錯的 他在全台灣有不少的人 不少的那個錄影帶店會幫他做這件事情 幫他推布袋戲 對 然後接下來 就是霹靡跟布袋戲 霹靡布袋戲喔 跟錄影帶店 說拜拜的時代 然後他去打他去全家跟7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你以那個視覺來講這感覺起來超厲害的 你知道 7是全台灣最多 最多的站點 然後後來有全家 兩大便利超商 這蠻恐怖的 你知道你等於去哪 你都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真的 但是呢 你覺得 你覺得超商的員工會幫你推布袋戲嗎 不會啊 不會嗎 對超商的員工來講 這只是一個商品而已嗎 是啊 大概時候從那個時間開始 霹靡布袋戲變得越來越冷門的東西 他可能在一開始還有很多人 然後這個好像滿潮的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會有那個什麼一些 一些廣告然後讓你覺得我這個也是滿潮的這樣子 可是呢 隨著時間的 演變 然後當然還有剛剛我講的那些就是 戲的那個什麼品質一直在往下滑 不 大家很喜歡 大家總是三不如實際喜歡怪編劇跟你講 你們 沒有看到別的地方 你就只懂編劇而已 所以就怪編劇 事實上是 不只是編劇啊 好 是全部 就是還有 就是還有 其實說那你是不是不能用這個東西來怪消費者 我用地圖泡來轟你 背著板你就看不到這麼多東西 我沒有在怪消費者 我只是在說你沒有看到背後的原因 但是呢 你們不要每次 他們是花錢來買餘 對對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不要在論壇裡面 你們不要在論壇裡面得意洋洋說 一定是編劇出問題 媽你們眼睛太短小了 你們看到東西太少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懂的事情太少了 所以你們每個都講劇本而已 我每次看了都堵啦 你知道 才不只是劇本的事情而已 劇本本身有的時候反而都不是最大問題 其實你知道 你看這個狀況就是你是業內人士 然後對抗消費者的一些東西 沒有沒有什麼業內人士啊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的是 你們講的也 那個少 你們發現你們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但是呢整個問題 事實上從我眼光看起來還有別的事情 當然 當然 我也不是一個 嚴格說起來 我其實現在也不能算業內人士 我覺得 我其實反而是從一個 我喜歡看片的局外的 在觀察這件事情 進去那三年 然後我看了一下 就是先虛心觀察整個事情 然後再去比較一下 跟我自己平常看的 有的情況跟市場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現在告訴你 我發現了什麼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我也 不是只有跟你們講而已啦 我逢人便講 對 那他們 對 我在裡面是真的是逢人便講 對 所以我現在不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不在裡面 好吧 那 沒關係 他們有沒有注意到 那是他們的事情 我也 我為什麼要講 我為什麼要講 還不是因為我其實很關心他們 對吧 就是愛才會講啊 我就是愛才會講 如果我都說你們都很好 那其實是蠻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對啊 我就是告訴你 我看到什麼問題 我再補充那件事情好了啦 其實 因為霹靂 不要講霹靂 就不帶去產業 畢因是本土產業嘛 對不對 所以本土產業就很多 人去裡面工作過 然後呢 其實也很多人 其實是抱持熱情繼續工作 結果抱持的遺憾離開之後 其實你要說他們 沒有心存積怨 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 你知道嗎 你變成積怨之後 會想講給人家聽 講給人家聽的時候呢 你想去人多的地方 講給人家聽 人耐人對多 當然就論壇嘛 然後就講到 我測 然後會假裝說 我其實是 我有可靠消息思考在你自己 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就變成說很多人 會太重消息 然後以為什麼什麼 這沒辦法啦 這一點的確是沒錯 因為其實那個 我覺得 布袋戲圈的情況是 其實那個 細謎跟製作單位太接近 然後甚至很多戲劇進去裡面工作 但是呢 我在說 我現在所講出來的意見 完全都沒有任何人身攻擊的問題 對吧 我其實每次看到吵架 或者什麼呢 或者爭論呢 我其實都非常願意跟人家討論 但是呢 我每次都覺得說 哇看 那個時候每次 大家到最後其實就 變到那個時候 非常 Level非常低的那個什麼 論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你知道嗎 嘿嘿嘿 比如說 我跟你講 像是 果然你是什麼 或者你是製作人 然後製作人檢討 這個是對的嗎 哪有什麼對與不對 我在跟你講 我在跟你講 我自己觀察的東西 然後你要賭我的嘴 你想賭我的嘴 賭不了我的嘴 好不好 靠北喔 哈哈哈哈 對就是 你到最後就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 好像以為那個 對方生氣了你就贏 但事實上 你們根本就沒有討論到事情的癥結點啊 是是是 或者是說 反正他們就是 戲就是爛 什麼是爛 爛這件事情 無法去 那個時候 你如果能夠好好解釋的話 像我剛剛在告訴你 我為什麼覺得他 品質有下降 我跟你講 分鏡發生問題 然後或者是 那個時候 他們趕時間 這些都是品質 發生問題 而不是 不要在那邊幾句說 反正戲就是爛 以前的就是好 我跟你講 這太武斷了 這些東西其實也難以說服人家 這是 這是 層次太低的 那個 層次太低的討論 對 那 該怎麼樣做 其實現在 我老實說 他們也不是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啊 但是他們現在其實也陷入了一個苦境當中 對啊 那 如何 要回來 那你可能要去找主流媒體 但是他們也有問我一個問題啊 那 現在有主流媒體嗎 現在沒有主流媒體 你現在的情況就是 每一個 你每一個 你站的地方都要花功夫去經營 花功夫去 那個 想辦法去 贏 這現在是分眾的年代啊 你等於分眾的每一個部分 你要都要好好的照顧 但是 這個其實也不是 只有霹靂才有這個問題 事實上 我覺得所有的大媒體公司 或者是大遊戲公司 全都發生一樣的問題 嗯 就是以前他們在做行銷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用太 花功夫去研究這件事情 他們只要撒廣告就好 因為他們主流媒體就是這麼大 我只要花預算給他丟 然後所有人都被轟炸 大家人就買 然後他們已經太習慣這樣子的方式了 所以到現在他們還在尋找一個 有沒有比較輕鬆的方法 我只要撒錢 或者主流媒體就好 我只要忙一個地方就好 但是事實上 這答案不存在 那個美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就是你要 現在就是你要辛苦的年代 你看我在那邊苦苦經營 那個什麼 我的五萬人的 的頻道 然後現在也才多少的點閱率而已 但是我 我要因為這樣而不做嗎 我還是得做啊 對啊 那不要想著 然後不要 應該是說 過去 嘗試過 不用花太多功夫的那個甜頭之後 現在 沒有辦法 那應該是過去過太爽 然後現在那個事情 日子過難過以後 你就會變得你很難去接受 為什麼要這麼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 現在就真的還在 我覺得不管是 各大單位 各大公司都還卡在那個地方 現在真的能夠好好弄的 就只有中小型的工作室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包袱 或者是他們其實也沒有後 他們也只能這個樣子 對啊 然後 你當你那個時候 有非常 你的資源大龐大的時候 你就會想 你就會開始動歪腦筋啊 你就會覺得 我有沒有辦法 那個什麼 用銀彈去砸 然後就可以得到效果 那 那有當然 有的時候 你會請到一些 有熱血 有抱負的人 然後這些 有熱血 有抱負的 會提出一些 很偏門的意見 然後這時候 可能你就害怕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 你已經用正面對決 你已經使用正面對決的方式太久了 然後一聽到用很偏的方法 來 來取勝的方式 你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好像沒有勝算 因為你不習慣 但是事實上 你用正面的攻擊的方法也是不會贏的 這叫什麼 亂使用 這叫什麼 亂使用重點 或者是所謂的 沒有當你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所謂的 像銀彈用傳說裡面常常在講的 楊威力 為什麼 每次都要用奇招 因為他不得不用奇招 因為他的兵力遠遠少於別人 所以他非得用奇招才能 那如果他兵力少於人家 然後他用正面對決馬上就被殲滅 但是問題是 現在的情況是 各大單位常常是發生說 他以前大過 所以他們以前都是正面進攻的 但他們現在小了 他們腦袋轉不過來 你知道 他們沒有辦法用 已經沒有 他們沒辦法接受用奇招 你知道 應該 應該來說 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因為我本身也是有看布萊西長大的 但是我看的就是 阿中布萊西 以前他不是從電視笑話冠軍出來 到有像BD布萊西有節目嗎 你 就是 我可以體會說 促兄你們講說 那種 那種運進方式 我隨時看阿中布萊西的時候 再看霹靂一點點 我覺得 我就感受出來 那種過場 幻景的時候 你要戲有時候那種的 過渡時間 你解決方式 那個鏡頭方式 真的要處理很細緻 永遠都會 都是單調 那場景 阿中布萊西 不論是看霹靂布萊西的時候 布萊西的時候 我都有這種感覺 所以說 如果你真的要造那種 像他們那種乾等話 你就好像在看超級變變變 阿中布萊西基本上跟霹靂布萊西完全不同的東西 阿中布萊西是脫口秀 他的他基本上是拍的是清洗劇 但是霹靂布萊西是拍打架的 他可能在分鏡上面就更看 更看錯那個東西 阿中布萊西呢 在國外的處理方式叫做什麼 南方公園 南方公園 這個地方就是屬用那個比較簡 就是非常簡單的 但是他是一種 Sense的東西 像阿批 像是阿尼啊 這種的用簡直去拍出來 成本低廉嗎 但是他但他有一個 Style啊 所以大家也喜歡 他還是 然後那個時候他的劇本夠犀利嗎 吐槽吐得夠嗆 所以到最後大家也喜歡 也有一群觀眾 對啊 那 霹靂的情況是什麼 他早年事實上是比較接近這種東西的 在狂刀的年代是比較接近這種東西 一切成本都較低 那個戲喔 拍 然後都是像以前素環針是拍到那個壞掉以後 然後刻一個新的 然後有的時候那個前面跟後面換衣服 然後直接換個景就換換衣服 那時候根本超級不在乎 超級不在乎的 但是後來想要精緻的 後來想要精緻 你只要一想要精緻成本就直線上升啊 那對那你 精緻的東西可不是偶變精緻 然後那個什麼其他的東西造就就好 其他東西的那個時候花的時間也會變得更更高啊 那成本也會更高啊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 跟以前不一樣 首先 成本已經上升 再來人力支援人力的成本也上 雖然那個什麼 有名的很會壓人力成本的啊 我每次看都覺得他們在太可怕太厲害了 在那個什麼在雲林那個地方這一群人這樣子 我其實非常尊敬他們 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直都覺得自己不夠厲害 為什麼 因為 他們周到的環境在告訴他們不夠厲害 好 好吧 好 沒有我覺得有趣的點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布袋系的那個什麼 技術人員很多都不是從 本家的 媒體單位過去的 你知道嗎 我像我去採訪到他們的攝影師 他們的攝影師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問了一下他的那個什麼 生平 我記得他好像之前還是賣冰棒 然後 但是他運進很厲害哦 他完全應該是說他的攝影技術完可說完全是 霹靂在霹靂的那個環境裡面去點出來 對 像那個 王寶也是啊 王寶本來是幹嘛的 王寶本來是在旅館裡面幫人家 弄電梯的 對 然後他現在是電影的導演 他等於是23340年基本上都是被霹靂養出來就是在霹靂的環境裡面電到會這個東西 我其實覺得他們非常了不起 但是呢 這也有一個 影響啊 就他們 可能 會覺得自己不夠厲害 因為他們的事 的世界就是這樣子 他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那這樣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然後可能會擔心外面的世界比自己還要厲害 但是從我的眼光來看 他們其實也沒有比外面世界還要弱很多 但是外面的世界其實常常會 用 其實也不是說騎士 是 他跟我們不一樣的那種觀點 我一直都記得王寶跟我講這件事情 就是他剛剛 因為那個什麼霹靂酒王座 然後拿到金鐘獎 最佳導演的時候 他本來 上去 是想說他 有一天可以不用工作 然後今天那個什麼吹冷氣 然後舒服一下 光聽這個我就覺得有點傷心你知道啊 好卑微喔 今天吹冷氣 然後 可見平常不吹冷氣 好 他們的日子平常都不吹冷氣的啦 所以今天有一天吹冷氣很舒服這樣子啊 然後得到了金鐘獎 上去領的時候 誰頒獎給他 扭成哲頒獎給他 扭成哲頒獎給他 扭成哲他還說扭成哲那個時候跟他看他都 你是導演 然後那個 意思就是說他不相信他是導演 為什麼王寶看起來很純普 就是那種 真卡朗的模樣嘛 所以他就可能覺得說他不是導演啊 真的說平就是就是 然後 後來這個柳橙子還講 被訪問的時候還講了一句 因為他沒有得到金鐘獎嗎 他說不然我去拍布袋希 好我幹這句話是 有幾八的 你知道 超級 超級那個 就憑你 就憑你 你來你來當布袋希導演 我跟你講 一定完蛋好不好 完全 那是有他的專業的 對啊 但是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這個概念就是就是所謂的階級騎士啊 就是你自己看 你看清了布袋希這個東西 但他事實上在我眼光裡面看 他就是個特色啊 你會你會看 你會看清特色特色技術嗎 你不會 你怎麼會你怎麼會看這種東西呢 有些人就是會啊 他們不習慣了就會啊 他不習慣了 沒有你你在貶低你自己不熟悉的東西而已啊 這就是我平常最不喜歡的 就是你不要 你自己不熟的東西的話 你去輕視人家 人家有人家厲害的地方 你只要你可以知道說你跟他不一樣 但你要尊重人家的厲害啊 好 來 好吧 這個是這一點是我覺得其實 有的時候 在布袋希謙所謂的文化自卑這種事情 事實上是旁邊的人帶給你 但是自己人本身也 不太勇敢 然後到最後就會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 在這個世界好像講台語的人好像地位就比較低嗎 那 這個我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個可能真的是那個什麼社會文化 造成的 可能台北人都講台北人都講國語啊 南部人都講台語啊 然後鄉行之下好像那個什麼台北人地位較高 然後南部人地位較低 沒有這種事情啊 我也是中南部人啊 有哪有這種事 當然我台語已經很爛 但是我絕對不會 但是我其實那個時候絕對 絕對 絕對 絕對沒有那種想法 至少 自己 如果是自己的 如果你是北漂的話 你也不應該有這種想法 好吧 好啦 這個是噴 受不了就噴 反正那個什麼 今天要聊東西也不多 所以乾脆就噴一噴這樣 10點45分 來來來來 沒有我覺得之前有點好笑 之前那個 我要爆這個料嗎 好煩 哪一滴哪個地方 好 好 之前 某個節目 主持人 因為 反正他就是可能 以前 以前 以前有 在跟他們合作 這樣子 那有一天突然間說 他 預告什麼時候要 講 他們的秘密之類的 然後 結果到當天的時候他沒講什麼 好笑 然後 那時候是廣播節目 廣播節目 廣播 廣播 廣播交 加上直播 對 但是我 但是到最後他變成在當天的時候講的 沒頭沒腦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我 我只是突然間有點 覺得有點好笑 你知道嗎 你想要爆秘密就不用預告 你知道嗎 像我這樣就不小心就爆出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 我那個時候就會越講越兇 但是也無所謂 反正聽到的人也不多 應該也不至於造成大迴響 還跑了 對 炎上一波 對不對 你之前 對阿 你之前 那個素環針炎上是怎麼個炎上法 素環針炎上也沒有什麼炎上啊 這就是討論的時候 他們可能 丟到某論壇 以後他們就生氣到成群絕對來留言 這樣子 就幫他 那個 成群絕對來留言 然後 但是老實說 你要講這個 有造成軒然大波 他也沒有宣傳大波 也沒有 因為 因為 抱歉 因為半民宿的頻道 事實上 現在已經是非常非常冷門的頻道了 我們剛剛才這個時候 這個禮拜 那個時候 非常拚人命的做蝙蝠俠 到現在也不過才5000點閱率 哇靠 你看這個是 在以前來講 真的是可怕 第一的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嗎 那這一波所謂他的炎上 到底是有多少點閱率 3000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茶壺裡的風暴 你知道嗎 大家好像覺得這件事情 鬧到超大 沒有 你們只是一群人小小鬧 而且沒有人關心 但是我很在意 但是我其實也的確 願意討論 所以我還有回你們 知道嗎 對 就不要那個 就是 這一切事實上 如果啊 他能夠炒到像那個什麼 大小S那樣子 沿上風暴的話 我還比較開心一點 因為這代表那個什麼布袋戲 有被大家注意 大家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結果也沒有 對 雖然說討論呢 當然有低層次討論跟高層次的討論 但是討論廣泛當之後 就可能就會有夠足量的高層次討論 是啊 好吧 這就是所謂的比如說出版社 你不要想著那個什麼 那就是要那個時候要記 去所有的一樣拍出一本金庸 沒有你想要想 你要花非常多的功夫拍 出很多總裁系列 然後有一天裡面會出一個窮妖 概念是這樣子 出版社絕對不是 花很大的功夫 然後去組那個什麼 設置那個什麼 養出一個高手 沒有 不是 他應該是要養出非常多 那個什麼 可以出出的那個什麼中間的人 然後這裡面可能有一個人可以成為很厲害的 這叫什麼出版社的相對論 這叫什麼出版社的相對論 人才可遇不可求啊 人才沒有就是我 我其實一直相信要先把量衝出來 然後你的市場衝出來 然後你才有辦法在裡面 在裡面可以慢慢的出現 精英 而不是那個時候 而不是市場只有一兩家 然後他們是精英 我跟你講這樣馬上就死掉了 然後呢 那 布袋戲圈現在就是進入這個可怕的狀態 當當業界只有一家跟兩家的選擇的時候 那 這代表這個環境其實基本上 沒有太大的成長空間 因為就是這兩家在 沒有競爭嘛 因為就是這兩家的形狀啊 然後而且仔細的看喔 這兩家事實上本來還是一家啦 對阿 對阿 金光還是從霹靂分出來啦 所以他們可能講說 他是用蘇洋文 但是可是 那個時候 以前 大俠黃麗康以前在霹靂工作啊 所以他了解的風格 跟視覺跟美術設計 基本上都還是霹靂的啊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的話 你是應該要做出類似 南方公園的偶的樣子的東西 像以前天雨 那像以前天雨跟霹靂差的還比較多嗎 對阿 你可以看到那個什麼 一日酷這樣子的東西嗎 對阿 那個人 那個霹靂就沒有 立刻市場 那個跟那個 風格就分出來了 對 但是現在從我的觀念看金光與霹靂太過接近了 不管 只要不少霹靂幹什麼 然後金光立刻做一個超像的東西 我想要幹 那你們根本基本上就只是在 就是你們 你們沒有去找出你們 屬於你們的獨特的客群 你們在做的是非常相似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搶一個已經快要死掉 就是 已經一直不斷下滑的一個市場 那就沒有啊 對 但是現在也有問題 因為他們只要做出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其他人就瘋狂抵制他 對不對 像素環珍的電影就是這樣子啊 會被抵制嗎 所以到最後弄一弄 然後那個什麼 創作者自己本身也沒有信心 然後乾脆不要弄了 就回歸老路 這叫什麼 這件事情日本日本遊戲公司有做類似的事情 三國無雙就是這樣子啊 每次小小創新一下 然後就再說回來 為什麼粉絲不喜歡啊 對 然後他的客群也沒有增加 所以就說回來 然後到最後越來越吃老粉 然後我們看我們三國無雙做八代多少觀眾還說還要多少玩家 沒剩多少玩家 好吧 任何老IP到最後都有 都有類似的情況 做得很糟啊 你要創新你要 就那個 八代 八代基本是想要創新 但是沒有那個實力啊 實力不足 實力不足 就 就 就等於做出一個那個什麼 超空曠的一個地圖 然後媽沒什麼人 然後玩的超無聊的 然後 這真的是很可怕的 狀態 的狀態 後來 OK 我覺得 其實其實像阿中不在心那種就是一個 有跟有別於批裂的但很不幸的他其實是一個人類 所以他做到不大 但是呢他的確在當時 有做到某種程度 讓讓有很多人知道他是 他其實有在成有成功過 但是麻煩就是你沒有持續 我們有提過啊 像正問這樣子為什麼沒有辦法 在台灣的漫畫造成一個流派 因為他自己放棄了 他沒有一直藏心的處理這個東西 他一直不斷的就跳到另外的地方從 所以他沒有養一個非常 他沒有養一個很長的群眾在那個地方 就沒他在每個時間養出來的粉 都彼此互相不熟悉也不認識 這就造成所謂的上一次我在聊那個什麼 調天丁的時候 為什麼又港幻風格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台灣的風格 就找不太到一個讓大家一提就是 喔這台灣風格 有啦我那天有講 流星流星的流星清諸葛四郎 但是真的是太老太老 那個 其實那個像今年出的時候 諸葛四郎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內心也是超擔心 諸葛四郎不是劉青心 不是啦我說劉青心跟諸葛四郎 是不同的東西 一個是夜紅甲吧 我不是說劉青心做 我不是說劉青心做諸葛四郎 我的意思是說劉青心是一個流派 然後那個小諸葛四郎 夜紅甲這個流派 但是呢那已經太早太古早 就是看過他的人基本上 40歲50歲以上 我根本就沒看過啊 如果連我都沒有看過現在的大眾要如何看過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諸葛四郎做動畫的時候 我真的超擔心的 你知道嗎 他比蘇環真還老耶 你知道嗎 真的很老 真的很老 蘇環真 蘇環真30幾歲嘛 對不對 那諸葛四郎應該40歲以上 那真的是超級老IP耶 我記得諸葛四郎 我好像在電視劇上面看過那個 孟非演的真人版耶 我有點印象 但是演什麼我真的一點都記不起來了 我記得有小時候有看過 那個是魏紫雲吧 魏紫雲還是孟非啊 我有點忘了 魏紫雲也 好像是魏紫雲 對對對應該是魏紫雲 華式 跟兩個包包頭 對對對 對對對 好久喔 久啊 哎呀這個當然到最後其實是 還是取決於市場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最主要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大眾市場開始流失 在以前他們吃的是整個台灣的市場 然後到最後他們 現在吃的叫做布袋戲粉絲 對那是 對那布袋戲粉絲就是 能夠去買單的人就是那麼多 對啊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後來想要做超大型 廣告的原因 像秘境探險為什麼要拍賣電影就是那個原因嗎 要吸的是 大眾啊 絕對不是那個早 當然他在裡面有部分部分是為了老粉而設計的 但是光是尋光是找那個湯姆霍蘭德這一點 就很明顯不是為了老粉而做 對 好 好 來我看一下今天 我想問他 副歌 嘿 嘿 那 你說一點 但是 問好奇 你剛說那個 台灣人家布袋戲 他們都沒有想要創新 那 他們怎麼樣從過去然後一直重複到現在 沒有說 我沒有說他們沒有要創新 他們一直在創新啊 嗯 他們一直在做新的嘗試啊 只是做新的嘗試接下來那個都會被西米抵制啊 哈哈 哈哈 嘿啊 應該說他們最創新的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高峰啊 那現在就已經是在 他們最創新的時候吸到的新觀眾支持他們 但是他現在所做的創新沒有吸到新觀眾 然後老觀眾抵制他們 問題是出在這裡 對 就是說他們 現在如小說不創新的話 他們的老粉 不接受 然後也找不到新粉這樣子 對啊 是的 因為當時霹靂布袋戲為什麼很厲害 是因為 事實上老實說 當時也有老戲米不喜歡他們 就是 金光 的粉 不喜歡 就是那個少 黃俊雄那一代的人 不喜歡 早期應該講實驗文 但是 但是 是 被嘲笑可不是 對啊 就是 蘇環珍出來的時候也是會有實驗文 以前的粉 是不喜歡他們的啊 對啊 我在 我看布袋戲的李華老師 用 布袋戲的台詞笑過 我恨 我恨了一位 所以 所以 但是 他為什麼有成功 因為蘇環珍 霹靂狂刀 然後 葉小差 我現在都有吸到一批新的觀眾啊 瞭解嗎 那所以呢 為什麼現在的創新沒成功 因為現在的創新沒有吸到新的觀眾 當然也不是說沒有啦 那個什麼 東黎就有了 東黎有吸到一群新觀眾啊 然後你們注意到證據的粉絲群 對於 東黎的觀點是什麼 那個不是布袋戲 好 跟當年蘇環文的那個布袋戲 是同一種狀態啊 啊 非我族類 齊心必毅 啊 所以 問題是出在這裡 你的創新本身有沒有成功吸到新觀眾 有沒有 有沒有號召到一群新的人來支持你 然後這一群新的人有沒有地方讓他們可以好好的 抹發他們自己的喜歡 其實像刀說藝術也曾經有吸到一群人啊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他們也雖然為數不多 但是也是 滿喜歡還是滿忠誠的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啊就是 問題是出來這邊嗎 就是 你 為什麼創新沒有成功 創新的沒有成功是因為創新所所做的 絕對不是去吸引老的觀眾群 你絕對不會因為你做了一件新鮮事 然後到老觀眾高興然後回來的 不是用帶子老觀眾只喜歡看到他自己以前喜歡的東西 就像是我是經濟大戰 我只想要看到韓索羅 出來一樣 對那 那那那個早做新的啊 做新的腳做創新 接下來所做的課題就是你必須要吸到一群 為那個早我熟悉只是認識新角色 然後我會為了他然後來來看看的人 所以那個爪七八九就是那樣子失敗 為什麼到最後七八九會被界定為失敗了 因為到最後我們都不太熟悉 瑞 他的個性是什麼 他是個空瓶 凱多人還比較好 凱多人其實是比較有角色個性的 但是瑞跟 波還有那個誰啊 那個黑人叫什麼 這三個角色 我覺得波還比較 波還比較有趣 但是波的戲份太少 所以還就不足以讓人家那個什麼 對他動情什麼的 然後另外兩個那個 一個就基本上就是一個 沒有個性的補犯優助 對總是瞪著那個靈 那個什麼 總是瞪著無辜的大眼睛然後 不知道該怎麼做 然後黑人 波也差不多 所以分也差不多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七八九會失敗的原因 如果你現在要做其 做他們的其他的故事 都可能沒有什麼觀眾想買單 所以你看我當時講說 一瓶七八九然後呢 半瓶豬跟馬可多氣的鑰匙 可是我很喜歡八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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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這個就說那個什麼 這叫什麼 一偏概全不是這個意思的 我講的七八九的失敗來源 是來自於他們創造塑造新角色 失敗 但是如果他對於老粉的話 他對老粉來說還是非常有用 沒有錯沒有 所以看到那個為什麼會因為韓索多死掉的生氣了 對可見的七對我來說是有作用的 雖然我很生氣 對啊 然後第八級呢 我其實覺得第八級 我很喜歡 但第八級事實上不是老粉的帳 老粉老粉他們他們不買這個帳 對那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對路可沒有 沒有崇拜到這麼嚴重 如果今天我看到韓索羅那個如果我今天是看到一部片然後是阿姆羅 然後不願意上戰場的 沒有阿姆羅以前就不願意上戰 沒有阿姆羅以前就不願意上戰 這好像不太對 就是 沒有就是 那就是路可他沒有 好 這個舉例錯誤 你知道嗎 大部分的人可能真的不能夠接受韓索羅變到這 變得那麼 那麼混用 所以但是我 對他沒有到那那麼誇張的程度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那個什麼 他這樣子的描述讓這個角色變得很立體 然後到第九集的第九集完全是賣情懷 所以我真的很難怪他因為他他抱逼的那個什麼一把鼻子一把眼淚的 所以我真的難以怪他 對 但是我的那個時候能夠理解對於那個什麼新觀眾來講那個時候這七八九那個時候的新角色沒什麼 沒沒沒有什麼個性的 的確是 對 好吧 等一下我們講到半天我們還沒有那個 啊 好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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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讓我來去上個廁所好不好 然後我來 跟陳佑先聊一下那個法蘭西特派丑 好 對 這個應該很快就講完了 對 好 讓我先尿一下 對不起 對 來你們先聊一下 對 現在要聊什麼 現在要聊法蘭西特派丑吧 特派丑吧 對 衛斯安子 他真的新片 你說這個空檔的話你想聊什麼都可以啊 你有什麼想問的 熊抱 你有看什麼嗎 對啊 你有看什麼嗎 有啦 我有看那個 很久以前的大男人戀愛室 你覺得好看嗎 我覺得前面都還不錯 但我覺得從後面又覺得 那個結局只是為了結局而寫的吧 他的轉折跟後面那一段 我覺得很矯情 完全沒有感動到我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當男人戀愛時 我看到網路上 他的轉折啊 就是那個什麼 他前輩偷走那邊之後 然後就開始讓我覺得很矯情 這部片在網路上的評價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如果有去翻他們的評價的話 就會發現 就是這部片啊 女生都超愛 我當時那部片一上的時候 我身邊有幾個 那種以前高中的女同學 平常都不會來聯絡我了 突然就跑來跟我說 真有 那部片很好看 超棒的 對不對 女生都超愛喔 然後呢 他們是哪邊覺得很棒的 他們覺得邱哲很帥啊 然後可能 你看一個帥哥談戀愛 然後你把自己帶入那個女生的角色 就說啊 我可以被 這樣子被邱哲愛的話 那很幸福吧 如果 如果今天把邱哲的角色換成是那個什麼 那個誰 同學曼娜斯裡面那個納豆的角色 他們應該比較喜歡 他們死了就不會愛啊 然後我可能很愛啊 對不對 因為一樣的角色的那個 一樣的行為啦 納豆那個也是也是為了那個女生嘛 對不對 我記得他在那個電影裡面也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我都沒有看到有人說喜歡 納豆那個角色 我很愛啊 我超愛的啊 我也喜歡啊 因為我也是 他那樣子的死肥仔啊 我覺得蠻可愛的啦 你也沒有 然後總之女生都超愛喔 然後結果男生的評論者 全部都跳出來說 這部片也太大男人主義了吧 這部片怎麼這麼不尊重女性 我想說 欸 很快啊 女生反而覺得很愛的東西 然後男生反而看到這部片 幫女生打抱不平說 這部片不尊重女性 這部片呢 很大男人主義 很直男臭 這樣子 所以那個當中應該是女生拍的吧 蛤 沒有啊 他是改編制韓國的 男生拍的喔 而且是男生拍的 那個陳偉豪當監事啊 喔 欸難怪 難怪有段是 有段是那個什麼 那個女主角的那個上司 偷其他豆腐 然後名字叫陳偉豪 然後就是 在收 都用彩蛋器 用彩蛋 所以 所以 我跟各位講 那各位在座除了修娘之外 都是男性嘛 嗯 然後呢我看我們的 線上觀眾也有很多是男性嘛 好 從這個故事就知道了 好 女生 啊算了不要講好了 你要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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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啊 來啊我幫你幫你講 教授 教授我泡你沒關係啊 來啊來啊 真的嗎我要講喔 嗯 講啊沒差啊 講啊 一個故事拍出來之後 然後呢 男生們看了都覺得 這很不尊重女性 這很直難錯 這很大男人主義 結果的女生都超愛的 告訴我們 其實女生 不想要被尊重 哈哈哈哈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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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很政治不正確啊 對啊所以 我知道你 我想保護你 保護不來不及 算了啊也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 又提高了呢 沒關係啊陳友 我跟你講 就是所謂就是 導演拍什麼就拍什麼 所以我無所謂啊 就噴就噴 沒有我覺得 我們頻道就是人少 所以你都可以講政治不正確的話 對沒有關係 對 無所謂啊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跟妳講 我就像同學麥娜絲 我看的就是滿滿的那種直男臭 我當然很喜歡啊 我覺得沒差啊 這把這個黃色娘那種視角啊 我承認不定 可是 就是同學麥娜絲 他的直男臭 是在於他去很 細膩的刻畫出這些男人 他們遇到的困境 你知道嗎像剛剛熊寶說的 納豆那個角色 我覺得他把那個角色 就是身為一個可悲的肥宅男人的那種 心山 給妳的自卑跟糾結 然後把他演得很糾結 然後你會覺得說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子的魯蛇 如此的種肯 可是 也許在很多觀眾的眼裡 他們認為 男人戀愛時 給他們的感覺 不是這種說 我去細膩刻畫的描寫 一個誰的心境 是他們覺得說 欸你好像 在某一些劇情上面 你利用了這種 很直觀的類似刻板印象 或是說那種 你認為事情好像就應該要這樣子發展 之類的 像例如說很多人在抱怨說 秋澤這個角色的所作所為 明明就是那種恐怖其人的感覺啊 明明就是坑中狂啊 對不對 你用腦子想 一個原本要的跟你討債的人 然後突然間跟你說 你再不用緩了 你跟我約會就好 你跟我上床就好 你覺得 覺得你聽了會舒服嗎 對不對 他把這種東西放在 影裡面 他不是要去 至少那些人覺得 那些人覺得他不是要去探討 這兩個人的心境 而是想要用這樣子好像很 讓人覺得很受不了的劇情 要去營造一些那種很膚淺的浪漫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好像 真的是 嗯 就是怎麼講啊 怎麼講 嗯 是 就很透露出那種 你在 甜意識裡面的那種 呃 不尊重女性 然後呢 不了解女性叫什麼 然後大男人中心主義 這些 呃狀態了 你懂嗎 我懂我懂 那些人 嗯 他們開始批評的 但是有趣的就在於說 欸 看到這些的都是 男生 因為男生基本上沒有入戲 好 男生沒有辦法把自己可能 帶入到 女方的那個角色 然後去體會那種浪漫 所以呢 反而是男性會跳出來說 唱片也太大男人主義了吧 對不對 那女生看的角度跟我們不一樣 他反而可以找出 欸這樣子故事的 的一個 呃 所謂浪漫愛情的各種滋味 他們就說 欸這樣子的劇情這樣演起來 反而我們很喜歡 他們覺得超浪漫的 呵呵 嗯 對啊 這是四點問題啊 所以 我問你這件事情 如果是同學們 啊不不不 如果是 當年的 當年的妮愛史和那個 也是被 當初大家說是跟中狂行為的 欸 劉冠體演的那部 《消失奇人節》 你覺得 哪一個比較嚴重 被炮的最冤枉 冤枉是哪一部 你說當男人戀愛時跟 《消失奇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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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炮的冤枉喔 我 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問我個人意見的話 我問我 那好吧 好你先講 你先講 我的個人意見是 嗯 首先 他們 被炮的都 沒什麼 你講啊 導演沒有義務要去 欸 這樣講很奇怪 沒關係講啊 我當時其實在 《消失奇人節》 有聊過這件事情嗎 我當時的說法是 因為 我覺得導演 處理得 夠好 所以呢 他呢 被炮是很正常的 嗯 因為你 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你很容易 讓人家誤解嘛 你懂嗎 對你小心這樣 日文若 說法並不是說 他理應被罵 他理應被這樣子誤解 好 這 我認為誤解是 好啦好啦 你先說完 對 我認為誤解是不對的 可是呢 有的時候呢 我可以理解那些誤解的人的心情 嗯 所以呢 你說當男人戀愛時 他因不應該被炮 尤其是他還是身為一部 娛樂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他被人家那樣子說 可能有些人也是誤解了 你誤解了這部片 想要帶給觀眾的效果 以及你誤解了這部片 想要服務的群眾 是 那我可以理解那樣子的誤解 可是呢 這不代表我覺得 你因為誤解 然後你去罵說 幹你 拍這什麼爛片 是對的 我跟我其實自己看的那個什麼 格雷的50道音 我也會誤解啦 我也會誤解說 哇你看這就是 完全在服務女性的 好女性 他 這個 讓 劇情啊讓女性就是 智爽你知道嗎 就哇有一個愛你的男人 那他呢 可以有 時了當霸道總裁 然後時了呢 又對你很溫柔 又很尊重你 然後呢 給你很多錢 然後又不舒服你 這完全就是智爽了 嗯 老實說 我這種很 直觀的批評 也是一種誤解 那我可以誤解 我這樣子的 我可以理解我這樣子誤解 或跟我同樣有誤解的人 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 我因為這樣子然後去罵那個導演 或罵這部作品 對啊我也覺得 沒什麼好罵的啊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有他們存在的必要啊 對啊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一部電影爛 那不應該去罵 不應該去罵什麼 做了一些 呃 就不應該去罵 那個點其他的事情啊 就是跟D卡裡面的小屁孩 沒什麼兩樣不是嗎 對啊 就是 比方說 那罵Q好了 他的行為不好 可是很多人都會攻擊他的長相啊 類似這樣子 那我其實覺得什麼 那個消失的情人節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蠻舒服 然後 因為我在 因為我知道 這是那個奇幻電影 那我就不會用那個 現實的視角在看這部電影 然後我在看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那種 我覺得 男主角跟蹤孔的那種 激勢感 完全沒有 對 然後可是那個什麼 當男人戀愛史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 秋澤會有點奇怪 為什麼他會 一直用那個 那個淘汰集團的名義 然後在跟蹤他 他在幹嘛 我覺得他的行為還比較怪一點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電影的取向是會決定觀眾要怎麼去看 那 對 可是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控制每個人 怎麼樣去解讀嘛 那這部電影就已經告訴你說 這部電影是要從什麼出發點去出發的 那 你還要從那個現實的觀點去想的話 那就是你的問題啦 不是嗎 嗯嗯嗯 對吧 我這樣講沒有說 我覺得熊寶講的沒錯 但是 我想的沒有到熊寶這麼兇 我想的是 因為 可能例如說我 例如說甚至促哥像馬大 他們看片都很多了 然後已經累積了很多觀影的經驗 然後也跟很多人討論過了 通常這樣子的人 他們漸漸會培養出一個能力 就是 當你在面對不同文本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感覺出來這個文本 想要 护士嗎 當你察覺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 用不同的角度切入來看待這部片 嗯 那為什麼大眾很容易會 對於某些作品產生誤解 或是不諒解 是因為 他們腦子裡面沒有那些 沒有那麼多詮釋作品的工具 你知道嗎 嗯 所以當 反照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只會講說 哇你看這部片 是自自由 這部片很棒 好看了才能愛台灣之類的 因為他們 並沒有想到說 原來我有別的 方式可以去 理解這部作品 或全是這部作品 是啊 那像 例如說 剛剛講的 消失的前人節也是一樣 大家沒有足夠多的 按事情的角度去看說 欸我應該怎麼理解這部作品 他們最直觀的感應就是感應到 哎呦這人是他媽的變態而難 所以呢 他們就會 對嘛 所以我能理解那樣子的 誤解 但是我並不覺得 這個誤解是 好的 會覺得是變態而難 跟我當時看格雷的五少陰影 跟那個什麼 呃 目光之城是一樣的 我會開始想到別的事情 就是因為沒入戲 所以我就 比如說像目光之城他想要詮釋 是浪漫 對吧 可是我看到就是靠你們女生喜歡 就喜歡這種男人 這樣 對啊對啊 所以我已經在看別的事情 我在從別的目的去觀察 我前幾天才跟人家講這件事 就是跟人家介紹那個什麼 目光之城 然後我還記得我是這樣怎麼跟他說的 你知道 我問他說你有沒有看目光之城 然後那是一個我的學姐 然後學姐說 我沒有看那部片不是應該很糟嗎 我說沒有啊 這部片很有趣耶 你在看的時候 我就把它當成一部那個什麼 我在觀察青少女 那個什麼 到底是喜歡什麼樣子的男生啊 然後他們那個心中害怕是什麼啊 然後我在看的時候看得津津有味 就是 就是你不要想著要帶 成青少女的角度去帶入看 而是 我把它當成一個社會 社會實驗作品在看 然後在看的時候我就 就覺得很熱 就是 察覺到很多 我從來都沒有發現的觀點嘛 對啊 但是像是消失的情人連這一點 好啦 陳佑那時候講的是對的啦 你知道啊 他說 那個什麼 可是 但是因為你那樣子講 是比較把它簡化啦 就是說 你會 觀眾會 注意到這件事情是因為導演沒有拍好 其實沒有說錯啦 就是 如果他讓我真的感覺到很浪漫 我就不會出戲在想說這男的怎麼變態 對吧 就一定是他那邊的調度讓你覺得沒有到 沒有浪漫起來吧 然後所以你才覺得噁心啊 對吧 然後 我要繞回來 就是這就是我所說的很多 布袋戲米老師在那邊講劇本不好劇本就好 其實不是劇本出問題 是詮釋的人沒有把它全是好 所以你才會覺得欸 那個什麼 怎麼這邊也得那麼奇怪 一定是劇本不好跟你講 劇本寫出來還要講故事的人怎麼講 你知道 就像是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然後我平不直去的講出來嗎 也是超無聊的 然後這時候你要嫌別笑話不好笑嗎 其實有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是你要選擇怎麼樣把這個笑話講出來 要怎麼樣表演 對所以在那個時候出問題其實基本上是來自於什麼 分鏡沒有弄好 或他剪的時候剪的那個台名沒有做好 或者是那個什麼動的那個動作可能 在那個時候是不適合的 但是呢 他是直接按照劇本把演出來的 所以 在當下劇本那邊好像也是過 對但是其實在我眼光看起來 他就是沒有呈現出應該要有的那個風 的那個味道啊 對啊 這就是我的那個時候 這就是你想像消失的情人節 為什麼 可能會發生這樣子的問題啊 但是呢 因為大家 那個時候沿上的其中原因是 他們已經可以覺得不好 但是我得說啊 這反而是 在這個時代 大家的觀點反而越來越狹隘 你知道嗎 以前 戲劇考克拍了一部電影叫厚窗 基本上講的是一個脫歸狂的故事啊 他每天 就一直在看著前面 一直在看著對面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女生 然後被人家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想要去救他 欸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人是偷歸狂 對啊 啊怎麼沒有人批判他這個 那以前60年代的道德觀念還比現在還重呢 那怎麼那部片那個什麼 這麼受歡迎 你知道嗎 我覺得到現在反而是那個什麼 大家資訊充足以後 可是大家非常熱衷於那個什麼 公審 你知道嗎 對 會沿上某件事情 那就反而變得有一些能夠 以前能夠自由發 自由去創作的東西 現在反而好像被大家自我審查到好像什麼東西都不能做 對啊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那個FF那種開脫動漫機 他們其實是非常害怕 讓主流媒體進去的原因 因為主流媒體其實會很喜歡用主流觀點去觀察他們這些 偏門的嗜好啊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就是也沒有多少人喜歡 可是是有一群人在那邊 有一群需求在那邊的人 然後所以一般主流那個什麼 味道人士也不用講味道人士啦 普通人進去看啊 可能就驚為天人想說這什麼鬼你知道嗎 對啊 就連我自己進去看 我會覺得哇大開眼界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什麼受控本 你知道啊 就畫兩個 就兩個女人畫的受人在那邊修感 對啊 然後我在想 哇靠這也太厲害了 但是 這竟然有市場 這竟然也有人喜歡 但是真的有人喜歡啊 那可是你要因為你不喜歡 然後要把它消滅掉嗎 為什麼 人家有喜歡人家有喜歡人家有喜歡的權利啊 所以要講的是你應該要尊重 創作的自由啊 是的 對 就是用創作的自由 對啊 嗯 旁邊有人問說 染紅的床單問說 能舉個例子 就是劇本沒有很好 可是全是很好的片嗎 嗯 我覺得 嗯 我這樣講好了 我很久以前 在這個頻道上面 曾經有大肆批評過刺客聶影娘 知道給我有沒有記得 我那時候就 而且我還有說出了理由 我把那個 一本 故事的結構 還有它傳達的理念 全部拆解開來 然後呢跟 觀眾講說 我覺得 你看因為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呢我認為它傳達的 沒有很到位 好 實際上我到現在 我還是這麼認為 可是 某一次 我去 日月潭之後 我就對這部片 改觀了 那時候去日月潭 我逛就是 在那個湖邊走啊 跟當時的女朋友一起 就看旁邊 哇 左手邊是湖 右手邊呢 是山林這樣子 然後你走在那個山林裡面 看到 哇 陽光從 樹葉透出來 然後照到 下面的草叢 非常美麗的景色 我那時候突然 被理解一件事情 突然可以理解為什麼 侯孝賢要那樣子拍那部武俠片 那麼 靜靜的看著兩個人 在樹林裡面走 然後突然呢 互砍一下 什麼事都沒發生 兩個又走掉了 那我 日月潭的時候 我突然可以感受到 台灣的山林的美 如果是我拍的話 我也很想要 畫面定著 然後看這個很漂亮的樹林裡面 然後有人走過來 然後耍一下鍵在走 我以為是 想要這樣拍 嗯 所以我即便 我到現在 我還是認為那個劇本沒有寫好 可是我突然可以理解 一部作品 用意了 或是說我突然可以理解 比較可以理解 那個創作者 在想什麼 看這就是 根本我的 想法比較狹隘 我只 用一種方式去思考作品 就是 它的劇本結構應該要很緊密 然後它的意識傳達應該要很嚴謹 好 因為這樣才是一個好的藝術片 原本我是比較狹隘的 可是當我多出了另外一個觀點 我從 欸 你看這個景色 你感受這個空間 在觀點的時候 我突然 多了一種方式去理解這個作品 我多了一種方式去接近 這個 創作者 或是接近 這個世界的時候 這就是一種方式啊 像剛剛 柱哥講的 暮光之城也是一樣 你說暮光之城它 真的拍得很好嗎 也許不見得 可是辦名處就多了另外一種方式 來看待這部作品 就是 我用理解 小女生想要看什麼的心情 來看待這部片的時候 欸 突然多了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去了解這個電影 以及了解 為什麼這部電影會存在的 意義的時候 嗯 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那 當然 你無法要求 所有的大眾都有這麼 犀利的眼光 可以去做出這麼多的判斷嘛 嗯 對 只是我覺得 欸如果是影迷的話 欸或或許 好可以去 訓練這件事情 嗯 或者說甚至你可能對於 嗯 文學啊 然後電影有興趣的人 也是一樣 對啊 這就是有趣的點 我最常會跳脫出來的是什麼呢 就是看A片的時候 就突然看到一個 很無法理解的 情節或是情境的時候 啊我就無法入戲了啊 然後 所以我就馬上 一個腦袋的開關這樣 轉換一下說 喔 那我開始去思考說為什麼 有人會想要看這樣子的片 或他這樣拍這樣演 可能是要符合 哪些人的 什麼樣的需求 好 那是這種感覺 對 有人 喔你說剛剛在問什麼 嗯 劇本不好 但是 嗯 表現 畫面表現很好 是嗎 其實就是你講的 一部作品 它呢 說不定沒有到很好 可是當 我們去看這部作品的時候 可以看出一些別的樂趣 其實就這樣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欸 你說剛剛有人在留言 在問說 舉例什麼 對啊對啊 舉例說 劇本沒有很好 但詮釋很好的片 演藝殺手啊 一張手的劇本 就還好啊 你自己如果本身看故事的話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一直不斷 就是他就 只是幾個人的那種 而且他們的那個關係 到最後沒有作解 你知道嗎 但為什麼這部片很好 看內地史考特把這個部片的那個故事講到太厲害了 那個 那個氛圍做到超級美 那個畫面你看 然後你就進入那個世界 那就是劇本沒有 甚至很多很多寫劇 寫劇本的那個什麼高手 我常常在那邊檢驗這個劇本 都說 這個角色有問題啊 然後那個東西沒弄好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部片很好看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說的是 觀眾這一方的詮釋 就是你看到一個作品 觀眾怎麼去詮釋 然後祝哥說的 或是剛剛留言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就是說你的觀點講完 我要說我能 我這邊再講一個案例啊 你知道啊 就是也是有這種案例的 就是 但是這個劇本 不是爛到頂天 我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所以劇本沒有很好 絕對不是說劇本很爛 那劇本沒有很好 基本上也有70分 啊 對 他 那什麼叫做劇本 強 然後拍攝也強 像教父那種的啊 可是如果你有注意到 如果教父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交給 台灣龍捲風的聽來拍 是不是會變成一場大災難 然後我要再繞回來 我告訴你 在好的劇本 那個時候拍的時候很快 把他趕拍完 那個東西就是 很多該要用的張力就會消失 你懂了吧 你們現在應該有沒有理解這件事情 好了 那個時候 把蘭西特拜走報 劇情簡潔 雖然之前已經唸過了 不過我唸也是為了要再 激起我的一些記憶 好的 法蘭西特拜周報故事 描述在虛構的20世紀 一家駐法國城市的美國雜誌 將一段又一段的精彩故事 放送給世人 該片為好萊塢 讀書一字的風格名導 威斯安德森 威斯 威斯 所指導的第10部電影劇片 每次出手便成為影壇經典 其獨特的拍攝手法及風格演繹 往往能號召一票巨星前來朝聖 秦力演出安德森所塑造的奇特角色 新作同樣吸引大咖引進加入 包含新生小生的技巧人體摩西下的沒 金獎以後習得法蘭西斯麥朵曼 金獎以後 金獎引力安卓布洛迪 布洛迪 布洛迪也來 我知道了 好想起來 金獎得主 利達史雲頓 金獎得主 班尼西歐代托羅 還有比爾摩瑞基金球獎引地歐文貝爾森 勢必成為今年 獎記的熱門巨作 他有入圍嗎 好像沒有 奧斯卡 一向都沒入圍耶 我當時有一點點為他打包不平 沒關係 我還蠻喜歡的 對那個 因為最近迪士尼家已經上了那個 維斯安德森的拳擊 你知道嗎 因為維斯安德森的東西其實之前都是在福斯探照燈 發行的 所以那個福斯被迪士尼買掉之後就 你在迪士尼家就可以看到維斯安德森全 幾乎拳擊 那個 好像狐狸仙超級狐狸先生在HBO 其他的部分那個幾乎都看得到 好吧 那 呃 陳佑除了那個什麼 法蘭西特派週報之外其他的 看過他其他的嗎 對啊 嗯 我 其實第一次接觸他是在 呃 這個叫什麼 杜達佩斯大飯店 那我其實上次有講過嘛 對啊 杜達佩斯大飯店我非常喜歡 後來看了全之島之後 欸全之島我覺得是比較 他會比較偏大眾向的 嗯 呃之前為了要去看法蘭西特派週報 嗯 我特地去把前面的什麼 海海人生啊 嗯 天才一組啊 嗯 都給他補起來 還有大 那個叫什麼大吉利有限公司 都給他補起來 對對對 那那你看海海人生跟那個什麼 天才一組 你有覺得有趣嗎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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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心中 目前我白名最高的就是 呃最後的這三部 呃 反而去特派週報 然後 嗯 搭配斯大飯店跟全之島 我覺得這三部是我 目前 在我心中 還是最喜歡的 魏斯安德斯的電影 對 那 嗯 例如說海海人生 例如說 天才一組跟大吉利有限公司 嗯 我覺得這三部就純粹就是 我懂他要玩什麼 然後我懂看他電影的樂趣在哪裡 嗯 其實也僅止於 樂趣而已 嗯 因為他所要講的 其實這三部片有一個 我上次應該有講過 這三部片他們 是 魏斯安德斯在探討 家庭之間的關係 嗯 在一個家裡面 有些人想要這樣 有些人想要那樣 甚至可能還會有一個 呃中年人 他很想要 不顧別人的意見 要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然後通常就是會這樣子 產生很多很多火花 嗯 然後故事就是講說 嗯 那到最後這些人還是要 來辦法彼此理解 嗯 我對於這件事情 比較沒那麼 有感觸 我對於他後面三部片 開始要探討一些 嗯 世界啊政治 之類的一些 或是更 行而上的理念的時候 嗯 我比較可以感同神獸這樣 所以前面那幾部 甚至包括狐狸先生吧 我也覺得說 嗯 就是有趣而已 嗯 然後你可以看出很 魏斯安德森的那個 幽默感 你知道他的幽默感 是一種 我覺得節拍 幽默感 就是例如說 這個人講了講 講什麼話 然後呢鏡頭馬上 PAN到旁邊去 看旁邊的人 然後旁邊的人全部都 呃都無言之類的 然後再PAN回來之類的 然後那個很 很微妙的moment 才會創造出幽默感 或是 柱哥看 本來是特派週報 應該有感受到 裡面有一些地方 他會故意這樣做 例如說有一個人要講話 嗯 然後 一個空間裡面 所有人都一起講話 然後全部的人都 全部都一起講話 有沒有 然後你基本上聽不出來 他在講什麼 下面也沒上字幕 嗯 然後反正就是 那一瞬間會很好笑 因為原本 欸 例如說 欸 演綠巨人那叫什麼名字啊 就是強盜的頭頭 嗯 強盜頭頭頭 艾德華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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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呢 在樓上 然後看到警察在那邊派出廚師 有沒有 就說欸 那個 我們雖然等一下空間 但是我們先派廚師上去吧 你們也餓了吧 這時候 艾德華諾頓就會回頭 會說 他們派廚師上來 你們就是怎麼樣 嗯 後面的人就會全部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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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討論 然後 再告訴艾德華諾頓 可是那那個moment就很有趣 嗯 因為他是故意製造出一個很可愛的情境 嗯 對 其實我覺得威斯安德森 的幽默感是來自這邊 然後你只要 或者他很喜歡營造一些尷尬感 你基本上只要抓到這兩點 你是可以去感受那些樂趣的 哈海人生跟 大吉林 然後天才一組 這三部也是我覺得 我主要是在看這些 嗯 在看他營造一個很很有趣 然後很 很讓人覺得 欸不知所措的情境 嗯 嗯 怎樣 還有嗎 所以我很好奇 那 路哥對於這三部片的印象是什麼呢 嗯 我問你其實只是因為那個什麼 我那天看完 蘭西特拜周報以後 我覺得欲罷不能 所以我就在 把海海人生給他再補了一次 你知道 喔 對 看完以後 我那個時候覺得威斯安德森的一個幽默感 我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然後呢 過了幾天 因為我在跟我朋友聊 對 跟我室友聊聊聊聊聊 然後他就說 他的東西也不錯 因為他我是有不是一個常常看電影的人 他還是滿大眾向 所以就變成我 一直在說服他 然後他就有點難進去 你知道 要拖一個人去看 維斯安德森真的不太容易 對不對 真的真的真的 對但他還是有看 但是他好像沒有到特別喜歡 但是有一天 我們在看另外一個東西的時候恍然大悟了 我發現維斯安德森的風格從哪裡 你猜我在看什麼 台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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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大家很熟的東西 好 給個方向吧 Youtube Youtube頻道 Youtube 應該不會是浩浩吧 不是 好 我揭曉 哈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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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常常會做一個限制什麼什麼 在什麼什麼時間 然後大安的 存在 大家在上班的時候大安區的人在幹什麼 對對對 想起來 威斯安德森的東西就那個樣子 他去訪問誰誰誰誰一棵種樹的人 我每天都過來澆水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表演一下 對對對 對 海海人生就這樣子啊 對 對 對 海海人生就這樣子啊 海海人生就這樣子啊 比爾末瑞有沒有 比爾末瑞有沒有 那個時候我那個 過來很得意 你知道我們要去補一個叫做魔鬼魚的 你知道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猎豹殺 你不知道 太厲害了沒看到 這樣子 然後還有什麼 我們那個時候現在帶這個潛水鏡 我還記得比爾末瑞有個最急吧 潛水鏡 這個潛水鏡 這個潛水鏡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個人給他一個很棒的設計 我在裡面安裝耳機 我們就可以在潛水的時候聽音樂 然後就放音樂 然後大家在那邊 直接在鏡頭裡面演 他才就是這樣子啊 對 他會 他就採訪 他會去採訪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會開始講一些你 讓你非常異味的價值觀 然後可是你你聽他講一講 又突然間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 然後那個人好像因為被採訪很高興 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這樣子 然後可是然後你不知不覺出來就會發現說 原來 那個什麼 你的日常生活有這麼多奇人意識啊 然後這個奇人意識他的日常生活 還蠻可愛的呢 然後比如說他可能會跑去那個什麼龍山市去訪問一個 那個什麼那個那個時候不上班的人在幹什麼 然後這個人就會講說 我平常都去打蛋豬 你知道 你們會出現羅女看很好看 嘿嘿嘿 然後這就畫面 然後攝影機就突然間 然後那個羅女 然後在拍 威山德森就玩這個 所以我那時候 恍然大悟 維斯安德森的東西是什麼 採訪 他說東 他說做的東西是採訪 是一種 扭曲的計時 扭曲的計時 設定風格 你知道 就他突然間可能發現了 那個 好平常採訪新聞的一種 荒謬感 然後他把那個荒謬感最大化 但是 維斯安德森很會做 很奇想似的東西 但是他做奇想似的東西 會突然間把他做成一種 好像是計時攝影的風格 但這個計時攝影的風格 裡面充滿了荒謬 對吧 海海人生是不是就那個味道 他是做他是一個拍紀錄片的 有沒有 然後你大一聽到拍紀錄片 好像很厲害 就裡面人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會故意到裡面的人畫面變得奇怪 你知道 他可能說我們那個什麼誰誰誰他這個時候 他會先介紹這是我們的攝影師 然後兼廚師 然後他就邊做菜 然後接下來說 就是我們場記小妹 然後那個場記小妹 都都上空 就沒有穿內衣 然後就每天都在這邊 然後就 可是他好像非常習以為常 讓 然後我們的那個什麼 船裡面呢 有散溫暖這樣 然後想為什麼會有 但是他就非常理所當然 你知道嗎 就是 他有點把我們逼著 我們要再看某個新聞 我們每次都會在新聞吐槽 那好可憐 你知道嗎 但是 裡面的那個什麼 裡面的新聞 那個什麼採訪會 理所當然 而且會講屁話 我們最常在台灣的新聞聽到這種的啊 你知道 那個甜美的表情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一個大媽走過來 你知道 靠北媽媽那甜美的表情 但是那個 採訪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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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寫的那個稿子 就這樣子 對不對 那個什麼 然後 然後 就有一個人過來 就跟你的審美觀差很多的人 這樣子 然後他說那個什麼 旁白說他很甜美 靠北那那裡甜美 然後 這個新聞就會做得超好笑的啊 對 然後哈哈台事實上 就有一點點 故意又冷靜的 那個什麼 口吻 然後再講一些 然後再採訪一些 很荒謬的事情 但是他偶爾會 吐槽一下 那個是我 那個反而是我覺得他還不好 我覺得那個不需要 他只要沉浸的讓這個東西出來就好 他不要再多加那個東西 這好 OK 好 這就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發現的維持安德森的風格來源是 什麼 一種牛一種那個什麼 一種幽默的 計時攝影 然後故意 故意把事情扭曲 然後你就會突然間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 你突然間很想看嗎 對 然後呢 我覺得法蘭西特拜走報 有一種風格 你知道 他跟半評書 葉未美的風格有點像 就他非常喜歡講故事講講歪樓 真的很像裡面有一集是 好我先跟沒有看過人講一下 凡西特拜周報基本上 你可以把他當成是一個 會動的人演出來的話這的感覺 他就是會有一個人在講故事 就有點像是 大家在那個時候 你可能小時候去圖書館 然後會有講故事的老師 然後那個什麼 各地講 拿著繪本 然後跟念念故事給你聽的那種感覺 你就是你就是進去看這部片的時候 你就 這種感覺就好 就是會有到從前從前有一個誰誰誰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他就是用這種口文在講法蘭西特拜周報 就說誰誰誰誰然後那個從什麼時候就到哪邊 然後他就決定設定一個報紙這樣子 然後他都會養這些 坐著 然後這些坐著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有風格 然後那每一個 他們每一個人的房間 都很像那種繪本 那就是完全我覺得他厲害的點就是他把那個時候 室內的那個排版 排到看起來就像是一幅一幅畫一樣 那比如說歐文維爾森的部分 他就是一個喜歡騎腳踏車的人 然後他的房間就會有一個腳踏車 應該這邊嗎 然後他就 掛在那邊 然後他脖子上面 掛兩個鞋子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桌上還有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他的那個單眼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平常是應該是常常騎著腳踏車出去的這樣子 但是那個畫面不會刻意的給你特寫 他就一個遠景郎景這樣子 對然後郎景就 那個那個郎景 然後他每個東西白白白白白白 然後你就會 你就是要把你可以把它定格下來 然後看細節 對他的有趣的點就是他是把場景做的很可愛 然後讓你去看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他每一 呃法蘭西特派週報 用那個繪本嗎 然後他就事實上他甚至把他每一張節都講清楚 第一張什麼什麼什麼然後第幾頁到第幾頁然後都說出來這樣子嗎 所以他前三十千叫什麼 就是什麼法蘭西當地人文裁縫 那個很短很短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因為這個東西的作者是歐文威爾森 所以就有歐文威爾森來跟大家介紹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場又一場的簡報 這輪到輪到這個作者就有這個作者跟你講故事 然後這個這個作者講故事的方法 可能都不太一樣 像歐文威爾森就會變成他前面會有好像在劇場一樣他是騎一個腳踏車這樣然後旁邊會有車子跟他一起動這樣子 然後 如果是 地打死云頓吧 應該是第二個 就是那個畫家的故事地打死云頓的部分就是一個他好像是一個那種 在講課的人一樣 後面一直在打POPP 在打打那個什麼 打那個簡報 打那個投影片 然後有時候還會突然間歪一下 不小心拍到放到我裸照 對不起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什麼另外一個人的故事就是 完全是口述的 還有那個什麼那個黑人 記者他就 就完全用一種脫口秀的訪問方法 就坐在那邊訪問就是總而言之他是每一個作者的方式都是一種不同的那個什麼講故事方法 對啊可是每一種講故事方法你就會發現喔 維斯安德森他的風格挺多變的 他每一次玩然後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那個什麼戲劇風格在裡頭 你等於是看了大概五六段的短劇啊 然後五六段短劇呢 互相不相關 但到最後全部都連貫在一塊 所以有些人喜歡說他鬆散但是我其實覺得也沒有什麼鬆散 因為其實以前 大家不是很喜歡看那種那個什麼台北電影節的那個十加十那樣子的短片集嗎 然後集結成一部長片嗎對不對 然後他們但是他們所要講的事情可能同時都是一個主題這樣但他們會各自詮釋 然後你就有好幾個故事可以看啊 法蘭西特派週報就有點這個概念啊 對 然後呢我覺得 如果你 呃 觀察力吧我覺得這是觀察力問題啊 就是如果你是喜歡看會本 然後你喜歡對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情 覺得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那個法蘭西特派週報你會特別喜歡 因為他很喜歡做細節這件事情 其實在某個情路來看還蠻適合在大一幕看 因為你會看到滿版的那個什麼城市 那可能一開始他有一個鏡頭可能是在講說那個什麼 早上要開始工作然後那個 呃 除那個什麼 樓下的那個服務生的應該是做早餐的那個時候會會端酒上去 然後會端端端那個飲料啊什麼的一盤東西 然後要上去給他們總編輯 可是這條路途非常遙遠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 試著那種他端的很多酒 你會看到每天放很多東西這邊一瓶那邊一杯然後這邊還有煙啊然後那邊還有那個 然後他就放在盤子底下然後就開始走出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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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旁邊以後然後旁邊有幾個小孩子在那邊然後他還罵小孩趕走然後再跑樓梯 跑上去慢慢慢慢慢慢 但是你就會看到這樣子慢慢的走上去慢慢走上去 可是很有趣的你你會一直想要看到走去哪裡 這有點像是你在看那個什麼 看一個人在走迷宮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的細節很多那個人在演的時候 你就要他這邊又趕小孩 然後那邊他要爬樓梯然後這邊這邊樓梯怎麼沒辦法上去他還在 他在爬那個什麼高梯上去 他高梯上去他另外一個盤子怎麼拿他一隻手頂在上面所以你就會很仔細的在看他的 每一個細節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細節就就他在進去的時候之前他怎麼把盤子上面的酒拿起來喝掉 為什麼要這樣然後你就會覺得滿頭問號但是這集他所做的這些小事情都 都很有趣你就會忍不住想要觀察然後到最後你會發現好像沒有特別的理由他就是想要喝而已然後就走進去了 對然後後面像那個誰啊 那個 歐文維爾森的那個什麼 人文彩蜂那一段 人文彩蜂那裡面有一段我覺得覺得特別可愛因為他 就是他為三得生有一點那個什麼偏執到 所有的東西都要在他掌控底下的感覺 所以他裡面有一段就是歐文維爾森他的他的口述 就是 他文章寫的文筆啊就是按照他的文章寫的文筆然後那個故事就是完全要照他寫的那樣子眼 然後他比如他說 啊早上 大家好像都還在休息 忽然間 大家都一起忙了起來 好這句話我們事實上在那個什麼文章裡面好像常常 是常常看到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但是到了威斯安德森的手中 他就一定要 如實的把他演出來 所以那個畫面是怎樣的 就是那種早上知道那真的是早上的燈光 就是那個 那個陽光 然後突然間 大家都忙了起來 哇大家忙起來說所有的都把門一起打開 然後就開始忙 然後就開始了 那你要發派報啊然後他要幹嘛然後小孩子在玩啊什麼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小狗出來散步 那一段超好笑的 就只會看到旁邊有一隻小狗這樣 然後從這邊走出來這樣子繞圈 然後再走出去 然後 我看那一段的時候就嘴巴就養起來你知道好可愛啊 就是 所有的人突然間一起忙起來但是好 的那種感覺就真的有一種可愛的感覺 然後而且呢因為 他會讓我想到我現實生活中遇到了一些 無聊小事情 那為什麼你知道我在大學的時候真的有遇到一個 每天下午三點會出來跑操場的狗 那隻狗是 都沒有人養的就是大家就在學校裡面會到處亂跑 對然後就是那種毛毛小狗然後大家可能平常會覺得很可愛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管理員會餵他什麼 然後我還記得就是他大概真的是每天下午三點禮拜 然後 然後 會出來直接在那邊繞操場這樣前進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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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本來沒有發現是我的同學跟我講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一起拍 這個正好的 我覺得有趣的點 那個時候正好在練習 拍 拍那個什麼線性剪接 就是我們在拍一個劇情片這樣子 然後 我還我還記得我在剪接的時候一直 一直撿到那隻狗繞操場 畫面 就前面的演員在演戲 然後 就是 我們NG很多次 你知道但是我就可以從NG的後面就看到狗經過狗經過狗經過這樣子 然後就知道說 他又繞回來 然後就想 這搞什麼回事呢 為什麼他 他 你這個強迫症啦 但是又覺得 一隻小狗狗 他沒有 他人生沒有一個真正 非得要繞操場的一個理由 但是他 選擇在下午三點去繞操場的時候 我會不由得覺得這件事情的編值有點可愛 維斯安德森的那個戲就是有點這一種味道你知道嗎 跑上這個早上清晨大家一起忙起來 就開始在那邊 然後接下來說這個城市 非常的忙碌 然後他就一邊騎腳踏車然後一邊跟鏡頭講這樣子 然後走一走他也顛簸了一下然後就掉下去 然後就摔到底下去這樣子 路上 那個什麼 旁邊會有一群 惡同會準備要嚇旁邊的大人沒有理由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大人走過去 然後跑去小 嚇到走掉 就等於是講什麼就演什麼 可是講什麼就演什麼都非常好笑 很可愛 但是那是前面第一部的那個什麼就只有 歐文威城那段 表演方法 因為他演完就沒了 然後接下來呢就進入了那個什麼比爾末瑞這個總編輯的每一批時間 你一定要用那麼多張子嗎 我要用那個張子 對 那個時候因為這樣才是這個城市 然後接下來比爾末瑞還說 以後面這一段可以刪掉 然後 然後 歐文威城 因為這一段跟內斷重複 那一段特別短 我覺得 那一段很可愛 然後 就是每一 他基本上有一個邏輯 你知道嗎 就是他演完了以後 接下來就會進入總編輯 時間 稍微評判一下 你這個 一定要這樣子 寫好長 這樣子 不管 你那個什麼你要是三 我就跟你拼命 好吧 過去 對所以裡面的好幾幕都是這樣子玩的 對那可是我沒有像像陳佑那個時候可能是那個時候我覺得你是心情的關係 你會那個什麼覺得好像這部電影好那個什麼好像在 在那個歌頌這些那個什麼創作者們什麼之類的 但我其實覺得沒有啦 我就是覺得只是他想要講好幾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這這些人這些人都有一些古怪的脾氣 然後這是他就他又善於把這些古怪的脾氣呢 把他最大化出來讓你這樣讓你感覺到這個古怪的脾氣的可愛之處 應該 應該是說維斯安德森的作品裡面的角色幾乎每個人都是古怪脾氣的人 就是每個人都有些奇怪的怪癖 然後他都有辦法去把他 把他解釋的就是把他詮釋的讓你不由得喜歡這個人 對就是比較卡通話一點 但是這個卡通話又不是那種迪士尼式的東西 就是一種那種他比較文學味 就真的有點繪本風的感覺 然後就照著演出來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他的手手裡面那個時候這些人 能夠照著那個手演出來然後那個又很很真的很有繪本裡面的感覺 我其實覺得是很厲害的因為他是有種精準的控制 因為一般 其實這一這個是 這幾年 你可以感覺到他的技法越來越純熟 在海海人生的那個時候還比較沒辦法 你可以感覺到他很想要做什麼事情但是 可能在那個環境有點難 像裡面有一段怎麼那個他可能跟著比爾末瑞 在 鏡頭在動 就比爾末瑞走然後攝影機就到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 這個鏡頭 本來應該是非常想要拍平面 喔對對但是那個鏡頭可能沒有辦法真的平平的拍他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好像鏡頭好像會在 45度角這邊 先拍45度角貓慢慢的追追追追追追然後到裡面幾乎要平了 然後接下來的才才跟上去 可是現在的維斯安德森一定是一定是平的 一定是一定角色從左邊走到右邊的為什麼 因為那樣子這個畫面才夠平面 夠看起來像會 然後他其實一直想要詮釋那種會本的感覺 但是海海人生那個時候 還沒有辦法真的做了 這麼的精準 但是海海人生有真的成功做了一支 做了他們的船的剖面圖 好就是裡面有一段的介紹他的那艘船 然後你那個時候你每次感覺起來 他好像認真的講事情的時候他接下來又開始胡蘭 但是胡蘭就是因為他也認真你知道就是比如說我們這邊 這邊怎麼他剛剛我剛剛講他這邊有那個手有三溫軟 然後下面呢 我們還那個什麼 設計了我們還僱用了兩隻海豚 在旁邊幫我們巡邏 那個是什麼你知道那有點像騙小孩就是小孩 的童趣你那個時候可能有一個博士啊什麼海洋專家 出了一本書啊然後 他他做這個圖解然後所有的孩子們看了以後都很像 我好希望我的船外面 有兩隻那個海豚能夠幫我們那個什麼看船的旁邊 然後他還跟他聯絡這樣 但是接下來就會有一段話有一場戲就是 比特末瑞在那個什麼電博士裡面 然後在那邊說 這個 他不知道海豚到底要跟他講什麼 有沒有辦法指揮他 他根本不聽我的話 但是為什麼因為他就是 小時候就是覺得他一定要做這樣子的東西出來所以 他有多少錢他是真的做 但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用沒有用 但是在裡面還有一幕是 他是還看從那還真的有有一度是做到 就是他的歐文維爾森在跟那個什麼 你那個一個來採訪的女記者 在那邊親親我我的時候 然後正好海豚 頭上帶著攝影機遊過他們的那個什麼 的倉房然後看到 拍到 然後正好別人莫瑞經過了 監控室然後看到了 海豚的頭上的攝影機拍到歐文維爾森在跟 那個記者親親我我然後那個什麼比爾莫瑞就生氣 為什麼 我先對他感興趣我想把他你怎麼為什麼你要先追他 可是那個那個關係超扭曲的為什麼 因為 因為歐文維爾森在片裡面演一個比爾莫瑞 失散多年的兒子 然後比爾莫瑞那個什麼 想要把他當孩子養 可是當他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懷孕然後又漂亮的 記者的時候他對他感興趣然後聊他 然後還跟歐文維爾森講說我很喜歡他就歐文維爾森 自己私底下跟這個記者有那個時候有曖昧 然後結果爸爸非常生氣 然後他生氣的方法很像孩子在鬧脾氣 然後然後 然後聊女孩子的方法也很奇妙 然後可能說 是展示這艘船的 是展示他那一艘船有多麼厲害 然後他就跟這個記者就坐上這個氣球 然後下面那一群船員就必須要把那個線綁在 綁住那個這個氣球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 有一個私密空間坐熱氣球 然後然後比爾莫瑞就覺得 這樣子這個女的一定 會被我把道他一定會覺得這樣子超浪漫 可是女的就超想下去 就是 這裡面有充滿的 有充滿的非常多莫名其妙的好笑的事情 但是你要有那個 你的波波長要對到這個 我老實說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你只要用看哈哈台的心情去看 海海人生就真的很好笑 對是一種冷 是一種冷漠的一種幽默感 對好吧 那另外回到那個什麼 回到法蘭西特牌周報 其實法蘭西特牌周報每一段故事都挺可愛的 像是那一段那個什麼 死刑犯到死刑犯的那個藝術家這一段 那一段 其實有趣的點是在於他在玩衝突這件事情 一個殺人狂 一個一個那個精神有問題的殺人犯結果 他是一個畫家超厲害畫家 但是他為什麼是一個超厲害畫家 他覺得人生太無聊 他在他在房間裡面是那個早他在監獄裡面已經無料到北天喝漱口水 為什麼他然後就當接下來他決定要去畫畫的時候 然後那個什麼玉竹啊 那個女生雷亞瑟度吧 雷亞瑟度 雷亞瑟度就 一個冷面的那個女生 長得很美但是那個很兇 也沒有算兇啊就是有點像納粹女惡魔那樣子的人 就有點像以前的那種剝削片裡面的那種那個女玉竹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真的剝削他沒有真的打打男的或是什麼 但是他看起來就是一部 很冷漠然後男生都要聽他的話的那種樣子 然後 那個什麼女玉竹啊 同時是那個藝術班的老師 然後要他 跟大家介紹 介紹自己 然後這個那個什麼 班尼西又帶脫了 可不可以省略 不准 反正就上去說話 隨便說點有的沒有都可以 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 但是他上去以後真的講真心話 我已經無聊到每天都喝漱口水 我開始覺得我應該要做 做一點事情 要不然我可能 就真的喝漱口水 然後他們就開始每個人就開始畫 就開始做自己的創作 然後裡面那一段創作接下來就是 根據這個什麼簡報嗎 根據這個作家的簡報的說 本來呢 應該是沒有什麼 但是呢 好巧不巧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那個藝術建廠家 正在坐牢 然後鏡頭就 就變成是從他的那個角度開始 用那種攀的 你知道嗎 他會這樣子 有點像是那種那個什麼 手機在那邊滑 你知道 從右邊滑到左邊 又從外面滑 所以就一張一張一張的那種照片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想像一個場景就這樣一直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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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次一滑 然後都是一個 那個 囚犯的一個 一個創作 然後就等於是每次都看到一個創作 但是呢滑到第三章的時候 你看到不是 你看到是一個 玉珠站在那邊的臉 無聊 看起來也蠻藝術的 然後最後就滑到了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藝術家那個建廠家的後腦勺 然後還看那個東西 然後他就決定要進去裡面然後跟他 那裡面對話都超可愛的 因為他就決定要去跟那個班尼西要戴托羅那個 簽合約 然後他就說你的東西多少錢 賣我 然後 我不賣 對話很好笑 對他說你絕對會賣的 你那個手不賣就不是藝術家 然後那個手 賣 然後那個後面 裡面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興趣 就是他給他吃的東西 那給他吃的東西然後當你又再托我就 分享給那個女豫竹 這個女豫竹然後要怎麼分享給他鐵門打開來你知道 然後出現女豫竹的臉 然後把東西放在他的嘴巴然後他就開始嚼 這個畫面就是 所有的人都能冷的但是那個畫面都很荒謬 然後這個畫面本身又呈現出一種可愛感 然後接下來裡面開始就他終於當你修代托羅終於答應要賣他話 你要賣多少 我說 18支燕吧 這個監獄裡面就是 就是那個手就是那個手只有煙這樣 所以他腦袋裡面就真的就只有那個東西而已 然後把你修代那個手這個藝術建廠家安卓布洛迪啊 就說不不不不你不要用這個 不是不要用那個監獄裡面的那個幣 我這麼說好就那個手就是賣你 我先幫你出幾十萬來買這個東西好了 我先給你訂金 那那個什麼我要先給你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東西 訂金我要先給你訂金 對 但是他拿訂金是給他也是給他煙 因為他手上也沒東西 所以就是口袋裡面有一堆那種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什麼 巧克力糖啊什麼東西給他這樣子 這就是你的訂金 對但是過幾天我出雨後會回來拿這樣子 然後回來拿裡面那場戲也很好笑他就把那因為他因為班尼西歐帶頭我畫的東西是非常抽象的東西 對當他把那個抽象話拿回去給那個其他的夥伴的時候 夥伴幾個老人就這樣講說 我看不懂啊 是我太老了嗎 安卓布洛迪對還針對每一個老人我所講的話每一個都有回應 我太老啊對你太老 我太老了 是我看不懂啊 重點不是看得懂看不懂 但是我的很喜歡 對 這說好的話嗎他說 重點不是好不好 你想錯了 沒有我覺得安卓布洛迪在那那個時候講的一段話我覺得很有道理 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是現在所有的那個文青們 或者藝術建賞家人都應該要 當被當頭棒喝的一段話 他說 我也看不懂 但是呢 這個人 他畫了另外一幅東西 這個是他就拿出另外一幅畫 是他在紙巾上面畫 那個什麼美的小鳥 對完美的小鳥 那個時候的取名真的很好笑 完美的小鳥 然後 完美小鳥一拿出來 然後旁邊說 哇這隻鳥畫的真美啊 可以給我收藏嗎 然後安卓布洛迪不行 但是他就繼續講下去 然後但是他就繼續講下去 那個就是他畫完美的小鳥說旁邊的那些那個時候老家我們全都愛的不得了 你知道嗎 然後安卓布洛迪說 我 看不懂他現在的作品 但是呢 他隨手就可以畫出完美的小鳥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他本人呢 覺得 覺得 這一幅畫 這一幅抽象畫 比完美的小鳥更好 我選擇相信他 你知道嗎 你們也應該相信他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必卡索要畫出 亞維農的少女之前 他必須要先畫出 非常精緻寫實的畫風 然後接下來他就可以亂畫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先讓大家相信你超厲害 然後接下來你亂做什麼東西 大家都會覺得你超厲害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 安卓布洛迪是不知不覺告訴你 現在的那個什麼藝術 來源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面 有好幾段就是在講說他創作 安卓布洛迪在創作的時候陷入瓶頸當中 但是後來就是終於做完了 終於做完以後那個時候他就帶了一群名流進去裡面嗎 然後那一段戲也很可愛 進入一群名流裡面進去裡頭的時候呢 然後呢 就發現他在牆上 我發現他在牆上的時候然後 他就很生氣然後那個什麼要要打安卓布洛迪 安卓布洛迪這時候突然間發出財狼般的DL 那時候財狼般的DL是因為 那個什麼這個安卓布洛迪就是 事實上他是一個瘋狂殺人狂 就是他其實什麼在外面其實 扮演那個什麼就是 做一成不變的事情做到一陣子 突然間發瘋 然後把一個人那個什麼 把一個人直結 把就活生生把一個人殺掉然後把他粉絲 然後到後來人家那個什麼要 到後因為他精神的確是有問題 到最後他要那個 要假釋的時候人家還問他說 有什麼你那個什麼你你有什麼話說嗎 你 關於殺掉這兩個人你有什麼話說嗎 然後安卓布洛迪還滴滴的說 他們死有應得 你知道嗎 安妮希要代多了嗎 對 啊怎樣 安妮希要代多了 安妮希要代多了 就說他們死有應得 很搞笑的是 好像已經沒有轉換了因為 那個畫家已經講說他們死有餘辜 然後這樣講就不可能被假釋嘛 旁邊 那個 安德林布洛迪他好 他很希望畫家出來 然後趕快舉手說 請問有有沒有發言 觀眾發言時間這樣 就像婚禮一樣 可以 說我不同意 然後法官就說沒有 沒有 然後安德林布洛迪還硬要擠出來說 那個 我覺得他是藝術家所以呢 應該要給他一點特權 讓他可以出來 接下來要上一個字幕說 這個畫家以後再也沒有假釋的權利 沒有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每一個畫面都是很可愛的東西 幾乎他每一段 都會讓你有點 微微一笑 那我其實覺得這是維斯安德森騙子騙子的那個什麼 魔力 他沒有他看安卓波里的看那個維斯安德森的電影 沒有無聊的時間 幾乎每一個畫面都都很有趣 但是呢你要你還是要回頭講 你的波長 要對到他 你必須要調整你的心態 說我現在是在看一個繪本 然後他在跟我講一件很可愛的小事情 就這樣子就好 然後呢 你你如果不能夠 理解要怎麼樣調整 你就想像你在看艾蜜莉的異想世界的前面三分鐘 的那種風格的東西然後 也100分鐘 那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前面不是要講艾蜜莉小時候嗎 然後是就一個旁白嗎 艾蜜莉小時候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 爸爸 然後在小的時候那個時候 那個診斷他的 然後這個小時候小艾蜜莉因為 很久沒有看到爸爸 他的心跳非常加速 結果他的爸爸 以為他有心臟病 然後 從此以後 艾蜜莉就沒有辦法再上小學了 就大概是那種感覺 然後接下來 有一些那種怪事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那種 很威威道來 你知道 然後在艾蜜莉10歲的那一年 他的媽媽帶了他出去 結果這時候 上面有一個人跳樓 然後接下來就演跳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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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那種風格 然後 維斯安德森的片 就是一直是這個樣子 對所以 以前但是在那個時候 艾蜜莉一小事件裡面就是 他可能頂多就是 一個五分鐘 然後也這樣子的故事給你看 那維斯安德森就是演100分鐘 就是以他的那個什麼他的功力他就是那個什麼幾乎讓每一個 每一個畫面都都玩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老實說啦就是 哇 該怎麼說呢維斯安德森之後每一部片啊 我都會非常 非常期待 從那個其實我也好一陣子沒看他 但大概就是從犬子島開始 因為我之前在看海外人生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年紀不夠大 就是我還沒有 波長沒對到 我幫他到底要幹嘛 所以我那時候對不到 對不到那個品 那可是直到犬子島之後我覺得我比較能夠理解因為 其實犬子島是非 應該是說維斯安德森在做犬子島的時候 你你可能因為他不是真人眼的所以你就可以放下那種感覺你就知道說你在欣賞一個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對那 所以從那之後再看他的那個布達佩斯大半天 大半天 然後就會發現而且布達佩斯大半天的那個時候他把東西擺的更加的 像會本 所以你就會更更覺得他不像真人 所以當他覺得不像真人說你的你的那個波長就更容易調整到那種感覺 因為海海人生那個地方就還有 太多 真實的電影的那種演法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你這邊不是應該要 做比較一般電影 真人電影應該會有的事嗎 你就比較不會在 那個時候覺得好像 我應該要 以一個看那個什麼創作的形態來看他 你知道嗎 對 Alright 好啦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他 從布達佩斯大半天之後比較 更有名氣一點是因為我覺得從布達佩斯大半天之後 他的故事 這部跟全之島 好 布達佩斯大半天跟全之島 比較有所謂的故事主線 如果你如果回去看台海人生 或是天才一組的話 他們故事主線 不是很明確 你沒有辦法用類型片的方式去看出說 他們要幹嘛 那就變成說 要用你的方式去看說 我是在看一群很有趣的人 在做 這些事情 我知道有一個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布達佩斯大半天跟 法蘭西特拜周報 都有一個幫助觀眾進去看的方法 叫做旁白 海海人生跟那個什麼天才一組就比較沒有這種 你就變成你要自己去解讀這個東西 你就變得要比較自己去解讀 然後就去觀察 比有莫瑞在幹嘛 那你在解讀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覺得好像我應該要看真人電影的味道 對那可是不像布達佩斯大半天那種他是有一個 老的那個什麼老人來講說他小的時候 在當那個報那個什麼 就是本筒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所以你就會覺得就你就會隨著那個人的 講故事方法一直帶進去 帶進去 這樣 我覺得這是 布達佩斯大半天跟法蘭西特拜周報 相對的比海海人生好入的原因 大概就是這樣 我 對 這邊說回來啊 剛剛說 觀眾可以 用很多種方式去理解一部片 這件事情 你看 我看完然後出歌看完之後 我們兩個也是各自提出了 你如何去 proach這部片 你如果去 看待這部片或這個創作者 像 我的方式就可能 我講啊 為 我剛好 不過才有對到 然後加上我跟我那 中文系朋友 我們就 想 可能比一般大眾更善於去閱讀 電影一點點 對我們來說 哇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小橋段都 指向我 我上次講過的 我認為這部片的宗旨其實是 威斯安德森在建立一個 那個他的理想世界 他在歌頌這些人 對我現在還是這麼覺得 像剛剛 出歌講到說 那個編輯跟 歐文威爾森講那段話 這段話就 我覺得就很有意思 就是 葉爾莫瑞跟他講說 你這些 好像有一點類似 什麼妓女啊 什麼公廁啊 這種 好像很不雅的詞彙 你要改掉 歐文威爾森說 我不改 因為這是我覺得 我 來表達這 城市最好的方式 對於一個編輯來說 OK我尊重你的表達方式 他又提出說 那你接下來這段重複了 你要刪掉 這就已經不是 說我要表達這 城市的方法了 而是 很純粹的寫作上的技術問題 這時候 這作家也接受了 你懂嗎 編輯跟作家 彼此是互相尊重 他們的專業的 然後彼此願意接待意見的 這是一個 很棒的 普通的關係 你看他也是在 告訴你說 一個 理想的 作家跟編輯 應該是這樣子互動 其實後面 剛出國有說 後面基本上都是這樣 就是 例如說 一個故事 他去 一個女人 去採訪 或是啊 地達史雲頓 他去採訪 畫家啊對不對 然後就寫出來 這個文章 他們 可能還會結算說 你寫這文章的費用 你怎麼 跑去 很遠的大飯店 然後住在 在那邊 然後我怎麼還要報仗 說 因為當時我跟這個畫家 有一頓 羅曼史 不是在那個 不是在那個飯店 我便有夢裡就要吐槽說 可是你用的是我的錢 去住那飯店啊 你自己明明就有桌子 你可以在這邊寫作啊 然後最後還是探一口氣說 好啦 那個旁邊的會計 你就把錢送給他吧 對不對 他在告訴你說 他理想中一個 編輯也是可以在這方面 很大方 然後去尊重一個 作家的 寫作的癖好之類的 對 我記得上次 我講可能講 歐文維爾森那段講的 比較不好 是 我後來想到一個 很好的解釋方式 就是說 為什麼 當你要傳達一個 意想世界的時候 你要先跟 一個 風土民情的一個考察 我最近在聽瓜吉的直播 瓜吉常常會在直播裡面講說 他對於台北有很多 想像啊 他覺得 這個市政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推 那跟他的政治理念有關 另外一方面你會發現 他在自己的頻道上面會做 所謂的 孤獨的美食廢人的時候 我看到他 告訴你說 在什麼地方的什麼小巷裡面 有一間很好吃的 餐廳或是一個 例如說一個小便當店 然後他去裡面 跟這個老闆的互動 發現原來老闆是一個好玩的人 然後呢這個 小便當店可能也有他存在的一個 獨特的價值 後來想到一個 很好的解釋方式 就是說 當今天一個政治人物 他會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真的去 愛住這座城市 然後真的去走訪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跟這裡面的人接觸 他愛這個地方也愛這些人的時候 你才會相信 那他在講的那些 什麼市政理念 可能才 更有可信度 如果今天是像我一樣 一個是災難 然後每天過在宿舍裡面 然後只會在那邊講大話 講說啊我覺得台灣應該怎樣 那你們一定不會相信的 好 你的意思是 你要讓人家 那個什麼 更加了解你 跟認識你自己的日常 然後或者是讓人家發現 你好像有在觀察 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當今天 因為 我剛剛不是說嘛 其實 特派周報已經有點觸及到 呃 史安德森他的 觀 他看待政治 他看待世界的 方式了 已經不是很 前期的那種說 我只想要探討一個 呃 不庇的宅男的內心 或是只探討一個家庭的 內部發生的事情 他去探討政治 世界 他覺得世界應該要怎麼走的時候 他前面告訴你說 我對於 我很熱愛這個世界 我用歐文威爾森的 不是告訴你說 人們應該要如何去熱愛他們的城市 然後 也同樣熱愛這樣的世界的時候 他後面在告訴你說 所以我認為 一個 這樣的世界裡面 一個革命的學生 他呢不會受到暴力對待 然後他呢 可以提出他的理念 說男生應該要可以進入女生宿舍 之類的東西 他告訴你說 我認為 資本家應該尊重藝術家 對不對 我認為即便是警察這種 忙得跟狗一樣的職業 他們也可以享受警察美食的時候 你才會去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這是 某一種 可能是 觀眾權是作品的方式 就是呢 可能這部片 你可以像我一樣 發出一個核心之後 你去細讀裡面的每一個細節 剛剛講過嘛 細節很多 每一個細節 你都會發現 欸 你做這個細節 這一段短短的 即便很可愛的 好像沒什麼意義的互動 他也是在 反達這件事情 或是你也可以像 柱哥一樣說 我只是單純看出 這些人互動的樂趣 這就是很 你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去 一切一部片 對啊 啊你 你有這些 不同的詮釋方式 或是說不同的看片方式的時候 你的方式越多 那你可以 容納的 作品 你可以接受作品 就越廣泛 所以我一直 很佩服 柱哥或是馬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好像常常在 節目上講說 我覺得哪部片 很不好很不好 這樣我覺得他又哪裡哪裡做錯 嗯 好像講的是 幹我 最屌所以呢 我呢可以指出他們的缺點 其實沒有 其實我內心深處知道說 我會講 這些話是因為 我呢還太 成熟 我看還不夠多 所以我還 沒有足夠多的 方法去了解那些片 我只能用我現在 僅有的這些 好方式 來看的這部片 就是等於說我只有一個框架 然後我只能用這個框架去 套每一個作品 這樣子 嗯 嗯 所以你看 法蘭斯特派週報也可以有 兩種以上的解讀方式 就是這種感覺 一千個人看就一千種解讀方式 嗯 我自己覺得 那個 嗯 對啊 我要說很 那個 是天高低候的話 各位如果 如果去網路上找一些印評 你會發現有些印評 或是有些評論者 他們很不喜歡法蘭斯特派週報 我就說 法蘭斯特派週報很鬆散 我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把這三四個故事擺在一起 這就是怎麼樣呢 這就是 這就是他可能 想要讀出一個主線跟意義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像我這樣子 正好抓到了某一個 骨幹之後 然後所以你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情節都對上了 他們又沒有那種 賢情意志 像出格一樣說 我單純的享受這裡面的 有趣互動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說 什麼我一直找不到重點 然後你到底要講什麼 然後 好無聊 這樣子 對 這真是太可惜了 因為 我覺得可能真的 我平常 他那個東西 他那個東西 其實是 如果你常常在看一些小型的短片的話 你就會常常在這裡面就是看到很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那種 比如說像笑笑羊 你們有看到笑笑羊嗎 定格動畫 對 對香了 那個他是酷狗寶貝的聽然後做出來幫那個 做出來的短片 基本上就是一群羊在那個羊卷裡面的故事 鬼靈精怪的羊 然後這些羊 這些羊基本上沒有都不會講話 他們講話都會 然後用肢體語言這樣子 然後可能今天只是 那隻胖羊然後今天突然間想要吃東西 然後他就 就闖禍 然後那個像 這個一直叫做像的那個羊 然後他就要想盡辦法他是最聰明的那一隻 他就會想辦法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就是那種很像 其實那個氛圍是有點像以前的那種迪士尼的那種 那個米老鼠 一個短片 然後他要去出了問題 然後他要去解決問題 或是有人要欺負他 然後他整他 什麼之類的 那種感覺 我以為 講的這個 故事是那個 老婆雞 老婆雞也是那個 香的 那個什麼 的聽作 也是 然後他們所做的東西基本上都是屬於這樣子的 氛圍的 所以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就不會 就不會那麼那麼奇怪 但是我老實說我我來做個結結語了 就是 維斯安德森的東西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越看 他跟一般的那個 好萊塢三幕劇的類型電影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你看好萊塢 的電影就是很容易可以猜得到結局 就這個時候該收獻了吧 什麼之類 但是 看法蘭西特拜周報 你真的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結束 所以就很有趣 你知道 這個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我想要繼續看下去 這樣子 接下來是誰 所以他的四五個故事都會讓你覺得覺得 這個好好玩 讓我繼續看下去吧 當然 所以到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你還真的有點依依不捨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你講了好幾個很有趣的故事啊 反正 特拜周報就這樣結看了 還有沒有別的啊 好想看 所以他這個是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能夠給我一個非常愉快的時光 好啦 就是 不過維斯安德森那個時候大家也不用擔心 他接下來好像跟Netflix有合作 就是會在拍一部長片 所以是還是有東西可以看 對人家也還年輕啊 也還沒有到很老 所以那個時候也很棒 就是現在的電影夜事實上有那個時候有資源 讓他持續創作 因為在這種東西 他這種東西事實上在幾年前 事實上超能聞的 不是那麼多人會喜歡 也沒有那麼多人懂 但是他卻能夠一路拍下來 對拍到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認同他了 越來越多人喜歡這些東西 那很好啊 對啊 OK 然後補充一點點東西好了 嗯 來 那個 其實啊 像這種片子有沒有 我最近其實比較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很多片子我想看 可是因為最近比較忙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去看 然後 就變得說 我其實很喜歡看 就像你講的 我看完 我在看的時候 我猜不到結局 有沒有 因為 現在冷靜很常就是 看片的時候 看完之後 我就知道結局是這樣子 然後就嫌他有沒有 就是 可是問題是這種片出來之後 你又去看 然後 太難的片子 或者是 他太發散的東西 他其實本來就是讓你去想的 結果你又不想去想 因為現代人 畢竟活下去就很辛苦了嘛 哪有可能 在花時間去想電影 有沒有 這就是我最近遇到的 就是 我很多電影想去看 就像你剛剛講的 反正雞掉在周報 我上次聽陳友講說 哇 我簡直燙為驚人的時候 我好想看喔 可是那一陣子是有夠忙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有上 我記得有上串流了嘛 對不對 然後又沒想看 結果又擺到後面又沒有共看 他直到你今天就不聊 你是你家 你是你家 OKOK 因為我記得我有看到 因為我現在手上 我現在手上有三個串流在跑 所以有時候拿一個 如果不太緊 又會忘 你知道嗎 也不會好像有四個 算還沒關係 反正就是 這種情況下啦 我是覺得能 拍這種騙行 能夠活下去的人 其實 他們 真的算是在為 為什麼 為自我藝術現身 我加一個自我 我想要加自我藝術 他們想實現的東西 這種東西 在若干年後 一定會有一群 始終粉去支持他 然後他如果能夠繼續活下去 那就表示說 他還能夠撐得下去 但是活不下去 我們就只能把他 歷史看待 對啊 好吧 好啦我只想 我只想想要講一些 就是這一種 最近的一些小感想 創作者們 夠名字 你知道嗎 好吧 至少現在已經有 我這個 始終粉絲了啦 威斯安德森已經比以前還要有更多人喜歡 對對對 像講的威斯克雷文 威斯安德森的東西其實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布達菲斯塔飯店 那一部 應該講那一部算是 以他最近來講我可能覺得算是 口碑跟票房都還算不錯的 對啊 但是後面幾部還是完全走他自己的風格 但是 半分數剛才可以講嗎 那不是那剛半分數剛在念那個人家的那個 那個什麼 簡介的時候其實有講說 他的片子很容易吸引到一些大明星去拍 因為這些東西是可以讓這些大明星 接受到考驗的地方 而不是拍一個 就是這個劇本誰來拍 都沒有差太多 只是看你的明星魅力 有沒有 像我們等一下要講的蝙蝠俠 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羅潘一生 他之前 王目光之神之後其實有說 他其實蠻後悔眼目光 因為他完全被定型在一個 他不喜歡的狀態你知道嗎 所以他後來也努力去演其他 小成本的東西 像燈塔 然後他還要演一個那個 王金燈不叫什麼 他演的是一個 那個 毒販的 的哥哥去把握這個東西 他其實很多東西在考驗 吃素夜狂奔 吃素夜狂奔 因為台灣跟大陸翻譯兩個有點 我不確認要講哪一個 對啊 他其實是有去演這些小成本的 可是這些小成本的東西 又不是很多人會去看他 你知道嗎 跟那個 你說那一部是跟金彩瑞 還有傑森摩摩亞的那一部嗎 還是我記錯 我記得他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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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不是 對啊 那我記錯了 還有一部叫燈塔 他是跟那個 演綠惡魔的那個演員演的 因為我本身喜歡克蘇魯風格的東西啦 所以那個 在講燈塔 因為燈塔是有在講克蘇魯的東西嘛 所以我去看 那一部就 哇真的 超吃電波 你如果 你如果不是吃這兩個演員的話 其實我對演員 演員 他怎麼講 我比較吃這個話題 可是一般人可能很難 你看完之後你說 我剛剛到底看了什麼 而且他是黑白的 你知道嗎 可是你去戲品的時候 就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在裡面 但這種東西真的就是偏小眾 所以這些大明星 其實也還是要靠一些流量片 去讓 人家去 不要說說他存在感啦 去讓他能夠支持接下來的東西 簡單講 他能夠拍藝術片 那他至少要活的下去嘛 然後他要拍到好的藝術片 其實 他也要夠有名才有辦法 對啊 我只是小小的 有點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小小感想 就像這種東西有沒有 對啊 想看 可是我明明是想看的人喔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現實 讓我一直沒有去看 就像《駭客任務》 我也是最近才看的 我其實蠻喜歡的啦 但是我知道為什麼 很多不喜歡 你說第四集 我其實蠻喜歡的 對啊 我知道為什麼很多人不喜歡 但是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對啊 因為畢竟 一二三已經完美的閉緩了 你知道嗎 你硬要衍生出個外傳 而且要在這種 異常政治正確跟種族 還有膚色 還有LGBTQ 還有MeToo 這種這麼麻煩的世界的話 能夠做出這樣東西 我也OK的啦 對啊 我們把它當方塊看 你不要有過度的那個 就像看素環真影師一樣 你不要把過去的東西 你把它成為美好回憶就好 你不要讓它成為一個束縛 你知道嗎 太多人喜歡把過去成為束縛 然後導致你無法欣賞新東西 這點其實比較可惜 小小的 講 OK 好 來我花 雖然不知道現在講這個是不是已經太穩 那個 還是要直接先跳入 蝙蝠俠 然後 沒有那個什麼 本來要想要聊一下那個什麼 看一下 那個什麼 現實主義勇者的 王國蟲 從建基 好吧 稍微 花一點點小時間 應該是 我覺得我大概15分鐘的就講完 因為他現在也還沒演完 OK 看一下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蟲 有人有看過這動畫嗎 我有 有 需要一個人配料 對 其實我們要看很多 像前面沒有位置有看動畫而已 對 看一下 像馬易也從日本 現在日本被埃爾弗利登王國 以勇者召喚儀式召喚到異世界 這個異世界是由超大陸蘭迪亞和其他 島嶼所組成 有人類獸人精靈矮人半龍人等種族 在超大陸蘭迪亞的北部邊境存在著一個魔王領地 迫使形態各異的各個國家合力對抗魔界 目前戰況處於焦灼狀態 埃爾弗利登王國印強國大凱歐斯帝國的 戰爭資源要求被迫實行了一個勇者召喚儀式 說不知既然成功了 這個勇者就是像馬易也就是 有一個從一個日本的高中生突然間就被召喚到他們那個那個什麼那個王國去然後就突然間變成了勇者 可是這個勇者本身是沒有任何能力加持 他是那個手屋 沒有他有一個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活燒靈 對他可以 可以讓自己 分身的那種概念有一點那個味道 好 像馬呢面對王國目前的困境對眾人提出富國強兵的論 國王就此善讓王位給像馬 讓他成為新國王來管理國家並讓自己的女兒 利西亞跟他定下婚約 向馬登上王位後雖然想打理好內政卻有感人才不足 於是對全國發出了為財力招攬各地專才 老實說這一部 他在巴哈姆特現在有還在還在 還在播出當中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看 畫面精美的動畫的話那 這部沒有 這部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落 對我覺得這部片有趣的點是他的故事內容 那個 先那個什麼看過的人 看一下 Briant還是Jimmy 等一下 Briant Briant 來吧你先跟我講你看完什麼感覺 看那個是 有點輕微的後宮 他是後宮沒錯啊 對啊 沒有到那麼迷想 就有一點點 然後他 勇者的角色 跟以往這種 什麼 異世界或鑑魚魔法的又不太一樣 他其實 他本身沒有什麼 特殊的超能力 或是很強大的魔法 他有的是一個 好像操控東西的 但是 只有近距離 然後可以好像把自己的 那個 能量 複製在 某些東西上面 然後 近距離 操控 但是一次好像也只能操控三個 結果 這個 他竟然可以活用他的能力 結果 幫助他 當國王 怎麼用 他還在 戰功 踢功文 對不對 這個還蠻好 蠻有意思 也很現實 而且他當這個 一開始 就是 不是很想當這個勇者 被 召喚出來了 因為他 就是 他們那個 國王 這個王國 就是 有好幾個王國 因為要 對抗那個北方來的那個魔族 魔王領 對對對 然後他是其中的一個 就是 因為他國家 比較 遠離那個魔王領利 他不是在邊界 然後他受到前面的一些 那個 領地的保護 所以他 變成 他沒有出兵 但是他 要出錢嘛 就是有點繳保護費的那種概念 所以 但是 這個王國 沒有錢 好像 沒錢 對 只好 被迫要召喚他 然後想要 把他賣掉 他們 換錢 但是呢 他 有點不想 被賣掉嘛 那怎麼辦 只要應接起那個國王的 王匯啊 然後 我覺得這部 比較好玩的地方 因為以往這種 劍與魔法的 或者是奇幻的東西 都是 比較 沒有著重在 所謂的 經濟層面的東西 好像每個 國家 自然而然就有軍隊 好像打仗都不用錢 沒有 沒有這回事 這部裡面 錢是很重要 要有糧 有錢 你才能打仗 所以他一開始 不是說 就要帶兵去打仗 沒有 還差得遠 他要先想辦法改善他 民生經濟 對不對 然後他要去鼓勵農業 這個超寫實的 超現實的 對所以他 叫那個嘛 現實主義的那個 王國重建計 對 這是有道理 而且他 要去 重建 重建他經濟 他開始就是要 農業嘛 然後 因為糧食不夠 所以他 要想辦法擴張 那個 農業 然後他要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有時候他不是那個 農地會 好像 長出很多樹木 他好像要放火 燒掉一部分 那個 那個專業術語 我也很忘記 反正就是 把那個觀念 現實的 實際上發生的觀念 導入在這部 那個 動畫裡面 喔 你就會發現 這一部 其實他講的 經濟 操作是現實的 跟一般那種 憑空想像的 不一樣 他是很有 現實層面的東西 然後 然後他去招募人才 他招募人才 也很有意思 找一些 看似好像不搭嘎的人 可是實際上好像 到最後都發生用處 他不是找一個 人 他 很胖 他說他的能力就是 只會吃嘛 就美食家 可是他有接種他們 的美食能力啊 就是 去找一些 因為糧食不夠 他就 發揮他的美食家 去找一些替代的東西 替代的那個糧食 然後 正變 然後把一些 平常不肯 拿來吃的東西 想辦法透過他美食 那個 料理方式 看似 不是很好吃東西 也變得很好吃 OK 我就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 然後還有 什麼 會唱歌的 那個 歌雞嘛 最後 大家覺得 會唱歌有什麼了解 可是他最後 把它變成好像 就是他們 就是有一個東西 就是好像可以在 噴水池嘛 就遠距離 可以看到畫面 然後他 把他那個 那個 歌手 歌雞嘛 變成有點像是 公關嘛 然後就要推行正令宣達 可是如果你 一般人 就是 推行正令 的話 如果就是 很那個 貧乎直訴 然後 想的話 可能一般人會 聽不下去 很反感 他就是用 娛樂方式嘛 先吸引你 美女嘛 然後又能歌善你 然後 對不對 然後 再 想了之後 順便 順便 推行那個正令 這個行銷的方式 也帶到那種現實文章 然後 傳達那種訊息 那種大眾傳播的觀念 我也覺得也蠻厲害的 對啊 目前我 看到比較 有印象 大概就這部分 其他可能要麻煩你講 好 這個 陳佑之前有看過銀河英雄傳說 對吧 對啊對啊對啊 那你 你 我覺得銀河英雄傳說 比較有趣的點 就是他 雖然講的是一個那種 科幻故事 但是他 在講的東西 事實上跟現實生活 的那種政治啊 或者是一些那種制度啊 是有觀點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可以有很很容易去帶入到現代生活 裡面 然後因為你會角色 不是在講一些那種 如何 在 政治環境 什麼時候的狀態 以下必須要做 什麼樣的做法 比如說 什麼來 他會開始會 想要去做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讓他們那個地方 本來名不聊生的地方 然後想辦法弄好了 比如說他是去徵收 大貴族的那個什麼的 那個資產 什麼之類 讓他們可以 什麼之類的 其實在那個時候看完以後 我有好長一段時間覺得 怎麼沒有看到類似的東西 還想要看到 除了銀河英雄傳說 還希望能看到別的 然後呢 我覺得 現這一部那個什麼 現實主義 勇者重建 王國重建祭司 我目前看到最接近 銀河英雄傳說那個氛圍 因為他們真的花很多時間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 他前面的那個 好啦 他前面的那個什麼 開場這個東西 我其實不不太 不太在意 老實說是 有點順利的 可怕 但是呢 我覺得其實 現在你在看異世界穿越番 這個是已經是一個套路 但是我覺得套路的有趣的點 以前的異世界穿越番通常都是 龍霸天角色然後接下來努力的那個什麼 過爽爽日子 但是 最近開始出現的是一種 開始玩弄類型 就他穿越到異世界以後他不再龍霸天了 就是你沒有什麼特殊能力那你要怎麼樣 活下來呢 你可能要善用知識 那什麼知識的你的知識他就這時候就會特別去寫這個設定就是異世界的那個什麼人 人事物 跟來先是跟現實生活不一樣 然後可能會他這個主角在現實生活知道一些這些異世界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在異世界取得的優勢 就是有很多這種類型的故事 就是雖然他本身不是 不是靠武力值在取勝 比如說 其實也不只這一步了像什麼異世界食堂 一世界食堂就是一個廚師現在的廚師然後穿越到異世界 然後異世界的那些那個什麼 各種種族人都對那個什麼現在世界人類世界的美食 感到驚豔不已然後就落意不絕還改變了他們那個世界 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深夜那個異世界的深夜食堂 對 像這個呢 他基本上是 在講經濟學 還有統治學 就是他穿越到那邊以後呢 他發現這個世界基本上呢有點是那種 有點像是中國的戰國時代那種感覺 如果以現在的觀點來講就是 其實我覺得最近烏克蘭的事情就已經有點像他們這個世界的狀態 你可以把你可以把俄國當成魔族嶺那種狀態 然後全部的世界要聯合起來抵抗這個魔族嶺然後所以呢他們 造成了一種 假性的團結 因為他們有一致的共同敵人 對 但是呢這個這一群 國家本身他內內部事實上 這些國家本身是有還是有 會互相 想要去侵略彼此 但是有 他們有下一個命令是不可以改變國境線 但是呢裡面也有一些情況是像主角他在的這個國家是沒有加入他們這個聯盟 所以呢 他們鄰國就藉口 你沒有交這個聯盟所以你不在我們的那個什麼國境線 所以我攻擊你之類的 對 對就是 北約的情況有一點那個味道 但是呢這是後面的事情但是這個 主角他進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沒有武力能力的人 他也沒有什麼魔法力 他唯一擁有的是什麼呢 他在 現實世界 他是一個書呆子 而且 真的還蠻 就是我真的覺得那個手已經超越那個高中生的那個智慧 你知道嗎 太聰明 也不是說太聰明了就是他的判斷力太過 太過超齡 就是 我就是很難想像 如果台灣這邊有高中的穿越到一世界 會知道馬基維利 是什麼 然後會知道經濟學這個東西 你知道 很難 很難 王瑞 有啦 馬基維利 高中 客本有 但是他在裡面 他是非常懂 然後而且那個手 開始 活用這個概念 然後 而且他還可以跟開始跟觀眾解釋說 馬基維利認為什麼樣的人應該怎樣怎樣 之類的 所以 有趣的點 首先他到了那個國家以後開始發現這個國家有根本上的問題 因為他經濟 有問題 前面有講的就是因為這個國家繳不出那個 稅供 沒辦法給錢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只好用那個 那個 帝國 要求說如果你繳不出錢 那你要 你要奉獻一些東西比如說奉獻勇者 對 所以他們就開始舉行一個古蹈的儀式 就是召喚勇者 對那其實根據後來的那個 故事是講說其實帝國其實是想要給這個國家一個台階下 就你有你有舉行儀式就算了就算有 你如果沒有成功也沒有關係 就沒想到成功 覺得成功很有趣 但是那個點就來自於這個 他們家裡面那個王族的人就是發現說 這個年輕人好像很懂得統治 就是 既然這樣子的話就讓他當國王 我覺得這一點也蠻有趣的 因為他後面會解釋因為這個國家是母系社會 基本上是由王後來挑選 挑選國王 所以國王基本上蠻無能的就是本來要散讓那個 本來要那個早在在統治他們的那個國王事實上 沒有什麼力量 OK 那可是接下來他當國王又還真的蠻認真 他真的去開始去 開始找這個國家本身 有什麼問題 就哎 你有沒有注意就是他還跟他的那個未婚妻講因為這部片這部動畫裡面常常在發生的事情就是 常常是主角在跟未婚妻解釋一些事情好讓觀眾知道他要幹什麼 比如說他跟那個他的未婚妻用那個 國王的女兒原來國王女兒然後去巡視那個田 然後呢 男主角就問 他的未婚妻說 你有沒有發現 發生了一個問題啊就是我們國家的東西所種的東西全部都是經濟作物 那這個經濟作物只是你只能用來賣錢的 那只能用來賣錢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就糧食短缺啦 那糧食短缺該怎麼辦呢 這個這個然後那個未婚妻就 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那種練舞的一個女生然後 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貴族女 所以他從來都沒有從經濟的角度去想過這件事情 然後就有像馬這樣子那個從現代日本去穿越到這個異世界以後開始用 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這個國家該怎麼拯救 如何拯救這個問題首先這個國家必須要能夠自給自主 他那個什麼他的食物 食糧必須要自己那個 不能夠一直靠著販賣經濟作物然後得到的那個 得到的錢然後就去跟人家進口 那這樣子就是沒有辦法而且那個時候他們常常會因為 某個地方短缺需要某個作物以後然後這一群人才開始搶 那當他搶中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產量過剩 然後產量過剩發生的事情價格暴跌 這個台灣常常發生 哪個時候香蕉缺貨大家就瘋狂種香蕉 然後香蕉出來以後然後就香蕉就那個價格就大跌然後接下來 國軍要幫忙吃香蕉 這個是常常有的事情嗎 對這是所謂的那個農民那個什麼 因為聽說某個東西好像會賣然後就一窩蜂去種那個東西 台灣其實也常發生這種這種經濟狀態啊 什麼不是蛋塔 一窩蜂大家全部都去種這樣子 對 最近有什麼勒 我跟你講最近是五百一的跟那個富潘達 瘋狂 大家瘋狂的去送餐然後接下來這個立刻 這個那個什麼環境立刻就 變成一攤血海 大家都去做這個 然後這個就沒賺到然後這個 被他搞了 搞了一番以後然後 大家都覺得沒賺到就跑度就跑光 像蝗蟲過鏡一樣 YouTube也是喔有一陣子那個時候做YouTube也做YouTuber 也被認為是那個藍海 還有人出書教你怎麼做YouTuber 現在都沒有了 接下來剛剛不來人就有講到他就開始去找 找一些因為那個他發現在他自己目前的那個什麼 宮廷裡面是沒有足夠的人才能夠幫他做 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開始找 然後那就會進入所謂曹操那個時候或之前進到所謂的微財事用這種東西 然後就就然後還真的找了一個非常找了好幾個特別的像是找到一個胖子 然後他就說他是美食家的美食家 那美食家的好處是什麼 到處幫我們尋找新的食物啊 什麼東西可以吃 然後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搭配起來 既然非常美味 那你們去開發新的那個什麼 新的食物跟新的食物來源 然後他還 他還有一個那個有趣的點就是所謂的育英廣播 就是裡面有一個 他們那個世界有一個類似那個魔界的真知晶石的那種東西 只是那個真知晶石那個 在魔界裡面不是那個什麼是彼此互相 像是手機一樣互相可以那個聯絡的熱線的那種東西 但是在這個世界裡面這個育英啊 有一個功能是那個可以讓所有的國民看得到 這個東西 所以就有點像全民 那叫什麼 公營電視台的那種味道 然後他在他在這個世界裡面竟然做出了所謂的公營電視台 然後他開始做節目 今天我們來示範這個食物 怎麼的烹飪方法然後就有那個美食家來介紹這個食物怎麼煮這樣子 然後讓所有的國民開始知道說 這個食物可以這樣子料理然後這樣蠻好吃 然後接下來還破斷 廣告然後就接下來讓那個歌姬來唱歌 然後大家突然間開始感受到娛樂 哇這個國家突然間有娛樂生活 然後當大家開始向我育英廣播的時候國民幸福值上身 你不覺得這部動畫非常有趣嗎 就是他事實上在告訴你要如何 治理一個國家 但是這種東西事實上在 這幾年來 在日本的那個什麼清小說裡面事實上蠻大宗的 這樣還有另外一部就是那個什麼 轉生成史萊姆 轉生史萊姆其實基本上也是一個那個找看 看這個轉生的人如何這個找 把一個村子變成一個國家的過程 只不過呢 我覺得史萊姆的 故事是比較 轉生成史萊姆的故事比較 屬於那種 結交好朋友然後這些好朋友都不會背叛 然後 所以我們會越來越大 的那種 狀態 對然後 可是 現實主義的勇者重演技有一點 把重心放在 如何 統治 就有點玩在玩那種 你有點在看著主角在玩三國志的那種概念 然後但是裡面 也不是 一帆風順 他們會 經過非常詳細的討論 然後來 做這個決定 當然啊 目前為止看到的部分主角是一路 碾平的 因為他基本上身邊幾乎沒有對手 可以跟他一樣 擁有一樣的見識 然後這個見識已經強到讓我懷疑說你這真的是高中生嗎 你至少應該是30歲的人人物應該至少設定成 20幾歲的歷史學者或30幾歲的歷史學者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太 才16歲的話知道這麼多事情有點太誇張 太有偶皮 因為他裡面後面還有一段就是講馬基維利的 那馬基維利的帝王論君王論裡面講還講了一段就是說 君王必須要讓 那個什麼民眾感到恐懼 他必須要威懾 民眾之類 威懾他的手下 然後裡面還提到了 他提到這個統治學的這個過程 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發現打仗的 這個國家有非常多跟他的敵人 互相互通款取的貴族 那如何 這些貴族事實上非常危險 如果你 雖然你在這場戰爭裡面打贏了你的敵人 然後他突然間要決定要這些貴族全部都歸順 但是 這代表這些貴族在之後 如果有新的敵人說他們也會第一個 離開 所以 這個 男主角他的選擇是把這些人全都殺了 為什麼 因為 他的結論是我沒有辦法那個什麼這些人是無法信任他們 所以我決定 那個時候 也不是也不希望到最後的時候他們 會來備自我一刀 我不要在那個時候後悔然後只因為我現在不能 哇靠 還蠻殘忍的 所以這一段的故事事實上 已經有一點脫離的那個什麼 所謂的天真無邪 所以我才會開始覺得哇這故事蠻有趣的因為他們有真心的在討論一些 現實該如何處理的部分然後他們還真的這麼做 然後真的這麼做以後接下來會告訴你這個國家 因此會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之類的 他們有在做這種推理 所以我每次在看他們討論這些內容的時候我覺得還蠻晶晶有味的 雖然啦他好像目前在巴拉姆特 的那個什麼討論不是那麼的熱絡 因為大部分會想要看一些熱鬧的東西 可是他們就一直不斷的在對話 但是我我的我自己感覺是每次他們在對話的時候才是我覺得這精彩的部分 很嗨 這就可以看一下我覺得這部作品很有趣 除了這個以外那個什麼巴哈姆特最近還有另外一部也蠻接近的 我看一下我好像是想要把國家賣掉那個東西 巴哈 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叫做 哎 天才王子的赤字王國重生數 就是這個國家欠債欠太多 要如何讓 對要如何讓這個國家那個什麼能夠轉虧為贏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有趣的點就是他們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是把一些那種 日常生活啊可能你在幫公司做經營的那個經營學啊或者是政治學啊 全部把帶入這個異世界的後 異世界翻裡面當然啦 異世界翻裡面一定會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比如說後宮啊 現在那個限制主義勇者王國重建機到最後 就每一個人的都 紛紛跟這個國王要覺得那個什麼要跟他 結婚了但是我覺得覺得後面那個結婚的邏輯也是有道理因為結婚到最後是一種政治 因為他到最後的 他已經成他已經開始成為一股勢力的所以 就開始 有另外一邊的人想要加入這個勢力的那個什麼地結關係的最好方法就是跟他結婚 要婚姻關係 然後我最近看到的部分已經開始那個一個那個 敵國的那個 公主啊 就是他的爸爸本來是來攻擊那個什麼男主角的國家的可是 被打敗被打敗以後可是他家的女兒事實上並沒有因此恨恨這個男主角 事實上他反而覺得說那個 他幫他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那個女兒 基本上是非常了解經濟 的那個時候他是商會的 商會長大的一個孩子 當他 裡面還有一段很有趣因為他 模仿那個愛奇艷後來找那個什麼凱撒那一段那個歷史故事 如果你們有注意知道這個歷史故事的時候那個 然後 埃及送了一堆那個什麼坦子 給給凱撒的 克力奧佩托拉埃及驗後就 躲在那個坦子一絲不掛然後 等到那個凱撒 去拉那個坦子的時候然後裡面有一個羅女這樣 然後 然後埃及驗後就在這時候就跟凱撒就一拍集合然後兩個就在一起 這樣 然後 埃及驗後就這樣子那個時候拯救了那個就得到了埃及的同志權 然後這個女生這個公主呢其實也是躲在坦子裡面然後男主角看到的時候就說 看到坦子 突然間就想說送坦子 然後他直接問送坦子的人說 這裡面是不是藏著一個人 然後那個公主就跳出來說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我來的世界裡面有人做過一樣的事情 但是呢他在裡面是沒有穿衣服的 你為什麼有穿衣服呢 那一段其實還蠻好笑的 因為那個基本上是那種你喜歡你如果有在看歷史故事的話 你光看到那個坦子你就有點會心一笑的那種味道 然後那個女生呢公主呢那個什麼 毛歲自見想要嫁給這個國王然後接下來立刻就提出意見 就說哎你那個育英廣播啊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廣告啊自助性行銷然後來 買一些廣告就是讓一些那商家 可以去參在這個育英廣播裡面演一段這樣子 然後推銷他們的商品然後你跟他收錢 我這時候看一看就笑說幹嘛的YouTube插入廣告的 就是那個什麼連那個什麼 育英廣播這種那個什麼 內容節目也要開始 插廣告 然後他裡面最近已經也到了我還遇到一個研究 研究師然後在研究魔法學 然後研究魔法學以後然後開始那個什麼研究說 魔法到底是什麼產生的我還真的有一套理論 然後很可愛的東西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因為他的預算不夠多所以 他的那個 人物啊 常常是有點要崩不崩的狀態 這是比較可惜 但是反正 你看到他們只是常在對話而已真的只是畫一個人在那邊開口開口嘴 人都可以快要崩你知道他多瓶多窮 這個這個動畫事實上 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好吧 好啦 有那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動畫 我來 啊 最後最後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已經要講到一點 然後我們那個什麼最大的重點是還沒有出來 靠北 大家還真的很會聊 來 蝙蝠俠 終於到了蝙蝠俠 我懷疑我們那個什麼線上的朋友多少人是為了蝙蝠俠而來 我們一度那個什麼 稍早曾經一度到七十個人 懷疑這七十個人那個時候有很多是為了蝙蝠俠而來 不知道裡面有幾個人是為了我而來 有嗎 那個 大家 舉一下 留言是舉一下手 對 為了陳佑而來的人 不要不要 不要 我等一下看到數字會傷心 好吧 我來念蝙蝠俠 好少 蝙蝠俠將聚焦一個年輕版本的布魯斯維恩 並從中檢視他在面罩下的靈魂 蘿蝠派丁森將在新版蝙蝠俠中 飾演這位DC超級英雄 電影是由星球絕起終極決戰導演麥特里維斯 所指導 什麼都沒說啊 來 誰看過 陳佑看過 我 我來人看過 馬可多 馬可多也看過 熊寶有看嗎 熊寶熊熊熊有看嗎 我對那個蝙蝠俠沒有興趣 熊寶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我本來就對蝙蝠俠沒有興趣 我只是突然間在想說 目前還沒有記錄 有他 有看過的片 或是什麼 陳佑是進來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過什麼 然後 我講一講 然後他說我沒有看 有他四肢磨跟托導玩家有 非常不優啊 當初 超棒 好 來 誰要先 我先我先 你先 是Jimmy先 好來吧 那個什麼 就 已經說去電影院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停電 這件事情 停電 這個其實不是 我先開始 好 進入講古模式啊 各位 在2019年的時候 我跟朋友到光華商場那邊去 等於逛的時候 看在 光華商場的那個 影音販售店 就是賣DVD跟藍光的店 的時候呢 我在經過在看的時候 兩位年輕的男生在聊天 我很 然後 他們在聊 其中又就非常熱烈的跟他的朋友說 我跟你講 這個 諾蘭的這個 這個他倒的這個黑暗騎士三部曲喔 哇那個真是最棒最棒的超級英雄電影了 自從他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他們那個 拍了這部以後 就沒有任何一個導演敢在拍新的蝙蝠俠 也沒有人可以超越他 那身為一個個性雞巴又喜歡跟人家抬槓的阿宅 我當然 過去了 那我就很 自然過去了 他就 陌生人突然間 靠北 我就過去吐槽的說 你確定不是因為華納高層 找了喬斯溫登 把正義聯盟 拍爛了 連帶著後面 巴埃佛列克自己家裡面的一些關係 所以整個 後續的 新的 那個電影 就 冷掉了 而且在 當時的時候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新的蝙蝠俠的那個 其實他的製作已經到一個就是 計劃已經到一個階段我有在注意啦 然後當然後 你而且就當時我知道的 情況 新的蝙蝠俠主角已經全好了 是目光之神的男主角 順題 我當時真的也不記得他叫羅伯派丁森 很自然我講了這句之後那位年輕的男生就有一個反應是 啊 那這樣我這片我一定不會去看了 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就蠻注意這個片子的後續的發展 一方面是當然希望說能夠 身為一個 老爺的粉絲 我希望看到新的蝙蝠俠電影 那後續在關注的之後 就一路有 接下來是 陸續的選角 的 演員的公佈 也開始有講說啊什麼政治正確啊 找了戈登跟貓女的角色都是 有色人種 然後 後面開拍 之後又發生了 疫情新冠疫情的開始 然後拍拍之後 我們的新任蝙蝠俠洛派丁森 他就 新冠確診了 我當心裡就是想 不會這次又要砸的鍋了吧 到了 2012年的時候 一部 預告片上線 在那個 一生一生的 一開始的時候 一生一生交代的 風扯之間 我看到了 新任的名語人 出場 把一位受害者連整個 緊緊勞食的捆住 並且在上 圖了 那個他的問他標準的問號符號跟 不要再說 Not to die 這句話 然後看到了我們新的蝙蝠俠的在 那個緩慢的音樂之中出現 我心裡的期待感是 這樣逐漸的被拉高的 因為當時我也有看 已經聽過訪談知道說這一次他們要回歸蝙蝠俠的 那個偵探跟他 探案的那一面 到了後面 在 小混混對老爺問 你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傢伙的時候 老爺過去 一拳 一拳 一拳的把那個小混混打扁的時候 我心裡的當時請問我在 螢幕前面是大聲的歡呼就是 華娜你他媽終於知道 蝙蝠俠的粉絲想要看的是什麼東西了 所以在那個 預告結束的時候我對這部片子的期待感是完全拉到 最高的 那 到昨天之後 應該說應該算是 對現在算前天了 前天我進去戲院之後 我沒有失望 這是 我知道 這可能 如果說當時那位小朋友有 他在聽到這一段的話 我可以 我個人是覺得 就算 這部片 不是 最好或者是最受歡迎的蝙蝠俠 電影 絕對可以擺在 蝙蝠俠系列當中的 有一席之地 嗯 好 那 回到這邊的話我必須要講就是 我們先不講劇情跟其他這件討論的部分 其實在很之前的時候 促兄在 節目中其實有談到過 你當初看那個 BBS就是超人對比不下的時候 你有說過你不是很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或者我理解錯啦 你一直當 有體會就說你不是很喜歡他那個 兩個 角色 他們都很痛苦 嗯 對不對是有這個 超人好像他超人 他明明有那麼強的力量 他為什麼會那麼痛苦 那蝙蝠俠他 因為有那麼有錢 他為什麼會那麼 憤怒會這些的 對不對 您當時有提到過 當時其實我那個 在我的觀點一直來講 嗯 最少是超人跟蝙蝠俠 這兩個超級英雄 他們 能夠被我 我個人會關注 或者我希望能夠看到探索的地方 就是 他們在 人性跟 人性的部分 他們最大的痛苦點來源是什麼 他們有些是原則 他們辦不到什麼 嗯 超人他辦不到的事情 對他擁有那麼強大的力量 但是他終究 那個出現有提嘛 大家為什麼不喜歡我 對不對 因為 他終究是個 異類 他像他在地球他是 擁有 強大力量 像神明一般的存在 可是他自我的限制就是 我不能夠過度的做一些事情 我不能夠讓人們好像覺得 我是個 我是 獨裁者 因為如果我 什麼事情都照著我希望的去做 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做的話 那麼我就不是 人 我就跟人 有區別了 我就不能 我就不上 我就不再是個人 所以在那個鋼鐵英雄裡面我最喜歡的有一個小橋段是 這個 在 那個薩德將軍威脅超人的母親的時候 當超人發現的時候 他是 瘋狂的 飛 飛車來 然後一拳一拳的扁他說 你居然敢 威脅我的母親 那是我 少數感覺到就是超人他 人性的那一面 對 這是我 關係想要看的 那 回到 蝙蝠俠俠的部分 我現在都直接用成功他老爺會的不是這樣子 老爺他在 DC的故事當中他其實最大的一個特色 另外就是他的不同的就是 他也是那種他自我限制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能越界 因為 他要面蝙蝠俠俠面對的敵人或者他抗爭的東西是什麼 是 其實就是罪惡 那 高壇事甚至就是高壇事的罪惡 高壇事的罪惡是怎麼來的 腐敗的體制 然後 既得利益者的 層層剝削跟層層的官官相護 乃至於到最可怕的一個就是 在高壇事生存裡面那些 心理變態的 瘋狂 犯罪者 然後 蝙蝠俠要面對的他要永遠去對抗的東西就是 人類內心最黑暗最邪惡醜陋的那一面 那 為什麼他不殺 他不他那個設定上的不殺原則 其實不是像是這邊我可能講當初那個可能會刺到熊寶啦就是熊寶當初覺得說 蜘蛛人啊那個就蜘蛛人3的時候他為什麼那個 那個不殺子綠惡魔他覺得這樣看起來很矯情 對 蝙蝠俠 對 但是 在 最少最少 蝙蝠俠的 那個不殺的原則的點是因為 如果 他這麼做了 他就跟那些 他對抗的 犯罪者 尤其那些心理變態犯罪者 沒有兩樣了 那是他自我的一個限制 那 回到 這一次 我們就進入到這部電影裡面的時候 這部的電影其實我個人很喜歡 一開他整個的氛圍 他的點是 他不再去多餘的介紹說當時我們已經知道很多次的 布魯斯維人是怎麼變成蝙蝠俠的 他省去了 我們看過好幾次的犯罪小巷發生的槍擊案 他失去了父母親 然後他的受訓過程 這是故事的直接的切進去的 的點 就在於 他已經是一個 在高壇市 第二年 開始以蝙蝠俠這個身份在活動了 看得出來他已經在 當時的 高壇市裡面他已經建立起了一定的名聲就是 大家知道蝙蝠俠不再是一個都市傳說 犯罪會在看到蝙蝠燈打在天空中的時候 他們會 擔心 在看到那個陰影之處的時候會擔心 他 是不是就在那個影子裡面 他會不會就突然的衝出來 那到了 那個 劇情之中是直接就是帶到那個 戲裡面的第一場動作戲就是在預告片裡面 在鐵道那一段 可是 預告片演的完了以後 他後面有帶出一個 一個細節 那個被救的亞洲人 他對蝙蝠俠的反應一樣是 請你不要傷害我 在 一般民眾眼中 蝙蝠俠 跟 那些罪犯 沒有太大的區別 他 他確實用了恐懼 讓 高壇市的罪犯跟邪惡害怕他 可是民眾 也是一般的善良民眾 在他們眼中 也是一樣的 所以到了後來故事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一個 充滿了憤怒跟不甘的蝙蝠俠 他 很年輕才剛剛出道 所以也就是我們這一看出來他這次沒有那麼多 那個很高科技的設備 那個 眼睛已經蠻厲害的了啦 但是他並沒有那麼多 我們看我們意向中蝙蝠俠身上各種各樣的科技設備 他把他專注於他在 犯案部分的地方 那這部片子的裡面我們可以看 可以很明顯 其實他有很多別的 應該不是 有些黑色電影的大量的元素在裡頭 在一個混亂的體制當中 他必須那個一個偵探或者是一個偵探 他要怎麼樣去 在 犯罪者 層層留下來的一些線索當中 在這個體制在這裡面 查到 犯罪者的動機 他接下來想要的做法 他想要做些事情 那 警察們對於蝙蝠俠的態度我們看得出來就是他跟這次 這個戈登的相處 我也是覺得是 在歷代裡面最有趣的就是 在這時候的戈登還不是我們概念中他已經掌握大部分高壇市警局局長這個權利 他只是一個副隊長而已 所以 蝙蝠俠跟他等於是在 之前 我們不知道的部分 就是前兩年之間 他們相處到一個 模式 他們之間有過一些 就 有一些信任度在 但是 戈登雖然說盡量在包容他可是整個 在法治體系上面 對蝙蝠俠是 也是一樣就是 並不是全然的信任 甚至來講是覺得 是不得已 而為之 就像是一名 那個 巫問的私家偵探一樣 是一個 不得已 討 又討厭他 可是又 需要他去幫忙做 這種 事情才能夠盡量減少損失的 回到來講 蝙蝠俠他在這裡面之後 我綠一下 所以在裡面他對抗的犯罪體系的 當 當謎語然後回到的 在 那個犯罪的 我們知道的謎語人 他逐漸鋪的線索之間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大量 我個人就是 那個 當年看到火線追七零的影子在裡面 一個 用各種殘忍的手法去 留在 殺害 那個 受害人以後 他卻留下了很多的線索 他就 為什麼 他希望有人去 解這個謎 他就已經知道蝙蝠俠會來追查這一些 會來 追蹤這個謎團 會一路去查出來他希望揭示的線索 所以 這裡的蝙蝠俠其實更像是 一個 引導 高潭式 就是像那個 裡面 迷語人講的 你也是計劃的一部分 是他 整個 展現他自我 展現迷語人他 自我那個 證明的一個 輔助者 這是他希望做蝙蝠俠 做到的事情 那在整個 過程當中 你就要看蝙蝠俠怎麼樣 在 這之間周旋 然後逐漸去探索到自己 對不希望去 面 自己不想去 去面對 或者是 他發掘到的那些黑暗的過往的存在 那 我還蠻喜歡 然後另外就是在這裡面的這一次是我是看了超立方的介紹 我才我當時完全沒有留意到這個點 在這一次的蝙蝠俠跟阿福的 的相處也是一個我個人有感有觸動到我的部分 是 第一個超立方有提了說我是沒留意 在裡面的阿福 沒有叫我們習慣的布魯斯叫他Master 不是沒有叫他老爺 他都直接叫他布魯斯 因為在 這裡面的阿福的眼中 其實布魯斯是一個 我當時沒有盡到責任 保護好他的父母 我沒有 做好我該做事 這他仍舊是那個我需要去保護的孩子 那 我 我在 戲院裡面 其實我一下心痛 完全真正因為可能太投入了 我有痛一下就是 當布魯斯對他在 他第一次出完任務回來之後 他 對阿福講一句 你又不是我的父親 那段時候我看到的時候心裡是會痛一下就是 他們 之間其實就已經是像 超越 就是 那種 羈絆之間 但是對布魯斯而言 他知道阿福關心他 可是 他的自我毀滅的傾向 是存在的 對他必須要忍忍把全部關心他的人推開 到了後來 阿福在發生事件事故之後 他 他又在病房前面的那一句 當人家問他說 要聯絡他的家人嗎 那布魯斯的眼內那個回的是 他只有我而已 但是那一段的時候就知道說其實他心中 最害怕的東西仍然就是 他重視的人 會失去 他依舊沒有辦法去 拯救所有他想要拯救的人 這是一個 他心情在心境上面的轉變 而到了 後面最後面的時候 他的那個英雄的行為就是他的英雄行為 他才知道說 我不 我不是 如果只是以復仇 來做行為的話 好像 他跟迷你人就沒有他跟迷你人就毫無遏制了就是 他以為自己可以去帶起做好一些事 他可以先 那個做出不一樣的 象徵吧 但是 在那個最後的那一刻當他舉起了手中的那一個 火炬的時候 那群後面跟隨在他後面的人 那到了那一刻 他才是成為了我 我概念中那一個 可以在可以引導眾人的象徵性的存在 然後 最後最後再提的就是 這裡面 那個 我是真的強烈推薦就是有 那個如果看這部片之前的話 可以看一下 就是 那個 漫長的萬聖節 不管是漫畫版 或者是動畫版 漫畫版的 他那個裡面有很多小的鋪的一些東西 是真的看過那個之後會 很有 很有感覺的 或是說你可以有更好的觀音體驗的 他沒有改編那個 漫長的萬聖節這部作品 的 題材 但是氛圍是差不多的 在那篇故事裡面 是圍繞在那個就是這次有出場的那個 法隆尼就是那個黑幫老大 在他的身邊發生一連串 奇怪的凶殺案件 就是 在每一個節日的時候 他身邊一些重要的 的人 就會 就會莫名其要被槍殺 然後 兇手 整整在這一年之間 從萬聖節開始 到故事的結尾 十三卷之間 是故事中 中間都一直有發生 蝙蝠俠中間 一方面要去探查 兇手是誰 然後 一方面要去知道說 因為 雖然這個是個犯罪老大 但是他 在他身邊人的死亡之後 根據跟自己會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 那 裡面很好玩就是 他甚至其實有 埋了一些梗就是 在漫長的萬聖節當中 並沒有展現說 貓女為什麼要一直 在 那個 就是跟在 法隆 在 那個 他身邊 法康 對不起 剛在法康身邊 在 這次的電影裡面 其實就展示說 因為他們是婦女 這個在漫長的萬聖節 是很隱晦的 他 讓你好像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並沒有明確的講 類似中他們直接就好像 點了一下子 然後包含 法康臉上的三道 疤痕 就是貓女 刻意在他臉上的 左臉頰抓了那一道之後 是因為 在漫畫版的法康 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他臉上就有 這樣的吧 這 連帶倒是在 那個 蝙蝠俠元年 因為這 蝙蝠俠元年跟漫長的萬聖節都是 那個 那個 應該是那個 法蘭 他那個 就是萬惡城市的作者 我現在突然想不起來 他那個 安特米勒 安特米勒畫的作品 對所以這是一個連接性 他等於是用了裡面大量的一些 就是這樣的元素在裡頭 甚至來講 個人覺得這次他們挑了 契額來當 那個 法康的副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在漫長的萬聖節系列裡面其實 契額幾乎沒有出場哦 他在最後最後的 那個大混就是說在最後故事結束之前他稍微出場了一下 我後來講講其實很有趣就是 契額這個角色其實在 那個高潭市的定位 他就有一點像是高潭市在 的裡面的 算教父吧 就是 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然後 握著黑幫的權 但是是一個犯罪主 這頭頭掌握著黑幫的權利 對不對 那他就會跟那個 法康的角色做到了一些 就是角色有重疊性有衝突到了 所以他在漫長萬聖節沒有出場 可是這一次他們因為 時間點是在 在蝙蝠牆成名之前嗎 在剛開始出來是怎麼樣 之前的年紀的 時代點 所以把安排成當成他的副手 也就是說 因為 巴爾康倒台了 所以 奧斯華才 接任了這個黑幫教父的地位 這是一個我個人覺得他裡面有做一些到很有去連結的點 那 最後然後還有再回到就是那個名語人的部分 他其實這一次呈現出來的他裡面我 並沒有講說他真正的名字哦 他其實以前我們都知道他的名字應該是葛尼瑪的 葛尼瑪就是 他有 一個身份 可是這一次他身上我們看到他有好多他有不同的政界 甚至 人家問他說 你到底是 逼問他說 你是誰的時候 他是笑的說 你 你告訴我啊 對 他也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就像是一個沒有真實身份的人 對 這個 就是他 表現自我的方式其實跟蝙蝠牆一樣了 我就是謎語人 我留下來的這一些 做我留下來的這一些 案件 這些線索 就是要讓他們引導你們來找到 我 這是證明 我存在的 的價值就是我完成的一個偽業 也連帶的就是他可以號召出 一批跟他一模一樣的覺得說 就是 被 忽略的人 只要 你們 相信我 甚至你看他在 那個 他在他後來 錄了最後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跟他的那一些 追隨者或那些的情況是 他是跟他說 他是都好像跟 屏輩一樣 他不是用命令式的那些的方式 就是 好像跟一群 就像我們這邊一樣 一群同好在聊天 我們有相同的喜好 我們有相同的 類似的經驗 甚至來講我們有相同被迫害被 就是 嘲笑過的 情況 我們是一樣的 那 你們只要 做了這樣的事情 就算我不在了 你們也可以完成跟我一樣的 你們也會這樣 代替我 完成一樣的事情 乃至於到最後 雖然他被 他被扁不強 甚至也是這樣想法 他覺得 你應該是可以了解我的 因為 你 跟我 非常的類似 我 我做的這些行為就是你 你是我計劃的一部分 你做的這些行為就是要引導要完成這個 我 完成這個偉大的 偉大的事業 就跟凱文史貝奇在那個火星追距離裡面 一樣的 那是他自我展現信仰的一個方法 然後 再提到就是 我提一下貓女吧 貓女這一次的貓女我一開始看他的那個劇照的時候 我沒有很喜歡那個柔衣的 外型這些的 就 那個吧 就是他的外型我沒有特別喜歡 可是這次真的在 戲裡面看的時候 哇 我覺得他好性感 好辣喔 那個 皮衣穿著 然後我才發現 難道我是皮衣控嗎 對啊 我看他穿皮衣的那個走的時候 哇塞 在俱樂部裡面那個就是你知道那種走的時候 哇他那個動作 好性感喔 然後那個動作 然後打鬥的時候 但打鬥的時候又很凌厲 然後在 穿身跳躍的時候 那一些的 那些動作的時候就 充分表現出 真的就像貓一樣的女人 就是 安凱瑟薇的貓女其實 過度的應該非常可愛吧 就是 他魅力有 魅力有 但沒有那種貓女的野性 密血而非佛的貓女的話那真的是那是在那個時候太經典存在了 但是 終究他一方面是那個當時的當時的情況下他 已經年紀上面啦 跟動作上面 雖然那個連續的後空翻當初在那個大寫成為那個連續的 連續的翻滾真是哇讓我現在一講都還可以想起那個畫面 可是 這次柔衣的這個貓女是 真的表現出一個 有自我主見 然後 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不是蝙蝠俠 我不是 在這個城市中 努力求生 可是 知道自己目標的 你的 你的女性 對這點是我覺得蠻喜歡他這次安排的 就是真的 不 不考慮 他的外型 他的人種 膚色外型的話 是一個 讓我印象深刻 這些 非常 就開始 非常喜歡的貓女 嗯 大概部分的話我現在想大概要講的 我現在一下想到大概是這一些 也蠻多了 我真的搞想感想非常多啊就是現在那個是他 原本想要講的東西還沒有完全講完 那沒有啊 如果還有時間還可以再講 對 來 另外一個討論吧 可能接下來就是跟大家討論說因為 像我知道 說因為 大家可能會注意到我這兩天 我們 我在DECO裡面我們其實我留了蠻多跟大家就是 提到蝙蝠俠的一些的 就是別大家看法的 像我知道 薄萊恩喜歡的是大顯神威嗎 就是他覺得大顯神威是他 心中最好的一部 那 但我覺得啦 當時的 蝙蝠俠還是終究於就是之前的蝙蝠俠因為他是一個太深厚的 歷史 歷史 畢竟已經75年了 那 單以 電影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單純就是要說電影的部分來講的話 前面兩集 提姆波頓他在視覺跟各種設計上面都是沒得說的 就是 就是有他的那種 黑暗 黑暗卡 黑暗童話 跟那種成人的黑色幽默跟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 小朋友可以看高一點年紀的人也可以重新得到樂趣 然後 廠商賣玩具也賣得很開心 華納當時在我畫面看的那些資料才說 當時真的是靠 那個電影就是真的是大型廣告就是靠電影來賣玩具的 結果 他在一二集覺得說 真的太好了這個方式OK的時候 希望第三集 更卡通 然後 更能賣東西 所以 提姆波頓 他就 老子不玩了 弄我的風 那個要 讓我的風格變這樣子 老子不玩了 所以他後面才早了就是 才從第三集以後開始變得就 更加的卡通化更加的 年齡比較低 那裡面的卡通裡面的反派像明天大聖跟雙面人的 形象就更 比較偏向於 搞笑吧 或者是就比較是他們瘋狂跟 的那一面有 但 他們 蝙蝠俠故事中所有那些 那些反派心裡 變態的深層的黑暗的一些手法上面他們都把 這是不能弄 就把省略掉了 那我們知道最了不起第四集 有奶桃裝的蝙蝠俠 一個人出來這個設計 也不能否 我們就也必須要就提到說 黑暗騎士三部曲真的沒有黑暗騎士三部曲的話 超級英雄電影 不會是現在這個情形吧 真的 所以 墨蘭的作品真的是 我必須講 是好的 是好看的 他絕對是好看的電影 可是 這一次新的 那個麥克 麥克維斯和 這版的蝙蝠俠 我覺得也絕對是可以擺得上檯面的一個 擺得上檯面的好的作品 是可以在這歷史上記下一宮 我知道大部分的 他不是一部娛樂性很高的片子 甚至在講你真的要 花很長的時間跟很大的精神去看這部片 因為他不只是 片子長三個小時 將近三個小時 他裡面的台詞 都有很多的訊息 不是那種解釋性的 他就扔了 在言談之間就讓你知道說 這個情勢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 這個人跟 他們彼此之間已經大概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了 然後 還有很多就是 那個人物的情感是 足夠豐富的 在對話之間是不是單純唸才是 你是感覺到這兩個人在彼此在交流 彼此在 在對話在有他們的在交鋒之間的 所以 看完之後真的 會很累 可是如果說把 新就是找一個 足夠的 有足夠時間 的 的日子 把 新放空 就是把腦袋肩放空一些 然後 去 好好的享受一部好看的電影 我就是值得的 Alright 好 等一下 不安 不安 OK啊 那天 我去看了這部 就看完之後 發現隔壁牌 有人直接 睡 睡著 打瞌睡睡著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我有點擔心啦 雖然我還蠻喜歡這部的蝙蝠俠 但是我覺得 三個小時的黑色電影 對某些人來講 可能是個考驗 所以我很擔心這部的票房到底 以後會怎樣 但是 我覺得這部其實算拍得不錯 然後我先講 其實看那麼多 部蝙蝠俠電影 對 剛才基民有講到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米糕基頓版的 蝙蝠俠大型神威 要講一個梗 請問你是 這個是你要是蟹黃米糕還是 同宅米糕啊 米糕啊真是的 米糕基頓 米糕啊 因為我覺得 在當時來講 大型神威 算是有一個 蠻大的突破 他真的是把 超級英雄 心裡那種比較 陰暗面的東西 做出來 對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有一點太超前了 以那個時代背景來講 所以他雖然評價不錯 但是商業上的 就比較沒那麼成功 那我就比較可惜了 然後後來 因為若然的版本出來之後 大家都覺得 若然很厲害啊 他做了很多突破 那我心中是覺得 其實 當時 當時提姆波頓的東西 其實也突破很多 但是可能 十幾點的關係啊 因為我覺得 若然 他那時候 做了一些突破性的東西 剛好那十幾點 也是 然後加上他的 最主要是他在商業上也是 大有掌握很成功 所以他就有點被捧上神壇 但是我是覺得 很可惜 提姆波頓的版本 就 有點被掩蓋掉 不會啊 提姆郭頓 朱玉在前 好吧 對啊 但是我回到這部電影 這部 蝙蝠俠 我 開始看完整個看完感覺 哇 這個整個 非常 鬱悶 沉重 充滿 無力看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他這部真的是 徹底底的一部黑色電影 然後 你說 我雖然很喜歡這部電影 但是呢 你說叫我再 看第二次 我可能 看不太下去 至少短期之內 再叫我再看一次 我可能 不是那麼想 繼續看 雖然我覺得 他是一部很厲害的電影 對 之前 前陣子也有人 問我一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電影是 你覺得 真的很厲害 很好看 可是 你 覺得只要看一次 後面不太想看 我突然就想到一部電影 剛剛基米 剛好提到 就是火線追青影 就當年 大衛芬奇跟 杜萊德比特 演的那部 7大罪 台灣叫火線追青影 事實上 A.K.A.上帝之聲 摩根費里曼 事實上 這部蝙蝠俠 如果你把蝙蝠俠的外衣脫掉的話 事實上他就跟火線追青影一樣 就是一部那種 犯罪偵查的黑色電影 然後 同樣的 他也是非常 看了 讓人很覺得不舒服 然後全 全頭到尾那種壓迫坎都很重的一部電影 氣氛氛圍都很相似 甚至 那個反派 角色 也很類似 他們 都是 故意 就是連續殺人 然後 故意留下一些線索 謎團 然後交給那個 我們的主角去破解 然後甚至呢 最後 那個反派 他 你以為他已經束手就擒 但是其實他後面還留有後招 然後 還留有一些伏筆 然後最後 還有一個大翻轉 然後 最後讓你有一個非常震撼的結局 對 都是非常相似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單以後勁 震撼度的話 可能火線哲心更強 但是這部 蝙蝠俠 他也不弱 但是他 比較 就是會 合乎你的意料之類 對 那 我覺得這部片的話 我覺得他 選角選不錯 像他反派角色 那個 迷女人的話 他 故意找 對 故意找一個 其實其貌不一樣 比較平凡的 長相的人 他 他 本身看起來 就一副很無辜的 但是 其實是充滿 心悸 而且我很喜歡他對 蝙蝠俠 講的那句台詞 就是說 大家都想知道面具下的 你是怎樣 但實際上 你的面具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樣子 事實上 他這句話 不只是 講給蝙蝠俠 聽 事實上他在某些程度也反映 迷女人自己本身這個角色 因為 迷女人他如果 沒有把他迷女人的面具戴上 他真的就是一個平凡人的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這部片子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是 他的選角我都覺得 選擇的不錯 除了 那個阿福 找那個安迪 瑟克斯 就是我們之前那個 咕嚕 因為他咕嚕的形象太明顯了 我一時很難 人家也是凱撒對不對 重點是 前 之前那個 米糕 肯恩的那個 阿福 我覺得我很喜歡 他就是 有一種 老父親 老長 風文如雅 可是又不失風趣幽默 然後 又會講一些 恨恨吐槽 恨恨吐槽 可是又 充滿哲哩的 話 對啊我是覺得 那版的阿福 應該是 歷代的阿福 那個 我覺得很後面 應該 暫時 目前為止很難 有人超越 但是 除此之外我覺得他 其實 這部電影 每一個角色我都選得很不錯 像勞伯派丁森 我一開始 其實沒有很看好他 但是我覺得他這部 片子 表現得不錯 他一部那個 英語倉白的 面孔 我覺得 更 適合 詮釋像蝙蝠俠 他真的是 整個人好像是那種 夜行性動物 跑出來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我覺得他 也比較幸運 他 接蝙蝠俠的 時間點 就是 他其實 他是接在 邦艾弗列特之後 他不是直接接在 那個 克里斯丁貝爾 如果他是直接接在 克里斯丁貝爾之後 直接接的 我覺得 他可能就會比較容易被人家嫌棄 因為 都會被嫌 因為邦艾弗列特他接 蝙蝠俠 他接在 那個 克里斯丁貝爾之後 他就被嫌了 我是覺得 不是很公平 我也 這邊幫他報個區 其實我很喜歡 邦艾弗列特 他蝙蝠俠 他那個 中年蝙蝠俠的設定 就是 一個 已經升級版上 力競蒼桑 然後 可是 他已經 呈現半退休 狀態 卻不得不 東山再起 想要 立王團安的那個 我是覺得 他角色設定我是 還蠻喜歡 但是很可惜 華納 一方面他沒有出 他的獨立電影 所以他在情感上的連結就不夠 然後加上 幾部 那個 他的那個 譬如說 正義聯盟拍砸了 對正義聯盟 他在裡面那個工具人的角色 太明顯了 他 擺明就是用來集結其他角色 英雄角色 我喜歡那個 那句台詞是真的是那種 諷刺就是 老爺講那一句 你的超那個 閃閃閃閃問他 你的超那個是什麼 我 I'm rich 對 老爺真的很有錢 可是 有錢是他的資源度 他真正 吸引人的東西 絕對不光是 這樣這個東西而已 可是問題是就沒把他拍出來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先把他拍出去 但是我覺得 陶磨派陰森 他比較 因為他 隔代接班 所以他就 比較 不會那麼 對啊 因為前面已經被人家嫌棄了 這一部的話 大家 一開始覺得 加減看 但是我覺得 他的表現 有讓我 眼睛為之一亮 他陰沉的氣息 然後 然後 有 那個 他前面那種 要復仇的 那種 想要 那種 髒狂的 感覺 也有演出來 我是覺得 我還蠻欣賞 他這版本的 蝙蝠夾 他一開始 我是什麼 復仇者 還蠻 那種 很 公肯的眼神 加英語的 了解 我都覺得 對你真的是 復仇的 對啊 角色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 另外 講到 其他的角色 比如說那個 契爾 找我們那個 艾爾蘭總馬 柯林馬洛 來演 我覺得 連他媽都不認得他啦 對 他話的都不認得他 但是我覺得 他 也演得算 很出色 雖然 他的氣氛 其實嚴格來講 並不多 在這部裡面 但是他有印象中 兩個 兩場戲 是一開始 其實 他被那個 蝙蝠俠跟 那個 哥登 一起 抓到了 然後去拷問他 結果 反而被他 狠狠的吐槽 你們這兩個人 西班牙語都沒學好 就還問我 然後 看到那種反派 吐槽正派 還讓我覺得 對 你講的非常有道理 然後 很有意思 很好笑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 就是 前面那場 開車追逐 還開始 還以為 他那個 就是把那個 蝙蝠俠甩掉 I got you I got you 開始還很熱嘛 結果沒想到從浩正鏡 看到一團火焰 把那台 那個車 無火害 從串出來 然後 然後他就表情 突然 非常那種 連中 然後非常誇張的表現 我覺得 哇 這個表現 那一段導演有說他其實在致敬克利斯丁魅力 就是那個 史蒂芬金那一部 追殺鬼車 他是致敬的 你看那個就是 一部 從地獄來的惡靈鬼車 在後面追逐你的樣子 然後最後 他翻車嘛 他就看到那個倒影 演不下去 跟他 步驚兵 然後 露出那種難得 有那種驚恐的表情 我覺得他有捕捉到那個 像 一個人的那種神韻 跟他那種 就是內心驚恐的那一面 我覺得也是很到位 然後 另外一個 角色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 黑幫老大 法爾康 恩 我都不認得他是 之前那個 變形驚恐的 現在終於有人想起來了 對 他是那個歇斯底里的男人 對他這部真的是有那種黑幫老大的氣勢 就是 他根本就是 教父啊 對 本來就是用教父的形象去寫 對 教父 跟克里昂爺去寫的 對 但是他就是有一種 其實 他沒有很兇 他就是有一種不怒而微的 那種感覺 然後他 包括他跟 我們的布魯斯 瑋恩 在講話的時候 他用那種父子輩的 神態去 跟他講話 可是他就是有一種 長輩的威緣在內 我也覺得他演得很不錯 甚至連那個 配角 有一個檢察官 就被 脖子上 帶上那個炸藥了 我都覺得他把那種檢察官貪生怕死 又很貪財 然後 最後 又被那個 綁上炸彈 那個 恐懼的 也演得不錯 然後 其實 大家可能沒想到他 其實是那個 之前有演過 黑暗起事裡面那個 瑞秋那個 馬吉格倫霍的老公 呵呵 呵呵 好 這就是 小小連結 黑暗起事跟這部小小連結 然後 這是我 講到算 演員的部分 都蠻精彩的 那 我覺得這部片 他除了這個 這個演員表現 我覺得他還有兩個 厲害的地方 是讓我覺得 會 讓我看很喘不過氣 氣氛很凝重 地方 一方面是他攝影 他攝影這部是找那個 沙丘的那個攝影師來掌勁 然後他 真的是 很 把那個黑暗的感覺拍出來 他我講的黑暗不是說只是劇情黑暗 而是他 這部片真的 大部分的場景都是很暗 然後他 整體只有兩個 主要的色調 黑暗 跟 暗紅色 那暗紅色就是 出現的時候往往就是 就是動作系就是要 蝙蝠俠 那種 地獄的怒火要發洩 要 開殺的時候他用紅色的暗紅色來代表 那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陰沉的那個 風格 有把它 情緒陷染出來 這是我覺得他不錯的地方 雖然 沙丘其實他也只有兩種顏色啊 就是灰色跟 那個黃色 但是沙丘他都還有一部分比較亮的 部分但是這部他真的非常 暗 然後非常英語 然後他 他 一開始讓那個蝙蝠俠出場就是打那個 那群小混混的時候他用的手法 也真的 很像那種恐怖片 的手法 雖然蝙蝠俠 大家覺得他本來就是神出軌嗎 但是在這部片呢 他把它營造成真的很像是 從黑暗中跑出來的怪物 他一開始 打那個小混混 出來 出來然後把 那個小混混 有點嚇到 然後 把那個小混混毒打 之後 連原本那個 他要保護那個人 看到他都被嚇到了 都說你不要傷害我 那一刻我覺得 那個蝙蝠俠他比那個 反派 可能 當時的反 反派 其他反派都還要更恐怖 對他 前面的狀態就是一個非常 憤怒的復仇者的感覺 然後 另外一部分 我覺得他這部電影的配樂也很厲害 他找那個 之前吳家日的那個 配樂 派克吉亞奇諾 對派克吉亞奇 我覺得他 他很厲害 他用 很尖銳的那種 弦樂 營造非常 步步進逼的那種 警示的作用 有一種那種 好像警鈴 類似警鈴的那種聲音 那種 戲劇張力非常強烈 他有點讓我回想到以前那種 西區考課 式的那種 恐怖片的那種音樂 也是讓我覺得 從頭到尾那種喘不過氣來的那種 感覺 感覺 我覺得他在音樂上也幫 這部電影加分 很多的部分 然後 講到這部分 就是 演員 的部分 演員然後 就是攝影跟那個 音樂嘛 然後我覺得他這部 他劇本 厲害的地方是說 實際上 蝙蝠俠 他是 只是在對抗那幾個反派 其實不是 他在真正要對抗了 是這個腐敗的 體制 一個很 難易打破了 共犯結構 甚至這個 蝙蝠俠自己的親人 都可能是 共犯結構 裡面的 所以你到最後 其實是充滿了 無力感 會讓你心力焦脆 因為你其實 很難打破這種循環 這個是讓我覺得 我看這部電影 會讓我覺得 比較充滿 無力感的地方 但是也是我覺得這部劇本 寫得厲害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可能一般觀眾在看超級英雄電影 如果是以這樣來看的話 未必能夠吃得下去 因為其實 因為看完是挺不開心的 對 而且我覺得 行徑不好 而且我覺得 其實 一般人看這種 超級英雄 類型電影 其實都有一個定見 其實他們是想看 政協大戰 重點是大戰 其實他們比較想看正面的那種 精彩的 打鬥 那種 比較大場面的東西 但是這部 就真的動作戲相對比較少 然後也比較沒有什麼大的場面 比較精彩就前面 我講的嘛 一團火的一天然後衝出一台 那個我覺得 大部分就打群架了 那個真的就是 街頭互毆的打群架 所以他 這部基本上就是沒有那種很 林立的 武打戲 跟漂亮的特效 所以我覺得 某部分的 人在看這部電影的話 會很難啃 所以我 前面講啊 我很擔心這部的票房 不是沒有道理 先講到這部分 然後 重頭戲來 這部 因為 你只要講到 蝙蝠俠的電影 不可避免 這部 一定會拿 還跟若然的 東西 來比較嘛 因為現在 上大家都在問說 這部到底有沒有超越若然的 黑暗騎士三部曲 那就我個人來講 其實 沒有 那 我覺得 若然的東西 就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他的 整體的東西 整體來講 他把 娛樂性 跟劇情面做到一個比較平衡的東西 是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地方 他 有些 以他當時的 時空背景來講的話 他算比較有 做比較大的突破 對 他讓大家覺得 其實超級英雄 竟然也可以這樣拍 然後 讓當時很多人 都驚豔到 這就是我覺得 提姆波特 比較 他版本 比較沒有 碰到那個 適當時機 就是 不像錄啊 剛好那時機到了 剛好大家也可以接受這種拍法 嗯 對 那這部的話 我覺得 他 比較像是 若然的 東西在強化 就是他順著 若然的步伐 在做 往 前 在 跨一大步 雖然整體的話我覺得他沒有操練若然的 東西 但是 在某些 方面我覺得他有比 若然做得好 啊 第一點 是我覺得他有 挖掘更多 蝙蝠俠面向 因為 蝙蝠俠 我們都知道他 其實還有一個 稱號是史上 最厲害的 偵探 對 偵探 可是前面 幾部其實都沒有把這個特點 展現出來 這是 但是這一部 就把這一部 他是個偵探的面向 把他做出來 因為這部還真的特其底 就是個偵探 對不對 他就是 查辦案 但是我覺得 稍微比較可疑的是 我一開始對 他說要把他拍成偵探片 其實抱以非常大期待 就是在推理解謎的這部份 我是抱比較大期待 但我覺得他 在這部 推理解謎的部分 我覺得 沒有到 真的那麼出色 讓人家 你覺得好像老爺真的很聰明 他都是靠 雖然破解了 但是都 好像漫他一步 對這個是 重點是 我覺得他設計的 那個 解謎的過程 怎麼講他用 比如說他前面一個字卡字 他其實一開始 還沒來及跟觀眾講那個規則 他自己就用解釋性的 台詞 把他直接解掉 我覺得有點可惜 他其實應該是把字謎的 規則先跟觀眾 講清楚 然後 先讓觀眾去猜 然後讓觀眾 比較有參與感 不要那麼快就直接把那個 你就直接用解釋性的東西 解掉 那我會覺得 稍微可惜一點 就是 如果你要把 當作一個真正的偵探片來看 這個推理 解謎的過程 比較讓人 讓觀眾沒有辦法去參與 我是覺得 比較可惜 然後 我覺得他比 若然 很厲害的地方是 若然其實不太會拍愛情 戲 對 應該說 若然比較不做這種愛情 但是這一部的愛情戲 就是貓女跟蝙蝠俠的 部分 我是很有感 我覺得他拍得比較好 比較出色 而且 我覺得 這個 柔依他飾演的這個貓女 確實 跟基米講 他比 安海色違的版本貓女 更好 應該說更適合 他就是有那種 野性 野性格 然後 感覺 個性美 然後他跟 羅伯派定生 兩個搭起來的話 意外的感覺 非常有火花 你知道嗎 而且 兩個人在 故事設定上 我覺得他們兩個根本就是 一個對照組 有一種天涯同事 淪落人 的感覺 所以互相會 依偽在一起 然後 最後 就是有點不打不相識 然後 互相 彼此吸引對方 我覺得 那部分 對我來講 是非常有說服力 因為這兩個人 就是 算是對照組 而且 他們兩個人 其實都有 受到上一代 父親 所留下來的 那別忘了他是因為 他很愛他父親 但是他父親 意外身亡 所以他 所以他要成為 復仇使者 他是為了他的父親 的愛 可是 那個貓女的部分 剛好相反 他因為 他是對 他父親的恨 然後 他才選擇 像 想要 要跟父親 復仇 所以他 才會變成 貓女的那種狀態 那我 兩個對照 就非常 有那種 強烈的感覺 我是覺得 這部分 是我覺得他做的 蠻成功的 也是讓我覺得 他為什麼可以互相吸引 然後有愛情火花 的那個 非常有強力的那個 支撐 地方 對我是覺得 我很欣賞 然後我順便在最後再 帶一下 這個 就是講到 前面那個 那個 蜘蛛文 無家日 大看之下 跟這部風格差很多 但是呢 其實到最後 他們都有帶到一個 共同的主題 就是 超級英雄 到底存在的目的 或者他的價值在哪邊 因為 很明顯 這兩部都有一個 最後 他都想要表達概念 就是 超級英雄 不是 他的目的不是在復仇 不是在殺人 他是在拯救人家 對 醜蠔俠 最後 有點要犧牲自己 然後割斷那個 最後拯救了 那些人 其實吳嘉日其實他也是啊 然後他是要拯救那些反派 而且有一幕我覺得他其實跟吳嘉日很像 就是貓女最後想要殺了他父親 就是那法爾康 但是那個蝙蝠蝦有去阻止他 他說你殺了他你就跟他們變成統一類人 其實他跟吳嘉日有沒有 托比版的那個蜘蛛人 為那個綠惡魔擋下那個 湯姆侯蘭蒂的那個蜘蛛人的內刀 其實有御曲同工之妙 我覺得兩個互相對照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其實要表達的意涵是非常相信 那我覺得其實這部蝙蝠蝦在某種程度上 像是之前那個 若然的黑暗騎士三部曲的濃縮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成長曲線是把它濃縮在這一集裡面 因為他前面那個三集的蝙蝠俠電影 他第一集的話 他為什麼要選用蝙蝠俠當作他的那個身份 為什麼 因為他要用恐懼嘛 用恐懼 你去做一個恐懼 然後去嚇阻那些黑道 那些對分子 他自己那個裡面那個不是要講 要對抗恐懼 所以他選擇小時候最害怕的那個蝙蝠 來作為他自己身份代真 可是到第二集黑暗騎士的時候 發現用恐懼 其實不足以去威嚇那些犯罪者 因為他碰到像小丑這種人 就是完全不遵守規則 只是一心就只想著混亂 就不受人家威脅的人 你用恐懼你是沒辦法戰勝他 然後到第三集 那個黑暗騎士靈雲升起 他更體悟到 其實你用恐懼也沒辦法去逼迫人家 到最後你 你要能夠讓人家 那個幸福的話 要讓人家那個 引你就是帶領人家的話 其實你是要用一個比較希望的象徵 用希望的 對 才有一個信念的代表 用一個信念的方式 成為一個比較充滿信念的 icon 才能足以去對抗這個邪惡 因為蝙蝠俠他不可能一輩子都用恐懼的方式 他也是會老 他也會衰弱 對 所以他必須用比較希望的方式 然後引領後面有人去接他班 然後才能夠持續對抗邪惡 對 然後 就像那個出大 不是那個那篇PO文嗎 我不是副 我是正義的一方 我是正義的一方 對 然後我覺得他 就是把那個 諾朗的三部曲 他的整個成長曲線濃縮到這一部裡面 然後我覺得他做的蠻成功的 然後他最後那個結局 我也蠻喜歡的 他就是拯救了那個 拯救了那個市民之後 然後一副非常狼狽的樣子 可是抬頭望著天公 突然 因為前面他一開始都是下雨天嘛 對 高譚師都超級高譚師 對 像下雨天一樣 都是內心比較陰沉 那最後他抬頭望去 雖然還是陰天 但是稍微有點波雲見日 這個我也是一種希望的象徵 我就覺得 這樣的結束 這樣收尾 我是也還蠻喜歡的 終於不會這麼 讓人家那麼沉重 充滿的力感 所以我覺得他收尾也算還不錯 對 然後這部 他的蝙蝠俠真的是走比較黑暗 寫實 甚至是真的很平實 然後其實是 他不是有一部戲是 他好像跳下來 然後穿那種好像類似 飛鼠裝在空中滑行 一開始很帥氣 可是到最後 降落的時候還擂殘 這可能是史上最狼狽的蝙蝠俠 但是我覺得因為這樣狼狽 更顯得出這部角色的真實性 跟平時更切近常人 所以我覺得這部 我還蠻喜歡的 對 以上 OK 你看 電影三個鐘頭 每個人講的也都很長 對 他那 也不像能講的東西太多啦 對 而且這部3個小時欸 你隨便哪一段都可以講很多欸 對啊 哎呀 陳佑到底睡著了沒 大概 我覺得她應該睡著了 佑佑老師睡著了沒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跑去哪裡了 我要跟各位說個抱歉 因為我的宿舍啊熄燈了 然後所以我就只好在走廊上講話 啊 他用耳麥可能那個音質比較差一點 對 現在還可以 有見 OK OK 喔 記得見齁 對 呃 所以像黑暗中講話 也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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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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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差不多了啦 我也差不多了 喔 好 好 再見 慢走 不受 他沒看 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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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聽你們講 我也覺得蠻精彩的 嗯 你去看啦 你去看啦 你看不要滾啦 你講都沒用啦 也不要光說 對 光那個 可以了 這部值得進戲院啦 好啦 那個是好啦 那個 我覺得要能夠讓熊寶能夠 呃 好好看蝙蝠俠 我覺得 他應該要先看比較娛樂的版本 所以 好 好啦 那個是啥 那個超人大戰蝙蝠俠 我覺得 我看的很過癮啊 可是當年跟威琪看的朋友 他看到滑手機 可是我 可是我在看那部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好看啦 對啊 你幹嘛管你朋友滑手機 你是喜歡你朋友嗎 不然你怎麼老是在看他滑手機 沒有 我看到了 而且 沒有 我剛有看到他的PO文耶 所以我才遇到 喔 喔 別看電影 別PO文 對啊 他覺得很無聊 我在看的時候 有人開手機 然後我看他打東西耶 對 我就想說 因為 因為我記得那個什麼 超人大戰蝙蝠俠也是蠻久的 沒有啊 我本來就覺得這部片 現代人要接受 又有點難度啊 我第一次介紹我朋友去看電影 就是 也沒有介紹他看電影 就是 邀他來我家看片的時候 他坐不住耶 他就一直 一直要把手機掏出來 然後那個什麼 看他那個客戶那邊 要幹嘛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現代的人 你要他 好好的坐在那邊 做90分鐘 是相當困難的 對啊 對啊 那這部有三小時耶 天啊 我覺得這部不進行 我剛想到一件事耶 就是 有沒有可能告訴 因為那個電影 節奏很慢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如果 就是節奏很慢啊 但是這部片就是節奏要很 他本來就是節奏很慢的片 你是你有沒有辦法忍受這個節奏 對啊 就是 還是你平常都快節奏 你平常都是一邊跳舞一邊走路 那個什麼 你的節拍就超快 那你就沒有辦法 對不對 喔 對啊 沒錯 好 先讓陳佑講吧 對 我先 我先講個大前提 大前提就是 我其實是 還不錯 喜歡這次的蝙蝠俠的 喔 好 對 我也不一定是 黃紫妖 對 所以 那些好 那些喜歡看金剛大戰哥吉拉的 你們就自己注意哈 你們就知道這部片是怎樣 怎樣類型的片 你們就知道 對啊 既然我會喜歡 那大概 喜歡金剛大戰哥吉拉的觀眾 可能就 不見得看得下去 其實也不能這樣說 應該說 只喜歡看金剛大戰哥吉拉那樣子的觀眾 好 大概就不適合蝙蝠俠這樣的片 對 嗯 好那我來說 喔 兩部都很喜歡 啊對啊 那就是你的那個 你的視野比我寬闊 你的心胸比我寬闊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 對 那 呃 我喜歡這次蝙蝠俠 的點是在於說 然後 他用 他用 畫面 然後他用 呃 說故事的步調 用各種方式來營造一個 所謂黑色電影 然後所謂冷映 冷映派電影的一個氛圍 就是在黑夜裡面 然後呢 這是一個 充滿罪惡的城市 甚至呢 你會發現 裡面都 有一點可能 煙霧迷離 或是剛剛提到的 一直下著大雨 然後好像 城市裡面的每一個角落 都在發生著一些 喔 骯髒的事情 喔 他對吧 這是一個罪惡之城 整部電影 花了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力氣 想辦法 製造這個氛圍 就是我怎麼讓 這個 這座城市 我怎麼讓這個故事 看起來 十分的凝重 所以剛剛 呃 或是 等下出歌可能也會提到 對 他 花了很大心力 讓大家感受到 那種凝重感 好 尤其在 呃 畫面的營造上面 他的牆子的設置上面 這是我覺得 他 最讓我喜歡的地方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 冷映派偵探嘛 各位應該知道的 好 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 我非常喜歡這類的風格 好 那 蝙蝠俠的狀態就是呢 他做的 很 很有那個味道 我 我 我跟各位 舉一個例子 我對蝙蝠俠的感覺 就是 如果 你很喜歡 蓋瑞奇那種 黑色幽默的風格的話 那麼 而且你 你對那個風格是 喜歡到你會迷戀的 好 你會 只要他一出現這樣的風格 你就開心了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 小丑女大解放那部片 猛心小隊這部片 你會覺得還不錯看 因為他就 做出那個樣子啦 你懂嗎 他做出了那個黑色幽默電影的樣子 所以 你只要看到這個東西就喜歡 那你當然會喜歡 猛心小隊嘛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對賽博龐克 賽博龐克的視覺風格 迷戀到一個 好 瘋狂的程度的話 那麼 好 攻殼機動隊的真人版 你可能也會覺得還不錯 好 因為他就是已經把那個樣子 做出來啦 所以蝙蝠俠 對我的狀況就是這樣 他把那個樣子做出來了 而且呢 做的可能 非常到位 所以我喜歡 好 對 那 但各位大概也聽出來了 好 就是對我來說 蝙蝠俠他呢 是 把那個樣子做得 很 到位而已 這樣子 好 好 就是呢 他的 我這樣講可能有些人 會不喜歡啦 但是呢 我的感覺就是 蝙蝠俠 做出 黑色電影的風格 就跟 攻殼機動隊 做出 賽博龐克的風格 冒心小隊做出 黑色幽默的那個 呃 樣式 的那個程度是一樣的 好 對 我 剛剛其實很多人會提到說 這部片可能不適合 一般觀眾 因為他把那個 嗯 風格 弄起來的時候 很濃厚的 黑色電影的風格的時候 可能一般觀眾吃不下去 而且他還 比較緩慢 因為你要醞釀那個氛圍嘛 可能還 步調比較緩慢 好 然後呢 不是每個人都習慣看這樣的片啊 嗯 但是呢 在我的感受之下 我覺得呢 他還沒有把 他還沒有把 黑色電影的那種 琴瑟亞 推到最最強最強 所以呢 我呢 沒有到說 哇 愛死了 但是呢 他至少有做出那個心 我就覺得 我還不錯喜歡 我還不錯喜歡 嗯 對 那 剛剛提到說關於節奏 步調的問題 我覺得 嗯 超立方啊 各位去看超立方的Facebook發文 他把蝙蝠俠 跟沙丘拿來做類比 他說欸 這兩部片呢 可能都是現代的 一般大眾 有點看不下去的片 對 我個人覺得呢 沙丘跟蝙蝠俠 同樣都是片長很長 然後同樣都是十分的風格化 然後同樣都是他的步調很慢 他們兩個有一個 我認為是關鍵的差異 就是沙丘他的步調慢 是他的訊息量很多 而且長得很深 例如說每個角色在想什麼 你要去讀他的表情 嗯 去讀出來他的思 他在思考 他在那個情境之下 他想要做什麼 所以如果你很認真的去閱讀 這些演員的表演的話 你會從中獲得很多樂趣 但是我覺得沙丘他 他難的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說 對於一般觀眾來說 沙丘很很難 因為你如果沒有認真去閱讀 這部電影的話 你可能很多時候你會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你會不知道說 欸這場戲的好處 我看點在哪裡 但蝙蝠俠 的 蝙蝠俠跟沙丘的一個不一樣的點是 蝙蝠俠他 不難 他只是拍得很慢 所以很需要耐心 可是 你說 蝙蝠俠裡面 首先他的劇情有到很難懂嗎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然後再來是 他的角色有很 很有層次的一個心境變化 跟很複雜的一些心路歷程嗎 其實我覺得 也 還好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 羅伯派丁森他 演出的布魯斯維恩這個角色 就是 一直都心情很差而已 然後一直擺出心情很差的表情 可是你在那個心情很差之下 你知道他可能會想要打擊犯罪 他很恨犯罪 然後你知道他可能後來發現原來自己的父親是 一個片子的時候 他的世界 他的價值觀有點崩壞了 可是 在這之下 其實 我自己沒有找到太多 東西還可以再挖下去的 對啊 因為 我再拿另外一部片來類比 銀翼殺手2049 銀翼殺手2049也是一樣 他的步調很慢 可是你會發現他步調很慢 他很多時候會去關注這些演員的表情 在這個情況之下 藍安葛斯林這個複製人K 聽到了某句話之後 然後呢 拍他表情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去讀說 K這時候聽到這句話 他心裡可能是什麼反應 然後你會從他臉部上可能 有一點細微的表情變化 甚至很多時候可能都 一點表情變化都沒有 可是你光是看著他的那個表情 你就知道他的心裡 有某些波動了 他可能有某些感受了 對 所以 我那時候 重看2049的時候 我馬上跟祝哥講說 這部片2049很屌 屌在說 藍安葛斯林可能都 不見得真的是擺出什麼表情 可是整部作品這樣演下來 你看一個沒表情的人 你會發現 你可以讀出很多 內心的心情變化 就在哪一刻 那蝙蝠俠的 步調緩慢 並不是在拍這些東西 蝙蝠俠的步調緩慢 是在拍什麼呢 是在拍 例如說 在黑暗的大房子裡面 那種等待在等什麼呢 其實是等一個氛圍 就是 我現在營造了一個好像 有點緊張的氣氛 這個情況有點緊急 那個人還不知道 有一個殺人某在他背後 我覺得 當下這個氛圍很讚 那我再多點一下 我還不要減掉 裡面有很多 細其是在等這種東西 例如說 有一個檢察官 他可能坐上警車 也是一樣 他沒有發現 後面有一個殺人某在等他 所以呢 後面就被攻擊了 那 鏡頭慢慢 拍一個遠景 看那台車孤零零的在那邊 你知道裡面正在發生 有點可怕的事情 然後鏡頭慢慢帶圓 但是呢 那個 遠景的 那台 裡面正在殺人的那台車 那個畫面 聽了有點久 其實呢 我有時候覺得 不用聽那麼久 這部片裡面 我覺得 我知道他在等那個氛圍 他要想要讓觀眾更深刻的感受 這個氣氛 可是 其實這個 節奏的拿捏啊 我覺得 首先他當然是 對於一般觀眾 不是很友善的嘛 所以我一般觀眾哪需要看 你拍 例如說 這個檢察官坐上車 然後呢 被殺 我只要知道這樣就好啦 我幹嘛要等那麼久 而且 這次 的攝影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點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 焦啊 好像都很淺 就是很多時候你甚至都只能看到 那個 一個 例如說 我從 車的正面 拍進去裡面的駕駛座 那你當然就可以看到 有方向盤啊 有駕駛啊 然後駕駛的後座 還有一個多一個殺人膜 這樣子的畫面 那個焦 那個焦 根本就是停在方向盤而已 所以你不管是看到 前面 正要被殺的檢察官 還是後面的殺人膜 全部都是模糊的 整個畫面都是模糊的 只有一點點露出來的 方向盤是清楚的 它裡面充滿了這樣子的 鏡頭 所以一般觀眾會想說 為什麼你要停這個模糊的鏡頭 停這麼久 這是怎樣 對 這對一般觀眾不友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以我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它有的時候 可以 再拿捏得俐落一點點 就是 它什麼地方拿捏得很俐落呢 在開頭的那一場戲 其實剛剛有提到嗎 開頭 它用三個平行艦機 有人在搶銀行啊 有人在街頭塗鴉啊 有人在 這個地鐵上準備要欺負別人啊 那這時候呢 他們不約而同的 都看到 天上 已經照起了那個蝙蝠燈 他們知道蝙蝠俠 可能會出現 然後三邊的那些人 都默默的看向 自己身邊的可能某一個 黑色的陰影 想說 會不會從那裡面出來 那三段就簡潔的 欸 你要醞釀氣氛 氣氛也到了 可是你呢 又沒有太多多留念 所以講個那個 嗯 氛圍還有那個獎勵 就營造得很好 對 另外一個 呃 我想要 呃 講的是 各位可以去比較剛剛 布蘭說的 飛車追逐的那場戲 跟 他在 預購片裡面給你看到的 感受 預購片裡面他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他可能想要把它盡量 撿得很血脈膨脹吧 所以他撿得很俐落 然後 可能看到有 車從火光裡面飛出來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呢 哇 克林法洛翻車 然後遠遠的看到 蝙蝠俠 從 火光那邊 慢慢走過來 然後馬上進入 他的 字幕蝙蝠俠 嗯 這場戲呢 在 正片裡面其實呢 也是被拉長了 嗯 那 被拉長了之後 他當然不會失去 呃 這場戲該有的樂趣 可是相對的那個那個張力就沒有那麼強烈 嗯 好 對 這是我覺得 欸他其實處理的 稍微有一點點可惜的部分 對 但當然 因為我知道他要幹嘛 我知道他想要營造 好 他想要留時間去感受那個 讓觀眾感受氛圍 所以呢 既然我能理解 那 啊 我就覺得這不算 這不算他的缺點啊 這只算他的特色之一而已 嗯 對 那再來就是 演員的部分 其實剛剛我講 就是 呃 蝙蝠俠雖然節奏慢 可是他慢 不是慢在 讓觀眾感受人物這件事上面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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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片其實幾個主要角色 我都沒有辦法很深入的理解 他們的 啊 對他們的心境有 很深的感同身受啊 讓所有的派點 羅伯派定生嘛 嗯 我覺得就好像 只是一直看到他擺臭臉而已 好 然後他在這場戲的臭臉 跟在下一場戲的臭臉 啊 好像 啊 都一樣 哈哈 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貓女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啊貓女的 這個 跟蝙蝠俠的愛情戲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莫名其妙的 就是首先我覺得貓女的性格 有一點點 喔 嗯 我不太清楚 我沒有很強烈的感受到 這個貓女的 的性格 好像前面 他比較 呃 一派輕鬆 有點 呃 怎麼講啊 就是雖然已經進入了犯罪現場了 可是還可以跟 呃 蝙蝠俠 在那邊 調戲他啊 然後跟他 嬉笑怒罵 那當然 羅伯派電森不會理他嘛 那可是後面 欸 這樣的性格特質好像又沒了 好 好 貓女對我來說是一個 面容有一點模糊的角色 所以當一個面容有一點模糊的角色 要跟主角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憑什麼 你憑什麼在這邊突然你想要問他 好 所以 這部片 剛剛雖然Briant覺得 欸 蝙蝠俠裡面的愛情戲 好 他挺有感受的 但是我反而覺得 欸 美鳳俠裡面的愛情戲 我 蠻美感的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 他在那兩場戲 要讓他們 那樣子接吻 齁 對 齁 齁 齁 既 沒有 就是這 這場戲 他們這個角色的行為 並沒有給我 跟 這人物本身的性格 或他們的遭遇 有太強烈的連結 好 所以我看就覺得有點 有點莫名其妙 你好像是覺得說 欸是不是 是不是你害怕這部電影 太沉重了 你害怕有些觀眾受不了 所以你打算在中間給他們一點小休息 然後讓他們看一點 有點羅曼迪克的行 你覺得這樣子 好 觀眾就會開心嗎 至少Briant開心了 但是我有點不開心 你看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點不連貫 我覺得有點突兀之外 我覺得 對 就是有點突兀 他們那兩個角色 我覺得 可能不一定要在那場戲做那件事情 對 不管是從整個故事結構上來說 還是從他們的角色來說 對 然後 好 好那講到最後 嗯 他的結局 他有一場戲我覺得很喜歡 有一個畫面 就是其實剛剛大家都講到說 他在這部片裡面要處理的議題是 一個英雄 不應該是一個復仇者 你既然身為一個英雄 你應該要成為眾人們的 對於正義的 希望的象徵 你要成為他們可以擁有的一個信念 讓他們來對抗 無盡的黑暗 這種感覺 對 好 所以呢他裡面 後面有一場戲 預購片裡面也有 預購片裡面也有 就是蝙蝠俠 他拿著一個可能類似訊號 訊號棒的東西 然後在一個 在水潭裡面 往前走 然後後面很多人都跟上去 那其實是在講說 哎呀那個 蝙蝠俠救了很多人 然後呢他呢就是 有點拉開信號彈 然後帶領人們要走出 這個狀況 這個危機 其實這是充滿 充滿了象徵 意義的一個畫面 而且我相信 你就算不用像我一樣 讀過 讀過中文系 然後學過什麼文學詮釋 你都一定可以看出來 這很明顯就是在告訴你說 蝙蝠俠 他在那個當下 他成為了一個引領眾人的明燈了 然後眾人就這樣一直跟著他上去 然後這一片黑暗 也不再 都只有黑暗了 那 學蝠俠成為了黑暗中的一線光明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喜歡那個畫面 尤其 你在前面累積了 這麼 這麼久的 陰遇的氛圍之後 你最後來這一 來這一下 其實是非常點體的 而且呢 非常合適的 我看的那一幕甚至 有一點點感動 就是 我感受到 你想要透過 蝙蝠俠俠這個角色 傳達的 信 你認為他應該 當一個什麼樣的英雄 這件事情 你看喔 這件事情 在諾蘭的電影裡面 基本上是用說的 就是 其實你如果把這部片 跟諾蘭的片哪裡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 諾蘭的片呢 他都是用說的告訴你 會有 我可能 來跟 克里斯丁貝爾講說 嗯 蝙蝠俠應該成為眾人的希望 假設有這場戲啊 我說 那諾蘭就會這樣處理 可是呢 這次蝙蝠俠就一個 很有寓意 而且很美的畫面 來讓你感受到這件事情 嗯 這我很喜歡 嗯 另外另外再講一個 我覺得這部片有 差一點點 讓我流淚的感動的點 就是剛剛提到的 那個貓女 最後呢 找到了 壞人 嗯 然後他呢 殺了他 嗯 這時候 蝙蝠俠衝進來 阻止他殺人 嗯 嗯 剛剛 Brian講的是說 欸 仗義不應該是復仇嗎 可是那時候 我會那麼感動 對於 他阻止一個想要報仇的人殺人 這件事情 嗯 我會那麼感動是因為 那時候蝙蝠俠說了一句話 他跟貓女 就是貓女 問說 你為什麼要阻止我殺他 我要讓他付出代價 嗯 這人是壞人耶 他殺了這麼多人 我要讓他付出代價 嗯 然後蝙蝠俠這次我跟他說了一句說 你付出的代價已經夠多了 對 我那時候突然有一種 呃 心靈受到 受到感動 因為 因為 蝙蝠俠 在經歷了這些事情 他開始知道說 復仇不應該是 終極目標的時候 然後他才 意識到說 其實復仇也是一種負擔 今天 你呢 一心一意想要 想要復仇 其實呢 你是 這件事情也是 你在付出一個代價 嗯 這對你的 生命其實應該是一種傷害 新種負擔 所以呢 既然 這個人已經 可能要伏法了 那你就不要再背負這個 沉重的 名為復仇的負擔了 嗯 好你放過自己吧 嗯 這其實是我 欸他裡面 處理這個議題 處理的還挺 有 達盡人心的一個點 嗯 對 好 那所以這個結局 欸我原本 還挺滿意的 知道呢 知道什麼呢 呵 知道 結局出現了一個畫面 就是呢 在陽光底下 然後呢 所有人 啊就是 因為發生一場大災難嘛 所有人 可能 要等待救援 然後我看到蝙蝠俠 他在那邊抱了一個小孩 把我抱上單架 然後講說 好 我應該要成為 好 一個象徵希望的英雄 好 欸這也是一個充滿象徵的 一個 畫面喔 就是一個英雄 他是站在陽光下 然後他抱著一個小孩 好 這也是一個象徵嘛 可是呢我覺得 這個首先呢 這件事情 太俗爛了 好 是 好 好爽喔 我前面你 你弄得很 黑暗的風格 都弄得很不錯啊 對不對 好 很符合我的美學啊 結果最後居然 來一個陽光 然後蝙蝠俠居然還抱小孩 然後我腦中的蝙蝠俠是不會在陽光牆抱小孩的好嗎 他處理得太熟爛了 我一瞬間突然有一種 你前面營造出來的黑色電影的氛圍都被破壞了 基本上至少在我個人的美學觀裡面 我覺得黑色電影裡面也不應該出現這種 最後一個光明的未來大家在陽光下知道未來會更好 黑色電影裡面可能不會有這樣子的結局 黑色電影裡面的結局會告訴你怎樣呢 黑色電影裡面的結局會告訴你說 黑暗還會繼續持續著 這些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即便你偵探處理完這件事之後 別的事情還是會再發生 你是不可能改變這世界的 但是呢 你至少知道在最後在這個黑暗 骯髒的世界裡面還有少數這麼幾個人 會願意為了正義而戰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於蝙蝠俠拿著信號彈帶領人們穿過水潭 這個畫面我其實我覺得很適合 也很棒 就是因為它有符合這個 它有符合這個 你可以說它是類型的一個主 概念吧 就是說今天並不是 理論上並不是蝙蝠俠一個人站出來 它就可以 這樣高材是影響未來的 它能做的只能是 它在黑暗中點上 點上一盞明燈 然後呢開始有人 可以看著它聚集過來 然後跟著它的方向在黑暗中繼續前進 所以呢到這邊我都覺得很OK 可是最後突然來了一個大陽光 然後抱小孩 我就覺得太怪了 很奇怪 也如果是超人在陽光下抱著小孩 然後說我呢要給大家一個美好的未來 可能就還好 就不會那麼奇怪 因為那是身為超人這個角色 它的職責 就是它的人設是如此 它要象徵的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美國夢 是一個希望 可是蝙蝠俠 既然你這次要把它處理成寫實的 黑色電影的風格 最後那種很很熟爛很通俗的 我就覺得欸有一點點讓我 小小的出戲了 我就 你前面的那個營造的黑色電影風 就在這邊有點 散掉了我覺得 那 為什麼這樣子呢 我的推測 也是跟剛剛的接吻一樣 欸你是不是害怕 觀眾看完整部片之後 心情太差啊 你是不是想要讓 在最後給觀眾一個小小的喘氣 一個小小的舒緩的感覺 然後讓他們以為 好沒關係明天還很好 好沒關係一切會改善的 好你是不是害怕 一般觀眾不喜歡啊 對不對 你看剛剛白人就說 他看到那個最後這個結局的時候 好沉重的心情就 就稍微得到一點解放了 對不對 但我就覺得說 你看你就是沒有 玩到最最極致這樣 我覺得啦 垂下去 雖然它是黑色電影 但是本體它也是一部超級英雄電影 所以它這樣處理也 那些符合超級英雄想要的組織啊 對對對 我懂啊 所以我剛剛就說嘛 就是說 我可以理解 今天他做黑色電影 只是想要 就是 借這個 借這個風格啊 借這個視覺風格 來讓 還有 可能借他的某些元素 來讓這部 變夫俠 變得 比較不一樣 所以呢 這些我可以理解 那我只是說 如果 我的這個觀察點 我這個很重度的 冷硬偵探的 米的話 我會覺得 這些就是 我可能會希望再多一點點 或是我可能希望你玩到 玩到最最硬的部分啊 對 那時候祖克跟我講說 這部片很硬喔 我一進去看 看一看 看一看都硬 有問題 你看了都硬 開車了開車了 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說 哎呦可以 這個強度 給我看正好 這樣子 少數時候 像剛剛講的 新聞的時候 當你講的 當光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你沒有 你沒有玩到最極端 對 像 柱哥提到說 這部片子其實 動作場面的那個娛樂性 可能不是 一般觀眾期待的 但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光看這部片的 動作場面 雖然也少少的 可是呢 裡面有一場戲其實讓我 還蠻驚艷的 就是在講說 你們在預告片裡面 也會看到這個畫面啊 就是 對付下 他原本在進居裡面 好像被 又被 警察帶走了 但最後呢 因為某些緣故 他逃出來了 然後呢就開始 從警局裡面 一直跑 然後呢 往上逃 然後所有的警察 全部的警察 全部都 一伙人這樣子 就追上去了 然後追到頂樓的時候 蝙蝠俠無路可逃了 他呢就 在 警察要遭到他之前 他就飛走 飛走 我那時候 我看完蝙蝠俠之後 我就回去比照了 蝙蝠俠開戰時刻 的動作場面 而基本上 我看蝙蝠俠開戰時刻 動作場面的時候 我 並沒有太多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後來發現 因為諾蘭都把 動作場面 剪得很碎啊 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 只要一進入打架 就是 一直在閃 好 然後你就直接看到 一坨人在那邊 人影晃動 最後呢 等到他停下來 那個快速的剪輯之後 反正就是 蝙蝠俠還站著 其他人都倒地了 好 那 我剛剛不是說 麥特里維斯 他在這部片裡面 他鋪那個 他的節奏很慢 因為他醞釀 情緒嘛 雖然我剛剛批評了說 他某一些戲 他醞釀情緒 等得有一點點久 可是 我從這一場 蝙蝠俠從 警局逃到樓上 就要跳樓 的這一段 我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醞釀情緒的必要 因為你 你首先前面 已經 一大段都 非常非常的厭異了 然後最後呢 你看到他在 警局裡面 跟警察 出現正式的衝突 然後最後逃上去 他的那個 稍微 緩慢一點的 鏡頭語言 就變得 開始在累積張力了 然後那個累積張力 到最後 他從那個樓上 跳下去的那一瞬間 那張力的瞬間解放 所以我突然有一種 哇 好爽的感覺 而且他跳下去 還沒解釋我 他繼續用 可能 GoPro視角的那個 特寫 拍蝙蝠俠 飛翔 你可以看到蝙蝠俠的臉 然後已經看到旁邊 就是 的那個 城市的景色這樣子 嗯 他繼續 用 比較 緩慢的 步調去 拍那個 飛翔的戲的時候 也是一樣 那個張力 仍在累積 我就覺得說 這個拍得很 很對我的 呃怎麼講 對我的胃口 對 就是 嗯 那個張力有累積出來 我怎麼講 所以你看 我剛剛並沒有 直接說 他步調緩慢 是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這個 他有時候 步調緩慢 我可能會覺得沒那個必要 可是呢 在真正必要的時候 哈哈 那個 那個 緩慢的 步調就可以 累積觀眾的緊張感 以及 嗯 你其實大概會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就在等 等他真的跑上去 等他真的跳下去的時候 嗯 那就是 嗯 我覺得 怎麼講啊 嗯 你會發現最近啊 影迷圈開始出現了 嗯 他們很喜歡 長鏡頭的動作 細 嗯 不管是像 呃 全面圖戲那樣也好 我要求要很清楚的 看到 兩個人 對打的動作 你最好就是給我長鏡頭 然後拿狼警 我很清楚看到他們的動作 嗯 或是像 我覺得另外一個 好 例子是 之前的賽道狂人 嗯 你不要給我像東尼茨茨考特 剪賽車戲那樣子 剪得亂七八糟 我基本上都 好 我只能感受到 簡介的速度感 好我感受不到 汽車的速度感 你就好像賽道狂人那樣子 你 很穩定的 還 汽車在賽道上跑 然後超車的畫面 好 因為呢 你這樣的長鏡頭 是可以 讓人去累積情緒的 去感受那個 可能越來越強烈的 張力的 我覺得 蝙蝠俠 至少在那場戲裡面 就給我這樣的價值 然後我在那場戲裡面 突然感受到了 比 呃 整個 黑暗騎士三部曲系列 都覺得還要爽的一個動作場面 嗯 對 好所以 以上大概是幾個 我對於 蝙蝠俠這部片的 觀察點 就是欸 我覺得還不錯喜歡 還不錯 可是 如果你硬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嗯 好 我就覺得說 其實 陳佑應該是講幾個 不是幾個吧 幾個啊 對啊 幾個啦 你是講幾個還是幾個 應該講幾個吧 就是several 就是我 提出了一些 我 怎麼去看這部片的一個 因為半屏處把你的幾 半屏處把你的幾個 聽成了幾個 嗯 就幾個六十分的意思啦 是不是半屏處 對啊 對啊 沒有到六十分這麼低啊 我可能會給個 嗯 75分以上 不到80分 好 欸我給蝙蝠俠也才80分而已欸 對不對 好 這個蝙蝠俠 你看你看你看 我又給他80分 又要那個什麼 莫特高升之戰 就是 對 撲朔米 撲朔米 可能對我來說 然後蝙蝠俠 低蝙球一點點 好 對 那另外 好 另外那個 我再額外講一下 這個不影響到我對於 變蝠俠俠的 的觀點啦 就是剛剛提到的 麥克吉亞奇諾 好 麥克吉亞奇諾 基本上是我 最喜歡的一位 呃 電影音樂家 沒有之一 好 那我最喜歡他的 電影音樂 就是 2009年的 星際爭霸戰 我 那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心力蒸發 這個音樂 讓我 小失望 好吧 怎麼說怎麼說 沒有因為前面 傑瑞高史密斯的太厲害了 喔 那個 你應該有看戰鬥巡航那樣 那樣子的電影吧 有有有 對啊 後面的那個主題曲多強啊 我的天啊 就是像那種麥克吉亞奇諾他們這一代的人 所做的音樂事實上他們的主題都不是很強 就是 對 雖然星際爭霸戰的音的那個 他有辦法創造一個主題但是我 還是覺得這個主題事實上 跟傑瑞高史密斯那個比起來差太多 因為傑瑞高史密斯他那個甚至比1960年代的那個主題音樂還要強很多 因為最早 因為他的主題曲 然後那個 那個 麥克吉亞奇諾有創造一個 他又把他的那個就的這個主題曲拉進來 可是我那時候就一直在等 阿你那個結尾高神秘師那個在哪裡 我在等那個人 結果他從頭到尾都沒出來 我覺得好失望 因為我老實說 我在我自己 開始看電影 開始去感受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已經是 漢斯寂寞的時代 就是 差不多 蝙蝠俠開的時刻 那之後 開始諾然跟漢斯寂寞 他又開始變成那個 昏睡在風情上面的那個漢斯寂寞的時候 對然後 大概那陣子開始 其他所有的電影 所有的電影配樂也都往那個方向去 對那我雖然 我也聽過那個 就是 我也 那個是什麼 《星期大戰》 《諸羅基公園》 《印第安娜瓦斯》 《約翰威爾斯》 《約翰威爾斯》 我也聽過那一輩的電影配樂 我也喜歡 但是我就覺得那個好像 離我有一點遙遠 那個美學你知道嗎 但是 《麥克基亞》 大概是我在 那些看電影的時光當中 我覺得有少數 首先 他是真的有主題音樂的 剛剛出給我講 我現在在 槍戰 2009年 《星際爭霸戰》的原聲帶 是建立在我登那之前 完全不認識《Star Trek》 所以我沒有出格的那個 比較前面的 已經有什麼了 我那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聽到 好像有主題音樂 而且還很好聽 第二是 那個主題音樂 可以在那片裡面的 不同的時刻去營造出 不同的感覺 各位可以去認真去聽那張原聲帶 他在 也是一樣那個旋律喔 他在熱血的時候 可以弄得 很澎湃激洋 他在悲壯的時候 他用那個女高音的人聲去唱 可以唱得很悲壯 然後他呢 在進入那個 這部電影的 那部電影的 抬頭的時候 可以是很莊嚴的感覺 我覺得說 很屌欸 所以 2009年 《Star Trek》的原聲帶 大概是我 甚至是可能是至今為止 我覺得最棒的一張電影原聲帶 我自己最喜歡的 然後 我甚至 我對那部電影 以及這張原聲帶 基本上是熟到 我聽到哪一首歌 我可以直接知道說 他在 他那是在電影裡面的 演哪一段這樣子 對 我接下來 再讓我聽到我覺得 同樣讓我覺得很澎湃 很 聽得很熱血的音樂 可能已經要到 嗯 迅龍高手了 我覺得迅龍高手的那個區啊 也有寫到那種 相同的氣勢 嗯 總之就是這樣 所以呢 當 再 插一個 小話題 各位如果去聽 奇異博士的 第一集的主題曲 基本上呢 大概有 跟 《Star Trek》的那個主題曲 有六七成像這樣子 好一感料的 對 我那時候 一聽 沒有啊 因為也有可汗 因為都有BC啊 對啊 有可汗 對 總之就是 一聽我還不知道是 麥克吉亞奇諾 一聽 欸 怎麼跟《Star Trek》那麼像 一查 果然是你 對 因為我如此喜歡 那樣子風格的 麥克吉亞奇諾的配樂 所以我在聽到蝙蝠俠的配樂的時候 我覺得 蛤 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小偷懶 他也是一樣喔 他寫了一個主題曲之後 嗯 他在 這部片裡面的任何情況 都用那個主題曲 去打 嗯 各位如果看那個 預告片裡面最後 的那幾個音啊 基本上就是那個 就是他的主題啊 嗯 他的這部電影裡面 什麼情況都可以搭 你要他是可能 很緊張的 很 很凝重的 還是呢 可能有點尖銳的 他都可以放進去 這樣子配 嗯 只是呢 我 我聽下來的印象啊 嗯 蝙蝠俠 這部片 好像就只有那一個主題而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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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個 因為最近一直在剪他的影片 所以一直在聽 喔 對 所以他其實有銀行一個光明面主題在裡頭 喔 是 你可以去找他的那個曲目叫The Batman 就是那個 他就應該就是最後手持火炬的那一段音樂 那個時候才有光明像音樂出來 阿其他的時間點呢 基本上這個音樂基本上是走那個 欸 計程車司機styl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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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那個 冷硬派的那個音樂 然後 我覺得有趣的點就是 你看到這部片蝙蝠俠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走位 他常常走來走去 就是 走很久 所以 但是這個時候在走的時候又放這個音樂 所以就會 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會覺得 這個 就是他在他在走那個沉重路線 他我是覺得其實 這邊 他是有點硬那個導演要求而處理的 他 他 他可以做主題動機牆的東西 但是很明顯這個東西 我甚至都可以感覺到他的那個 Source 一開始 可能那個時候有某幾段戲的那個什麼參考音樂是直接拿黑暗騎士的 某一段 來用 然後後來麥克吉亞奇諾再做他就做一個很類似的風格的東西在這邊 是吧 是 對我覺得 祝格說的沒錯就是說 我去聽 Star Trek 去聽他的 《俠盜1號》 他其實 不僅主題動機明確而且他會很明確的分出說 他有很多個主題動機你知道嗎 在Star Trek裡面 有他的主題音樂之外 每次那個羅莫 男人 那個妮諾出場的時候 有妮諾出場的主題音樂 然後有什麼主題音樂 大概 你這樣算一算大概有三四個 基本上 蝙蝠俠我覺得就好像少了一點 這種感覺 所以我當時 一發現他是麥克吉亞奇諾的時候我還 我還有一點點驚訝 這跟我之前 習慣的麥克吉亞奇諾那個 主題動機很明確的不太一樣 麥克吉亞奇諾大概是目前我覺得 因為 你知道那個約翰威廉是在做那個星際大戰的時候啊 後來不是有做了好幾部那個外傳嗎 就是那個像是俠盜1號啊 然後還有那個韓索羅啊 如果沒記錯的話俠盜1號 就是麥克吉亞奇諾做 對 沒錯 麥克吉亞奇諾在當時其實有抓到那個 約翰威廉是在早期 幫星際大戰做音樂的風格 就大概是第四部第四 就新希望 你後不內內內內內內那個時間 因為到後來帝國大反擊的時候 約翰威廉是的風格又變 然後 可是有趣的點就是麥克吉亞奇諾抓的那個音音樂的那個風格 跟感覺 就真的大概就是 星際大戰那個年代就是就是你後 就還沒到帝國大反擊就是就是星際大戰的那個狀態 然後我又覺得他其實抓的很很精準 好就是他 他有他有抓到那個 約翰威廉斯那個時候創作風格 所以我其實個人覺得他是最 接近約翰威廉斯的一個新世代的作曲家 因為 約翰威廉斯事實上有好幾部電影作品 有接班 就是有怕死給後面的音樂家做 然後從最早的唐代維斯 唐代維斯 唐代維斯那個什麼幫忙做那個 侏羅紀公園3公園也做得不錯 真的那個是還蠻早期的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沒有 唐代維斯先做 Matrix 對 然後但是 Matrix最當時厲害的就是他編曲的時候做那五調性音樂啊 做得很厲害 對 然後麥可吉亞奇諾基本上是 他 也不能夠說那是他的第一步啊 就是他的展露頭角是超人特工隊 就是那個那個什麼那個皮克斯的超人特工隊 對 然後還有一位那個最近比較少看到是法國的作曲家 那個他是接的那個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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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做設計啊 這個這個作曲家 音樂 我看一下 他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他 亞歷山大代斯培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一個作曲家 就是他 我覺得那個時候這幾位其實都有在有接那個約翰威廉斯的 的 對 只是麥可吉亞奇諾其實 最抓得住 應該是最抓得住那個約翰威廉斯 他那個 他那個無調性風格 你知道 就 好啦 我相信 我相信 不只是我這樣的感覺 我相信 很多人都這樣感覺 因為 你看然後不只他是接班的星際大戰 去做下到一號 他還 也接了諸羅紀世界這樣 基本上就是 他們想要弄一個約翰威廉斯風格的東西 反正做到麥可吉亞奇諾來弄就對了 嗯 沒有 沒有 還有誰 約翰保爾也有被 也有 也有接過約翰威廉斯的 就是那個韓索羅 但是呢 約翰保爾的音樂 基本上就是 非常的甜 很優美 你知道 就是那個 像你聽那個什麼 尋龍高手就他的 對對對 然後還有神鬼認證 但是我其實覺得約翰保爾厲害的就是 他連神鬼正認證這樣子 節奏超快 超緊張的音樂 他還是有辦法把他做得很優美 所以 就是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非常喜歡神鬼認證的音樂 尤其是第三集 對 好吧 好啦 那個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歪樓聽音樂 又再再講下去 那個頭都被說 我要睡著 對 來 趕快 你那個什麼 趕快到馬大接班 來 媽媽媽媽媽媽 OK 好來 直到我了 沒關係啊 反正 我 我一講你們沒有講的 所以沒殺 對啊 來 你們都已經講了我剛剛有要講的東西 所以我最後可能你又做個小補充 來 沒有說真的啦 就剛剛那個幫人講 要講太多東西可以講了 講不完啦 黑兵 蝙蝠起來是一個那麼老的IP 然後 又經歷過這麼多編劇 然後 什麼東西都來了 對不對 對 什麼東西都來了 不過有一個 這什麼東西都已經有了 所以 看能怎麼解釋啊 是不是 我是覺得 講蝙蝠俠的電影 你要 先了解 這一部 你要先了解 你自己喜歡的是哪一個時期的蝙蝠俠 有沒有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看蝙蝠俠的時間點 其實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是從美麥開始看 有些人可能是從之前的肥皂電視劇開始看 然後有些人可能是從大顯熊一開始看 有些人是黑暗期才開始看 有些人甚至搞不好就是 只知道蝙蝠俠 但是只看過正義曙光 或者是甚至正義曙光也沒去看 然後只為了唸 我們的如果派聽聲就跑去看 有沒有 不同時期 你喜歡在不同 你是在哪個時期錄更的時候 你要去了解說 這一部到底是不是 因為我個人啦 蝙蝠俠的電影 到目前為止就是彩色版本 因為我只有看到彩色版本 黑白版本我沒看過 所以那些黑白版本不講 彩色版本的 從之前的電視劇 到大顯神中 方機一末 然後那幾個版本 極動人 明天大勝 黑暗騎士 這一種 每個蝙蝠俠說實在 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每一個 每一任的 動電影的部分 他都有做出不同的特色來 而且這樣基本上華納他每年 之前啦 每年都是一年推出一部劇場版 然後每個劇場版基本上 都不同的宇宙 所以他的蝙蝠俠的個性 已經是該有的都有了 導致說蝙蝠俠一講 真的講不完 而且要做也做不完 因為畢竟他有太多可以講的東西 尤其像這一部 其實有一點我是蠻想吐槽一下 就是你們一堆人都講說 這是黑色的電影嘛 對不對 在我看完的感覺 這一部除了色調黑之外 哪裡黑了 光明的狠好不好 他只是步調慢 他哪裡黑了 他哪裡黑了 所以我真的只是做出一個心而已 對不對 他只有 到底是誰在講他是黑色電影的 你知道我真的 到底是誰開始講 我在他打著 他的確是黑色電影 這一部 只有色調黑 好不好 因為一般 我跟你講 一般人講 我不知道一般人講 至少我 我聽到黑色電影的時候 我會期待他是很深沉的東西 你看完之後 我能夠帶入那種 好壓抑 好痛苦 好爽 那種悖念的感覺 可是又想做些什麼 又做不了什麼 又喘不了氣 可是又想狗活下去 這才叫黑 在我的想法裡面 這才叫黑色電影 我看完這部蝙蝠俠之後 他只有色調叫黑 他裡面超歡樂的好不好 你說超歡樂 你要說 哪裡超歡樂 靠北 好啦 我說實在話 因為 你們都說他很黑 所以我會想說 我已經抱好了 而且實際上 預告也沒有很吸引我 因為我不喜歡羅帕麗珍 我對羅帕麗珍 一點感覺都沒有 目光之城我怎麼看怎麼睡著 天人我反而覺得他天人演的不錯 燈塔我覺得也還不錯 對啊 所以在這幾部 他後續的一些電影 讓我對羅帕麗珍有一點點改觀 不過我說實在 他去演蝙蝠俠 其實也無法看出他的表態 他的演技 他也很努力在做我的表情 因為 如果喜歡蝙蝠俠的 你就會知道被Vible 就是之前的一個編劇 因為DC 其實你知道 編劇這個東西 在DC嗎 把我同時問過好幾個 所以 有時候你不要管他是哪裡來的 但是很多很厲害 很多厲害的編劇 就是兩邊待 你知道嗎 甚至掉出就回來 之前就是編寫了一部 叫做蝙蝠俠聖經 他裡面就是有提到 就是 在座蝙蝠俠有沒有 這幾個要素基本上 盡可能的不要去變動 會比較好 然後裡面其中就有提到一個 就是蝙蝠俠 給人家的感覺有沒有 就是要一副 這是我聽大陸一個Pockets的人講的 他說就是要一副死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要一副死樣子 變成蝙蝠俠的情況下 他就是要一副死樣子 不苟言笑 以目前來講 至少說克里斯林貝爾的 小班的 然後還有克里斯林貝爾 他們 羅伯伯提森這幾個版本 他們都有做到該有的死樣子 有沒有 但是我文本最喜歡的是小班的版本 因為他給我最該有蝙蝠俠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他有力盡長張 只是因為 畢竟正義曙光裡面 卡太多了你知道嗎 他沒有辦法好好發揮到 他該有的特點 因為我很喜歡一部 正義聯盟的電影 我熊間忘記那部電影名稱叫什麼了 那部電影的重點是說 蝙蝠俠 因為他很害怕這些外星人們 就是超人啊 整女超人啊 那個火星人 這一些 這一些人們被洗腦或幹嘛 就是突然間變壞了怎麼辦 所以蝙蝠俠呢 在他的電腦裡面 他針對每一個 他的正義聯盟的每一個成員 他都設定了 對那一部叫什麼忘記了 就是他都設定了 如何打敗他們的方式 然後那一集就是 壞人潛入蝙蝠洞裡面 把蝙蝠俠測定來 打倒這些正義聯盟的人 的東西偷出來 禁食大師還模仿大師 把他偷出來之後 然後去針對正義聯盟的每一個角色 我好喜歡 這才是蝙蝠俠該有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目前的電影裡面 他並沒有把蝙蝠俠該有的深度拍出來 要嘛太娛樂 要嘛太工具人 要嘛太過拍掛 就例如說克里斯尼貝爾的 他的蝙蝠俠 我說實在話 克里斯尼貝爾的蝙蝠俠 我沒有說不喜歡 但是我沒有到很喜歡 是因為他的東西 比較好的都是反派 就是塑造的比較好的都是反派 反而沒有做到蝙蝠俠給人家該有的感覺 像我們剛剛就有提到嘛 他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偵探對不對 可是我說實在到目前的每一部電影裡面 每一部 我啦我純粹有個人感想 腰炮不管 反正有個人感想 至少看了感覺 他沒有給我到蝙蝠俠該有的那一種 機制深層跟氣度都沒有到 所以我只能說 以電影來講 我沒有討厭的 但是我沒有很喜歡的 但是我看完這一部之後 他讓我看到有一點點就是不一樣地方 什麼叫不一樣地方 就是這個蝙蝠俠終於比較像蝙蝠俠了 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就有講嘛 他演的是蝙蝠俠 剛開始成為第二年的時候 所以他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 例如說可能沉不住氣 例如說可能不夠聰明 裝備不夠好 然後被一些小羅羅打他之類的有沒有 打幾個小羅羅都不行 可是如果你們看很多 華納的劇場版的動畫的話 其實蝙蝠俠常常被小兵打怕 因為他背景就是一個 比較強壯的人類 但是你當你對的是外星人 變種人 變異的 開掛的 你打不過很正常 他只能靠機制 靠裝備 靠權謀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很喜歡蝙蝠俠的原因 然後這一部 他其實也沒有做到那個 因為畢竟他是很年輕的蝙蝠俠 也沒有做到 但至少讓我們看到他比較不足的地方 他長大如何在進步 如何在 如何在 人家這部電一開始 他說我是個復仇者 因為我爸媽被殺了 那我實在是不爽 所以我要復仇 我要為這個 呃城市 不希望有再有其他的跟我過一樣 我是個 但是呢 當他知道 他爸爸其實好像也不是好人的時候 他突然間 唯一的信仰不見了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我們的 阿福不是被炸傷嗎 對不對 去醫院看他的時候 阿福又說 你爸爸真的是個好人 他是不小心做錯事的 你不能 你不要這樣子去想你爸 然後這個時候 呃 這一地方是我還蠻喜歡 其實裡面蠻多段都蠻喜歡的啦 我雖然其實我玩 我玩在貶視上 裡面很多東西我蠻喜歡的 齁 嗯 在這一段的時候 那個 羅派林生他說 我以為我克服恐懼了 結果其實我沒有克服 我現在開始害怕說 我害怕失去阿福 害怕失去他唯一的家人 嗯 因為他在知道這兩件 就是你要一開始原本 他把爸爸當做中心思想 嗯 我是為了復仇 我是為了正義形象 我在做我的家族傳承 我家族傳承 我爸就是一個好人 我爸選市長 我爸建立基金會 我爸建立孤兒院 我爸雖然有錢 但是他這個大好人 老好人 但像被殺了我也不甘 我要復仇 復仇過程中 順便來拯救這個都市 原本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但後來發現 我爸原來 原來是連同壞人 來為了自己的那個 蛤不是吧 怎麼會這樣 但是後來又經過阿福的講法說 你爸真的是好人 形容一下 他其實這一個時候 他大概有感覺到說 事情其實 尤其是關於他爸 他的家族是沒有辦法直接 直接分黑白的 你知道嗎 嗯 然後他在這的時候 終於覺悟說 嗯 他 有了一點恐懼感 讓他變得開始有點像人類 他其實一直在逼自己不像人類 有沒有 他在開頭想說 因為晟福夜出 我已經想夜行動物了 然後一直去push myself 一直一直強迫自己想要幹嘛 他要逼自己逼到某個程度 他不想承認人類脆弱的那一塊 他才能夠達到他的目的 可是當他發現 他會因為他爸爸的形象 然後阿福差點死掉 這些東西真的感到恐懼的時候 嗯 我們才看到他人性 然後我剛剛講的蝙蝠俠店 我最喜歡那一部 為什麼 因為蝙蝠俠知道人性是怎麼樣 他知道人不可能永遠不變 今天你可能是我盟友 如果你下一刻 你可能你被人洗腦了 被人控制了 或是我們利益的方向相反 你是為了反攻我 那我是要做好防衛 對 對不對 這才是我喜歡的蝙蝠俠 在羅伯伯先生這版還沒出來之前 我覺得邦艾弗列克的蝙蝠俠 有做到這一點 一點點沒有到很多啦 你看至少他知道去分辨說 你看 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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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蝙蝠俠的換了 那個 超人的指對頭 那個光頭叫什麼名字 誰忘記了 雷克斯露射 你看 他懂得分辨 雷克斯露射跟超人 哪一個威脅比較大 嗯 所以他會執念性的先去把超人幹掉 有沒有 畢竟超人是外星人 他力量大到太誇張了 超人如果真的想幹嘛 地球沒有人擋得住 雷克斯露射真的想幹嘛 最起碼 以他的能力 他擋的時間還可以比較久 甚至他 把雷克斯露射幹的也不是問題 所以他會優先選擇去 把超人幹掉 當然 在正義署關裡面又有講到說 超人做錯做的事情 他在打鬥過程中 呃 傷了誰誰誰誰誰幹嘛 讓他對超人其實有積怨 再加上雷克斯露射的挑撥 有沒有 嗯 這些東西 當然這個東西 所以才說為什麼 我之前如果真的要喜歡的話 我比較喜歡小班的版本 但是這一次 《独播範針》出來之後 他讓我看到更多有關於蝙蝠俠 想營造的人性 嗯 所以這一部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 我沒有覺得他步料很慢 因為他一步一步的在進行 一步一步的在進行 中間在穿插一些可愛的小鬥序的片段 例如說老師喜歡神豬鬼沒 有沒有 轉頭已經出現了 轉頭你又不見了 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那個 他從大樓 你看那個誰又不是我講 從大樓跳下來那個時候 有沒有 他一開始是有下一點點 有時候 有點高耶 有沒有以前的蝙蝠俠就是 我跳 完全不會有任何人 身為人類的恐懼感 有沒有 那時候他還沒有克服這種恐懼 在這個版本 他一開始要跳上去的時候 有點高耶 沒關係 我裝備跳了 沒有 跳上去的時候 原本是要跳到那個箱形車上面的 然後結果 結果著陸失敗 然後滾滾滾滾兩圈 然後兩槍的站起來 喔喔喔 他只差沒講說 喔 我的背 我的背 只差沒有講這個而已 然後慢慢的退到那個巷子裡面去 這個我也很喜歡啊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一起去抓那個 棄人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柯林法洛 我真的 對了我補充一點好了 我在看導演訪談的時候 裡面有講 他其實這邊有講說 這一部其實是 蝙蝠俠以外的 很多角色的起源故事 嗯 也就是我們 雖然說這部不一定叫蝙蝠俠 但是他把這一些人的起源 這一些其他角色的起源 反而做得比較好 有沒有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 我有聽到 有 可以怎樣 柯林法洛會演訓的那個 企鵝人的影集 那個已經簽約了 有訊息出來了 就是以這個企鵝人 有影集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說真的 柯林法洛在這一集有沒有 他願意接我相信 他絕對不是只因為這部電影有接 一定是華納 承諾他說接下來 我們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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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你就幫我捧個羹 你幫我 不要那麼 讓柯林法洛收驗一下你的氣 讓我把其他角色補一補 我接下來還要給你其他東西 就跟那個江西男一樣 有沒有 至少要突然拍完之後 和平使者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約好了 我接下來要給你什麼 所以這一集就乖一點 你乖乖的讓導演去 把你該做的東西做就好 不要有太大的氣勢 不然我不小心 原本是蝙蝠俠就變棄惡人了 你知道啊 騙你了 對啊 所以柯林法洛在這一集的表現 其實很棒啊 他從一個二線的 就是老大的二把手 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 老大黑道老大要被 被抓走之前 我往上站的時機到了 有沒有 就開始成為更正的棄惡人 而且 他被抓的時候 其實裡面其實有很多 可愛的小片段 例如說什麼 我剛剛有講到一半 氣惡人他被 那個蝙蝠俠 跟高登抓去審問的時候 有沒有 他們倆一唱一和的感覺 真的是 就是 天啊 這好像在唱和聲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還被那個 氣惡人笑說 你們的西班牙也真的有夠爛 連拉跟拉都分不出來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 好我終於知道結果之後啊 居然把氣惡人 手腳綁起來 丟在那邊 然後氣惡人就是 你們怎麼可以 這樣走路 像氣惡的感覺 我都很敢 那一幕我超喜歡 那一幕我超喜歡 而且我說 克力法國在這一步 他有把他該做的 該盡的責任盡到 什麼意思呢 他演一個二幫手 該對的聲音出現 但是他不是後面的人 但是他在崛起當中 然後他也沒有搶到 沒有搶到說 每個角色的光芒 也就是說這一部 除了蝙蝠俠之外 其他的角色都顧得還不錯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這一部我蠻喜歡的 有沒有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資訊的話 這一部有基本上 導演在那個 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說這一部有致敬 三部經典的蝙蝠俠漫畫 一部就是蝙蝠俠元年 然後一部就是 漫長的萬聖節 然後再一部就是EGO 就是EGO 我不知道怎麼翻 他不知道怎麼翻 翻到自我還是製作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個 他裡面這幾段分別就是 呃 元年嘛 就是講蝙蝠俠剛成為 有人翻到第一年了 就是他剛成為蝙蝠俠的時候 有沒有 這邊剛好也有自經道 我剛不是說他跳 跳大樓 然後要在車 鄉行車上面 降落那個畫面有沒有 這畫面其實在元年裡面 就有自經道 嗯 然後呢 漫長的萬聖節呢 是漫長的萬聖節 是很經典的一部 蝙蝠俠漫畫 可是 最近有被改編成動畫 但是被罵的蠻慘的 但是裡面那個重點是 裡面重點是 這一部 他算是扣掉說 那個蝙蝠俠歸來 還有字幕玩笑這幾部 他以聲勢跟評價來講 至少他可以排到前三名 因為這一部好玩 再來點說 你真的沒看到最後一集 你不知道壞人是誰 嗯 嗯 那這就跟迷語人的設定 其實很接近 當然 與其說我們都知道 迷語你是誰了 但是他沒有露出臉 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說 他最後到底是想幹嘛 他可以把蝙蝠俠耍了團團戰 真的讓我覺得 有把這個角色也塑造得好 就蝙蝠俠 終於不會一直開掛了 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很討厭說 蝙蝠俠一直開掛 這點 就之前的電影 讓他開掛太過分了 這一部 只有在最後沒有開一點掛 這點我覺得不錯 好 我想一下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講 但是我再講一下 我最後有關於 陳佑你剛剛講了一點 你說你不喜歡的點 其實我蠻喜歡的 但是為什麼 我跟你講 因為你知道我這邊常常在做 Crosplay的公益活動嗎對不對 你剛剛說 他在救小女孩 抱小女孩的 那個時候你媽不喜歡嗎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最後面 他跟整個災難結束戒嚴的時候 他跟貓女又有見面嗎對不對 跟貓女見面之後 他說我想要改變這個城市 但貓女直接突然他說 放心那城市不會變的 你還是跟我走吧 有沒有 你要說他不夠黑吧 他勉強黑了一點 他不是給你Happy End 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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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如果他說把... 如果Ending是在說 他救完小女孩 然後站在陽光下面 然後就結束的話 那陳佑吐槽是對的 對啊 可是他最後 貓女又補了貓女 吐槽你這一點 可是陳佑是不會變的 你還是跟我走吧 有沒有 但是我說 這部電影真的 他只有色調黑 內容我真的沒有覺得多黑 我說實在的 然後... 陳佑剛講的那一段 我有喜歡的螢幕 其實不是說 當然他跳下水裡面 砍斷電纜 然後拿起信號燈 信號火炬救人那一幕 那一幕色調是真的很漂亮 黑藍紅黑閃爍這樣子 然後他帶領著一群人走出去 有沒有 而且一開始他想伸手 抓那一群在那個... 被藍鋼壓著的市長那一群人的時候 手伸出去的時候 那一群人是恐懼的看他不敢把手伸出去 但是小朋友先把手伸出去了 有沒有 小朋友伸出去之後 跟著全... 這一幕的意象性 象徵性 就非常的棒 那一幕應該算是很... 整部電影裡面整個... 浴衣最棒的一幕吧 但是讓我感動的不是這一幕 讓我感動的是 他把... 小女孩抱起來嘛對不對 然後送上了... 直升機的單架 然後... 直升機的單架 升起來 然後他就... 頭抬起來看著直升機的單架 他整個臉啊 衣服啊 都是黑的有沒有 就是... 泥巴嘛 那整個... 整個臉黑到什麼樣的 有沒有 我說真的 那個感覺 我反而比較喜歡 因為... 真的是這樣我們會做的事情 今天有沒有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災難的話 我們這一群人 我們可能就是... 呃... 因為如果發生什麼災難 我們當然不可能 穿著背心都去嘛 我們就穿好保護自己的衣服嘛 對不對 簡單講 他最後面做的那件事情 跟我們差別在哪裡 我們只是沒有... 我們可能不會帶著頭回去救人 我們可能... 但是也不一定看狀況 不是啊 因為... 總說嘛 這一步道的感覺就是 那一段 很像我們回去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反而特別感動 因為... 總說嘛 很多時候是... 你感同身受的那一幕 因為你將行比星島了 嗯... 所以那一幕我反而特別喜歡 我怎麼都會一直想到諾蘭的那個版本呢 黑暗騎士裡面的那一段對話 哪一段哪一段哪一段 哪一個對話 呃... 就是... 我們跟你有什麼不同 然後... 然後蝙蝠俠就會說 我不穿曲棍球背心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我們都一樣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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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最有趣的點 是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蝙蝠俠 你知道他的那個造型 你知道 他每次... 他的那個手臂的那個部分 他... 他幫他設計了一條一條的東西 你知道啊 一條一條那個... 一條一條的弓箭之類的有沒有 對啊 那是弓箭嗎 我根本覺得他好像也沒有射出來 或是什麼的 但是那個... 遠看... 就很像那個... 曲棍球背心 那種... 那種... 那個... 護具... 就是他感覺起來很像是護具的那種... 那個什麼... 然後所以... 每次他舉起來打人的時候 我心中腦袋裡面 就一直想起那個... 諾蘭的那個蝙蝠俠講話 我不穿曲棍球背心 我... 因為這一版的太平民化 就是... 類似的就是這種 你只要有心在自己家裡面的那個... 車庫就做得出來了 那種東西 你知道嗎 他... 他有一段... 他的肌肉至少是防彈的 而且... 打了也不會... 對啊... 我指的是... 我指的是外表的質感 我指的是外表... 就是他裡面有一段那個... 蝙蝠俠的腰帶 拿起來的時候 我說... 就是... 軍隊S腰帶 然後上面的... 前面的那個羅文說... 哇... 他這個凹痕 他這個凹痕 我覺得我拿十字起之應該... 那個就可以把他... 那個... 就可以把他解鎖下來 那種感覺 他真的有點故意要這樣做的 好啦... 嗯... 因為導演有說啦 他說... 畢竟這是在蝙蝠俠第二年嘛 嗯... 所以他的衣服一定比較陽春 一定比較那個... 沒有像我們之前... 看到的習慣的那麼的... 炫酷病 導演其實有特別挑一塊 一隻生魔跟肺裡面 幫他設計裝備嘛 沒有盧修斯啦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沒有管家俠 嗯... 管家俠還剛受傷還沒起來 對... 哇... 這次拿到了一個布魯斯維恩的公仔 就是他... 對啊... 你如果注意到的話 那個什麼... 他在這一面是常常出現... 就是... 每次他回家 他就是... 會變回布魯斯維恩的狀態回家 然後背背包 所以他的背包 應該是裝著他的... 蝙蝠裝 我拿到的是這個漫畫啦 或者是他出那個任務有沒有 他出任務出一出 然後就會突然間去... 欸... 他決定要到那邊才著裝 所以他就先用布魯斯維恩的狀態 騎車過去 欸... 其實我覺得這不錯耶 就是他東西都放在背包裡面 這個我滿喜歡的耶 對啊... 這一集是一直都有很多這種戲 你知道... 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日常 就是說... 喔... 原來蝙蝠俠不是穿好就出門了 他也沒有... 沒有很高調的那個開著蝙蝠車出去 沒有... 他是... 騎著摩托車出去然後再偷偷著裝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喜歡 這樣... OK... 好啦... 你要補充嗎 我補充一下 有看過 沒看完啦 對... 然後... 寫著原著漫畫的話我也沒看過 不過這是... 哇... 是老公司喔 正義聯盟... 蝙蝠俠隊就怎麼... 怎麼... 準備說如果有一些正義聯盟 就是失控了的話 要怎麼對抗他們的公司 是... 沒錯... 對啊... 然後就是當那個... 那一集... 那一部... 裡面有一句話我很喜歡 就是... 那個... 當這一群正義聯盟的人被攻擊的時候啊 那個好像是... 誰誰誰在問說 是誰在攻擊蝙蝠俠 然後問蝙蝠俠 是誰在攻擊這些正義聯盟的夥伴 蝙蝠俠說 是我自己 哇... 好帥喔 哇... 說我自己 對啊... 正義聯盟的當初動畫 其實也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在那個電視播影集的版的 有一個... 當... 綠劍俠問蝙蝠俠說那一句 就是那種名言說 守護... 當... 守護者... 誰來... 誰來監視... 監視者就是... 那個就是守護者那個頂級嘛 誰來守護守護者 然後... 他就回第一句... 誰來監視守護者啦 誰來監視這些英雄們 最後他那一句 蝙蝠俠回的是 我們彼此監視 對... 就是... 他的那種個性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 對人類的不信任 甚至是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但是... 我能做的就是... 把... 力量做一個平衡 就是我... 監視的別人也需要你們來壓制我 這樣子的 嗯... 我心中的老爺啊 對... 對啊...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一開... 就是在克里斯尼貝爾這個版本還沒出來之前 我最喜歡的是小班的啊 就是小班的版本 他最起碼是有打到提點這種感覺的 對... 我身為一個人類 就像我打不過你 我也要拼盡全力到最後一刻抗爭 那種... 那種信念... 之力 是啊... 我的同事以前問過我一句啦 他說... 他剛剛說看超人對蝙蝠俠的時候 他也講過 他說... 他不是那個漫畫迷的那些 他就說... 他覺得很奇怪 超人那麼厲害啊 那些人... 蝙蝠俠怎麼跟他對抗 我就直接演... 信念 蝙蝠俠... 嗯... 沒有啊 他不是用克星的 他不是用各種東西來弄他嗎 對啊... 他能做到就是... 人類... 擁有一個... 一個擁有... 執念跟信念的人類 他可以把自己... 逼到什麼樣的程度 嗯... 沒錯... 對啊... 啊...當然之後後面有莫比斯... 莫比斯... 莫比斯... 莫比斯穗斯環神做那個力量別論 後來變成神了 對啊... 他做那個... 小丑的真名 然後只告訴我們 NO... 他就嚇死了 很誇張 嗯... 好啦... 然後我補充個小彩蛋好了啦 其實不是小彩蛋就是... 呃... 呃... 之前的一些片場流出照片啊 呃... 因為他發生在萬聖節嘛 對不對 我就有說嘛 他其實是有在資金漫長萬聖節 當然第一... 一開始發生在萬聖節 然後片場流出照 我二刷的時候我是沒有資訊 我是沒有仔細看 因為畢竟太昏暗了 看到他們有照片是說 裡面萬聖節是有人扮裝成 超人跟成立女超人的 哦... 但是我在看電影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檢調的 或者有可能故意調到異常案 你可能要特意去看才能發現 嗯... 對啊... 然後再來我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點 我有一個點我覺得非常奇怪 呃...裡面有一個警察 留著胡子 嗯... 他就是那個... 類似在高登隔壁那個小警察 有沒有 就是那個... 蝙蝠俠一開始去市長家現場的時候 然後... 罵... 對就是... 狡狡蝙蝠俠說你這個怪胎那個 那個那個警察 嗯... 那個警察... 他整部電影裡面至少出了將近... 大概12次有明顯鏡頭的... 畫面... 而且好幾次都有他的對白 甚至在高登... 有兩次叫出他的全名 就是馬丁內茲這個警察 這警察到底是誰啊 怎麼會有這麼多畫面 因為... 理論上來講如果他只是一個... 龐鹿角不應該有這麼多畫面啊 我查了... 對... 馬大講了我當天回來我就查了 他好像真的是一個... 就是沒有漫畫原型的 但可能就是... 做一個就是... 就等於是... 他就像是一個一般警察 對蝙蝠俠的印象 就是... 我... 太喜歡他 但是因為我們需要像這樣子 他的某些能力 那只好說配合他 因為還有包含就是高登 老... 老大都跟著都... 都... 對... 那我就跟著 但是一路辦案下來之後 也發現說 他真的是可以信任的 或者他有一些... 可以依靠的地方這樣子 就做一個印刀跟轉變這樣 嗯... 而且他的東西多到就是... 我覺得這個角色接下來應該有戲 不然就太習慣 為什麼你看喔 因為... 好像要拍高譚警局的影集嘛 有說嘛 搞不好他... 對對對... 因為你看喔 像我覺得幾個比較突兀的點就是你看 第一... 他罵蝙蝠俠怪他 這個沒關係合理 然後呢 他... 看到... 布魯斯韋恩穿西裝 去參加葬禮的時候 馬上他笑臉說 蛤... 文少爺 有沒有... 馬上被笑臉有沒有 然後再來那個... 蝙蝠俠去那個... 迷雨人的那個房間去... 偷拿... 偷看政務的時候有沒有 居然還給他對白說 喔... 那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 撈地板用的工具 然後不用想... 喔... 喔... 居然就是... 他的台詞跟畫面真的有點多 多到我覺得... 這個角色接下來一定要有東西 不然就是... 除非說他導演的... 之類的 對啊... 你講的是我們以前那個... 看台灣鄉土劇的邏輯 你知道嗎 這麼常讓他出來 他接下來應該是有事 你知道嗎 欸... 裡面演員這麼多 怎麼可能他一直都... 欸... 他幾乎每一幕有警察都有出現耶 而且都有明顯鏡頭耶 因為我... 所以看到他好出戲 你知道嗎 他基本上應該代表的是一般... 警察的觀點 跟一般民眾觀點 對啊... 就看不起蝙蝠俠 到最後... 那個... 有點怕他 這樣子啊 對... 反正這一點是我覺得蠻奇怪的啦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 片尾片花嘛 因為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片尾片花就是... 字幕跑啊嘛 對不對 他出現了一個那個... 問號 然後GOOBY GOOBY都... 閃了不知道... 就是玲瓏瞬間閃了一下一串字 我那時候沒看清楚 然後我二刷的時候 我特意仔細盯著那一幕 我看到是一串網址 但是我沒有仔細看 就是因為太快了 我看不出來整串 沒有 就是那個謎語人建那個網站啊 對 然後後來我... 對對對 然後我昨天就發文說 有誰看到網址 然後就有人貼出來 然後那個網址就是那個... 那個... 對對對 你可以跟謎語人聯絡 謎語人會給你出謎題 你猜對謎題的話 會有小彩蛋那樣子 嗯... 對啊... 其實講沒關係 因為我想一個沒什麼 那個解的出來 他就是... 連結到那個... 最後如果整個解出來的話 是... 出現是那個... 就是布魯斯... 那個... 他馬斯維恩那個競選廣告 可是... 後面... 有他那個... 謎語人把他做那些剪輯 就是我們在動... 我們在證據裡面看到的那一個... 他... 那個... 就是... 一部分啦... 一部分... 那個... 競選廣告改編 就是包含說... 潘馬斯維恩其實這個謀殺者啊 這些... 那些訊息在裡面 嗯... 講到謎語人 我再補抽一點東西好了 謎語人這個演員啊 就是... 大多數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畢竟他... 他的電影沒有說真的到非常有名 但是... 他其實演過蠻多有名的電影 但是... 他不是太主要的角色 嗯... 像以最近來講 最近... 我個人看過的幾部啦 就是... 奇幻失控旅程 他跟那個... 哈利波特的演員一起演 哈利波特就演那個... 一個... 工具... 萬人瑞士刀版的活絲 他就演一個... 那個... 也是一個精神有點... 有點廢的人 有沒有 然後再一部就是... 台灣翻叫慢慢回家路 然後大陸翻叫陽光小美女 喔那一部很感動 他演的是一個有點... 就是... 我們翻是小太太的冤枉 咦? 小太太的冤枉 我翻是小太的冤枉 他是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看到又有一個慢慢回家路 還是怎樣 還是我看... 回家路是另一部... Lion 是在講一個... 被... 澳洲夫婦收養的... 印度小孩 要找到回家的 那我記錯名字了 我記錯名字 喔... 對對... 我記錯名字了 對對... 因為那一部就是... 那個... 演那個... 平民保安富翁的演員演的 嗯... 而且還要錄尼瑪拉 呵呵... 呵呵... 就是你會發現 他目前我看過的幾部電影啊 他都是演一個... 有一點點... 狀... 精神上多多少少都有點狀況的人 嗯... 所以找他來演明天大戰好像也還不錯 呵呵呵... 就是明天大戰他在這邊演的有... 應該有... 應該有的感覺 他不是還要演一部什麼... 司法真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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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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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格特納夫... 導演 嗯... 他也是演一個... 有點神經神經的 完了... 他... 他都完就會第一次演神經病就對了 嗯... 他很常演那種... 就是那個... 看起來好像無害 然後看起來有一點無辜 可是... 一發起風來就會... 神力死... 就是非常那種... 陰遇神經那種型的 對... 看起來像... 一般... 平常看起來像一般人 但是... 一發風起來的話就... 好像蠻恐怖的那種... 嗯... 所以找他來演明天大戰還不錯啊 因為他這個是演智慧型最煩的 然後... 有點刻意的不要讓你... 感覺到他好像是... 很強壯的角色或是什麼 所以你... 像之前班人就很壯啊 對... 我真的覺得他就是... 想要把他區分開 讓你... 沒有... 讓你覺得... 平常他不會是一個犯罪者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 那個這一次的選角... 有... 都有點故意要這樣做啊 像那個... 男主角... 那個布魯斯維恩 布魯斯維恩... 我... 其實... 覺得他... 不穿蝙蝠裝的時候... 很少... 那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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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會... 不太能夠相信他就是蝙蝠俠 對... 因為他看起來很文弱 就很文弱啊 就很... 就是那種感覺起來有點陰柔 然後又在... 又那個眼神又有一點那種... 那個什麼... 叛逆啊... 解躍不尋啊... 然後可是那種感覺又有一種... 公子哥的感覺就是... 讓人家覺得你就還不成熟 對... 可是他換上蝙蝠俠的造型以後... 就完全是不一樣的氣勢 所以... 這一點他反差做得還蠻好的 對... 我還蠻喜歡他這一趟的處理方法 對啊... 嗯... 然後... 其實... 我簡單解錄了這一部有沒有 嗯... 我算蠻喜歡的 因為他真的給我看到我想要看到的蝙蝠俠 我想要看到蝙蝠俠 不是一個只會開掛的蝙蝠俠 而是有一個有人性的蝙蝠俠 知道自己是人類虛弱地方的蝙蝠俠 然後用自己的... 自己的毅力 自己的信念去克服這一些 這才是我想看到的屏幕下 那也是為什麼這一部我喜歡 嗯... 好... 講完 好了... 已經三點多了 我覺得... 兔胸要這麼講 對啊 我補... 最後補一點點 東西就好了 因為你們講的東西 基本上... 我覺得我沒什麼要補充 那我可能就講一些我平常看到的... 就是我會從裡面看到一些我... 在別的電影裡面... 啊... 我不敢... 我不敢說他是... 應該比較更接近致敬 或者是我看到那種... 那些那些... 過去的電影的影子吧 像唐人街那種... 其實唐人街還算好啦 唐人街事實上是... 骨子裡面的氛圍 然後但音樂的話基本上比較接近的時機 然後但是其實這部片在一開始... 的開場... 就很厚窗 你知道... 就是那種... 那個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後窗這部片 就是在... 一開始就是那種望遠鏡 然後再看著那個什麼... 對... 對接的建築物 然後看一看... 我們那時候看著說... 哇... 那個什麼... 高壇市人每一個窗戶都沒鐵窗耶 他們窗戶都有夠大 然後那個都可以看得清楚 看得到那個孩子跟人家抖爆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沒窗臉耶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我覺得那個... 那種... 這樣沒錯啦 但我覺得有趣的點啊 就是... 你們都已經看過片了 看過電影的一開始的那一場戲 的主觀視角 一開始我以為... 是... 其實這邊有點故意 你知道嗎 一開始... 一開始... 你看到一個孩子 你乍看你以為是布魯斯維恩小時候 好像是...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 對吧 他就... 就是小孩子在那邊 然後爸爸來抱他 然後接下來就跑掉了 然後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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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看著這個孩子呢 然後我後來看一看... 那一段應該是... 接下來就是... 那個什麼... 市長候選人被殺掉嗎 對吧 對... 原本市長... 被後面... 所以你串起來的話 你會知道看他的是... 名語人嗎 是吧 對不對 對... 對... 那... 可是有趣的點... 一開始... 我不知道是誰在看這個人 看他的是... 可是等到... 蝙蝠俠要去監視貓女的時候 他用的主觀鏡頭是一樣 對吧 所以那一段是... 蝙蝠俠在看... 貓女 喔 我其實覺得這個... 其實就是有點故意在... 串那個什麼... 迷語人跟蝙蝠俠的關係 你知道嗎 因為... 他裡面有很... 刻意的這麼做了 因為... 蝙蝠俠一開始... 老是跟人家講說... 我是...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 蝙蝠俠的醒悟是因為... 聽到那個什麼... 明語人的黨語說... 我是復仇使者 他嚇了一大跳... 他... 原來... 我跟他一樣... 我才跟他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但是其實在這邊其實... 前面... 你可以感受出來... 明語人跟蝙蝠俠... 事實上都是... 恨... 恨這種犯罪者... 就他... 恨不得那個什麼... 讓這些那個犯罪者... 然後那個... 讓他們每一個人都死得難看... 只是蝙蝠俠用的方法... 就溫和的嘛... 就變得比較什麼... 要把他繩之以法... 什麼之類的... 但很奇怪喔... 他那個什麼... 對於大咖... 繩之以法... 對於小咖... 基本上是給他... 痛咒... 你打到生活... 他基本上... 喜歡打小柔柔... 但是他遇到... 大咖的時候... 也沒有打他... 就把他抓去... 這個人... 其實也是滿偏心的... 然後... 雙標啊... 對... 雙標啊... 怎麼回事...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 打小柔柔的時候... 特別喜歡發現自己... 他打小柔柔的時候... 特別喜歡發現自己情緒... 你知道... 往死裡打... 那... 這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 然後整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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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在... 剪那個的時候... 我在剪接那個東西的時候... 就一直... 一直在笑... 預告片嗎... 有夠故意... 你知道嗎... I'm Avengers... 當... 那個時候... 當復仇者是錯誤的... 所以... 不可以加入復仇者聯盟... 還要加入... 正義聯盟... 你懂嗎... 對... the answer... is justice... 所以... 我們... 做復仇... 當復仇者... 是錯誤的... 不能當... Avenger... 你知道嗎... 我們要當... 我們要當... 那個什麼... 正義聯盟... 正義聯盟... 這一段... 真的是... 有夠... 有夠雙關... 雖然... 雖然... 我知道那個... 雖然說... 復仇使者這個... 早在他的前半話裡面... 應該就已經在用了... 我只是覺得... 他在弄這個... 預告片的時候... 有點好笑... 就是... 搞老半天... 那個什麼... 蝙蝠俠... 要告訴大家... 當復仇者很壞... 所以... 大家都不應該去看... 復仇者聯盟... 懂吧... 大家要看... 正義聯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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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好... 我要講這部片... 冷硬... 是有原因的啦... 麥特里維斯在一開始... 真的還蠻故意的... 用那種... 雷蒙前德勒斯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自白... 就是... 以前有一... 有一種那個什麼... 流派... 能硬派嘛... 能硬派偵探小說... 然後能硬派偵探小說... 這種... 常常就是一個... 很沒用的私家偵探去查案子... 然後查了那個案子... 通常他們查都是查那種... 超級有錢... 政治要人... 然後那個什麼... 可能是這些... 有錢人啊... 政治家... 然後他們私底下... 的那個什麼... 不道德行為... 然後... 害了一些人... 然後... 通常是女生... 然後這個人... 就必須要幫這個女生有沒有... 這個偵探就必須要當... 幫那個女孩子... 要想辦法要那個什麼... 為他... 伸張正義... 那個什麼... 保護他... 但是... 基本上最後... 都是失敗... 唐人街就是最明顯的啦... 捷克尼克遜想要去幫... 幫助那個什麼... 一個... 他... 他喜歡的那個女生... 結果... 後來發現這個女生... 基本上... 他... 被他爸爸... 亂倫... 所以... 他最後要帶來這個女孩子... 逃... 結果... 兩人就逃到唐人街... 就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女生被人家開箱打死... 然後... 這故事就這樣結束... 所以... 為什麼那部片叫唐人街... 整部片... 全片沒有出現任何華人... 你知道... 知道最後一刻... 開車開到唐人街... 然後那部片的叫唐人街... 好啦... 那... 在這邊的氛圍... 如果仔細觀察的話... 那... 蝙蝠俠這部... 蝙蝠俠真的還蠻冷硬的... 那... 貓女就是他想要保護... 那個女人... 他想要整... 解救的那個女生... 然後... 還有那個什麼... 可是貓女本身... 為了他的... 室友... 為了他的室友... 然後... 想要那個什麼... 調查清楚... 清楚那個... 呃... 線索... 然後... 貓女的部分... 這個部分之外... 可是... 基本上主線是在調查... 謎語人... 所以... 就變成高登局長跟... 欸... 這個時候還不叫高登局長吧... 對... 這時候還不是局長... 對... 高登隊長... 跟那個蝙蝠俠... 就兩個人... 那個什麼... 搭檔... 一黑一白... 欸... 怎麼會一黑一白的... 就是... 蝙蝠俠是白人... 然後... 高登是黑人... 但是基本上... 蝙蝠俠比... 比高登還黑啊... 然後... 外黑... 內白... 一個是... 外白... 內黑... 這個設計也是蠻可愛的... 然後... 他們就去查案了... 然後查案... 我覺得這部片... 到處最常... 最容易看到就是... 蝙蝠俠走來走去... 而且還蠻長的... 你會看到... 從黑暗裡面... 慢慢走出來... 這個時間真的有夠久... 算一算... 大概二十幾秒... 然後... 走路的聲音又很慢... 對... 欸... 你自己觀察... 他真的有很長一段時間... 就像那個什麼... 一群人... 往著黑暗... 然後那個人要... 那個蝙蝠俠要從黑暗中... 慢慢走出來... 你知道... 慢慢走出來還沒有打鬥... 兩個人還在那邊對齒... 你知道... 那想說... 真的是有... 真的是... 步調很慢... 對... 但是這個步調很慢... 是有原因的啊... 他就是要讓你... 一步一步的去... 看那個日常... 蝙蝠俠的日常生活... 你知道... 他查案的那個日常... 這一點是過去的電影裡面... 幾乎... 都快速帶過的東西... 甚至連諾蘭... 的... 蝙蝠俠也是... 都是快速帶過的... 然後他常用交叉剪接的方法... 然後... 欸... 蝙蝠俠這邊又找到什麼... 可是呢... 我覺得這一版的蝙蝠俠... 基本上啊... 他...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其他的超能力... 他就是真的只是... 記下來... 然後回來以後... 備份... 然後找資料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 靠自己的那個努力... 然後慢慢找... 然後呢... 我覺得那個什麼... 陳佑應該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一點... 但是... 冷硬派的那個什麼... 偵探小說... 一直以來都不走... 頂尖... 推理這種事情... 沒有錯... 頂尖推理這種事情... 就是... 名偵探柯南啊... 那個柯南道爾... 那個年代的東西... 那個是... 那個... 扶爾摩斯那種... 超智慧型犯罪... 但是那個... 冷硬派呢... 基本上就是... 傻傻的到處去找線人... 然後問案... 然後... 對方不... 對方不願意回答... 就揍他... 然後... 然後... 那個人才... 想辦法講出一兩句話... 你們會注意到... 蝙蝠俠就做這種事情... 到... 到處問... 然後... 對方還不太願意回答... 所以... 這一部片啊... 的蝙蝠俠... 是我看過的那個... 最... 沒有用的... 他真的就瞎忙... 就是... 在找一件事情... 然後... 到處問... 到處問人家也不太... 也不太屌他了... 你們注意到這部片的... 蝙蝠俠... 所以在前半節... 好像大家都很怕他... 可是... 這部片的... 蝙蝠俠... 基本上是... 最... 沒有威嚇力的一個... 蝙蝠俠... 他常常... 大... 大... 然後... 然後... 第一次... 他到那個... 俱樂部的時候... 那個... 就是... 但是... 這的確是... 冷硬派... 的那個故事... 的... 偵探會擁有的情況... 冷硬派偵探... 基本上都常常被人家... 瞧不起的... 他們是社會的底層人士... 那... 專門在幫人家拍桌間照片... 或是什麼... 對啊... 然後... 你們注意到就是他... 蝙蝠俠... 走到警察... 警察... 那個時候... 犯案現場... 警察... 瞧不起他... 然後... 他走去黑幫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 黑幫的雙胞胎... 雙胞胎出現好幾次... 也... 瞧不起他... 這個蝙蝠俠... 基本上那個... 沒人怕... 他... 雖然嘴巴上... 大家講說... 前面的那個... 蒙太奇說... 他是恐懼的象徵... 誰怕他... 怕他的... 基本上都... 青少典... 你們注意到他... 一開始打那群人... 都年紀輕輕的... 就...就... 那種... 就小... 對... 那真正的那個... 組織犯罪大咖... 然後... 公權力底下... 保護人... 根本就不鳥他... 根本就不怕他... 那... 只當他是一個... 奇葬玉福的奇怪的人士而已... 這也是這部片裡面... 最有趣的點啦... 蝙蝠俠裡面... 穿最奇怪的... 沒有穿得很奇怪的人... 你講謎語人... 謎語人的造型... 事實上... 那個什麼... 走在路上... 其實也不會說... 那個什麼... 照... 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 蝙蝠俠走在路上... 大家都會看他... 他是... 事實上... 他是... 這個世界上... 這個是... 高坦裡面... 最引人... 側目的一個... 然後呢... 然後人家也都不信他... 哇... 那個真的是... 很可憐啊... 對... 然後... 關於那個什麼... 這... 私家偵探是... 社會底層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覺得可能... 大家沒有那個概念... 你知道嗎... 在台灣... 大概基本上是... 所謂的抓奸... 抓奸... 這種人啊... 那... 私家偵探... 大家... 瞧不起... 可是... 公家偵探... 大家就會比較... 尊重... 公家偵探是什麼... 就... 刑事警探啊... 就... 刑事警察啊... 對啊... 警察就是警探啊... 那... 有的時候呢... 我們對於一些... 職業... 你知道嗎... 我... 我最近才發現這件事情... 有些職業... 你... 只要是公家機關的... 你就變得比較地位... 你知道嗎... 對... 怎麼說... 你知道啊... 請問... 來... 那個... 你覺得公家郵差怎麼樣... 當公家郵差是不是挺爽... 就是你那個時候... 鐵飯碗嘛... 對不對... 然後有... 那個時候... 要是要考的... 考... 要考試才能夠當... 當上郵差嘛... 是國家認證... 國家認證... 郵差嘛... 對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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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私家郵差... 送快遞... 那種... 對... 你覺得... 那種... 你覺得... 你... 當你說我是公家郵差... 跟你... 你跟人家講說... 我私家郵差... 你覺得... 大家會比較... 瞧得起哪一種職業的人... 當然是公家郵差啊... 對不對... 我跟人家講說... 我是郵差... 大家旁邊那個... 爸爸媽媽說... 不錯喔... 鐵飯碗... 那個什麼... 工作可能做一做... 工作量也沒有很大嘛... 就是他們的刻板印象... 不一定真的是那個樣子...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說... 我是送快遞... 他們... 他們會... 他們會怎麼看... 你知道... 然後... 就是快遞的社會地位好像... 相對的跟... 公家郵差比起來都比較低落... 但是他們做的工作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 我只是最近有這個有趣的提任... 你知道... 好... 好啦...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裡面還有一些那種... 我... 一聽然後就覺得很會心一笑的... 你知道... 像那個... 法爾康尼... 你知道... 法爾康尼... 法爾康尼這個角色... 就是... 他在裡面其實真的就很像那個什麼... 教父裡面的那個... 唐克里昂... 你知道... 維多克里昂... 的那種狀態... 就教父... 對...那... 而且這個教父的那個什麼... 影射概念是... 很明顯... 你知道... 有一段... 應該是很後面的... 貓女突然間要找去... 要跑去找法爾康尼嘛... 然後一進去裡面... 然後... 那個法爾康尼在... 在聽音樂... 你知道... 那音樂是什麼... 是教父裡面的那個插曲... 你知道... 在教父裡面的那個什麼... 欸... 一開始... 開場戲的那場婚禮裡面... 然後... 有一個歌手叫... 強尼方婷... 強尼方婷... 特地... 那個什麼... 去參加那個什麼... 教父他女兒的婚禮... 大明星... 然後就唱給大家聽... 然後... 那個時候下面就一堆迷妹這樣... 他唱完了以後... 然後... 去裡面找教父... 為什麼... 他想要拍一部電影... 結果... 那個什麼... 那個製片人... 因為強尼方婷跟一個女生... 談戀愛... 所以... 很生氣... 覺得這部片不能給他... 那可是強尼方婷... 那個... 非常需要這部片... 他說他... 已經快要不紅了... 然後就在教父面前... 哭了起來... 然後教父就突然間... 很生氣... 然後就抓住他的... 你是個男人... 哭什麼哭啊... 然後... 那個什麼... 我會找... 我會... 想辦法... 我會幫你想辦法... 我會給那個製片人... 一個不能夠拒絕的... 那個提議...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 就是叫... 那個... 馬頭恐嚇法... 就是... 他們... 把那個什麼... 那個製片人... 愛的愛馬... 砍... 頭砍下來... 然後... 他第二天... 那個什麼... 放在他睡覺的那個地方... 就他第二天... 整個被窩都是血... 然後... 那個... 那個什麼... 床上面有一顆馬頭... 然後就慘叫啊... 很有名的一個名場線... 很... 有名的名場面... 然後這個... 名場面的來源... 就是為了強尼方婷... 你知道... 好啦... 講到那麼多... 你知道... 就一聽... 一聽到他唱這首歌... 我就笑幹... 這個很明顯... 就是在講說... 法爾康尼就教父啊... 但是... 在前半截的那個... 色調... 完全一整個... 銀翼殺手... 大... 大雨... 潭沃的高坦... 然後... 那個少... 迷雨人最後在那個... 爸... 也非常... 那個藍色的... 霓虹燈... 事實上那個... 那一段應該是來自於... 那個銀翼殺手的... 那個什麼... 最早的... 靈感來源... 就... 他不是參考... 銀翼殺手... 但是銀翼殺手... 參考了一部... 一幅畫... 雷麗斯... 本來就是... 常常很多那個電影的靈感都是來自於一幅畫... 你知道... 對... 那個... 等一下... 我找一下給你們看... 應該很好找... 是不是... 欸... 等一下喔... 欸... 危機裡面其實可以看得到他的最早靈感的那一幅畫... 找一下... 看看海鮮還在不在... 因為他們常常會換來換去... 欸... 對不起... 弦角... 製作... 設計... 夜遊...啊... 愛德華霍普啊... 愛德華霍普有一幅... 有一幅畫叫做夜遊者... 我找給你們看... 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什麼... 他的參考很明顯... 對... 來... 轉個連結給你們看... 對... 喔... 有吧... 有沒有像... 很明顯對不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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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非常刻意的... 對... 然後... 但是我每次看的時候... 也就覺得... 哇... 這裡面還真的是有一種... 那個... 時空交錯的那種感慨... 你知道嗎... 2022年的... 蝙蝠俠... 然後... 他拍的畫面... 那麼像... 銀翼殺手... 他銀翼殺手裡面的世界觀就... 2019年... 你知道... 大於... 然後... 在一群人... 擠在那邊... 這樣子... 然後... 沒有一個時間是乾的... 全身都濕透了... 然後... 在那邊... 辦案啊... 然後... 在那個什麼... 在那邊... 然後... 然後... 好... 最後的那場戲啊... 其實我覺得啊... 他最後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蝙蝠俠的無力感就是那種... 你根本就是解決不了... 你根本解決不了... 那個什麼... 他們現在那個... 錯綜複雜... 正常關係... 共犯結構... 然後呢... 你根本就是... 完全照著... 名語人... 幫他那個什麼... 名語人給他一個謎底... 然後他就去查... 查一查... 然後就把那個壞人給他抓起來... 然後... 然後這個壞人就可能就... 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根本就是... 完全照著... 名語人的期望在走... 然後... 到最後... 名語人那個什麼... 不是把那個... 正好把一圈... 正要裡面集結在那個球場裡面... 然後再把... 附近的橋全部炸斷... 然後水... 湧進去嘛... 名語人的概念很... 很簡單啦... 就是... 他跟蝙蝠俠一樣... 事實上都是那種... 忌惡如仇... 都是想要... 想要改變這個城市... 只是名語人所用的方法... 是非常極端... 就是把這些全部殺掉啊... 這些人本來就不該存在... 這些人只要存在... 然後這個城市就改變不了... 對啊... 他想要用的方法就是... 最極端的方式... 所以... 那些人說我是... 復仇使者說... 別不要嚇到... 壞... 嚇壞了... 因為... 他發現了一件... 他不能夠否認的事情... 就是名語人走的比他更前面... 就是他... 做事做的比較極端... 然後... 而且當名語人嘲笑他說... 啊... 那個什麼... 你...你這種的才不是... 你知道... 你那個不算孤兒啦... 你的情況才不是可憐的孤兒... 家裡面家財萬貫... 然後還有人養... 不能算孤兒... 像我們這種才是孤兒... 我們這種社會底層的人... 比你更恨... 比你更恨這些權貴階級的人... 然後我要...我要把他弄死... 其實我覺得那一種... 其實有點在指責說... 蝙蝠俠... 其實也是活在共犯結構裡面的那個人... 然後... 那個什麼... 每天還在那邊講... 你們那個... 你復仇使者... 忌惡如仇... 對... 你這個... 是小兒科玩... 那個小孩子玩半家家酒... 你知道... 他沒有說出口... 但是... 那個前台子就是... 你要... 要玩就玩大的... 你要就要變恐怖分子... 蝙蝠俠就大概在那個時候... 他發現了那個什麼... 他在走在錯誤的路上面... 所以... 不能夠當復仇者... 他要當... 正義的夥伴... 他要當... 舉起明燈的那個人... OK... 那怎麼做呢... 要先置之死地而後... 那一段超級... 宗教... 象徵意義的... 就非常美國... 基督教... 文化的東西... 你知道... 他先把自己電死... 你知道... 他先犧牲自己去... 去... 去那個什麼... 抓那個電膽有沒有... 然後再把他割斷... 然後落水... 落水那一瞬間的鏡頭... 是把他拍的感覺起來... 好像你覺得蝙蝠俠死掉... 你知道... 嚇了一跳... 他說... 他該不會就這樣死了吧... 但他從水裡面... 爬出來的時候... 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這是受洗...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教會的那種概念... 施洗約翰... 受洗... 你那個... 經過洗禮以後... 你就重生... 你變成新生的人... 你變成基督徒... 變成小基督了... 你知道... 然後他舉起了明燈... 引領迷途羔羊... 然後走向光明... 哇靠... 這個人是... 耶穌基督... 你知道嗎... 蝙蝠俠變成... 變成耶穌人... 那這個這幾個畫面... 其實就是... 就是主概念... 那... 就是... 每日我在看的時候... 我靠... 忍不住... 忍不住笑... 因為他象徵意義太強... 你知道嗎... 就是... 就像... 陳佑講... 我想那個什麼... 不用特別啊... 不用特別去瞭解的人... 也可以感覺到... 內幕... 內幕有非常象徵的意義... 然後最後那個什麼... 拯救世人...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成為大家希望的象徵... 而不是... 成為大家恐懼的那個什麼... 像... 你不能夠讓大家看到你就害怕... 好... 不過這你們大家都已經說明了... 但是呢... 的確這部片啊... 我覺得三個小時... 的確... 不太... 符合現在觀眾的那個什麼... 的口味... 你知道他的步調真的是很慢... 怎麼慢... 慢到就是他看到老鼠... 那個什麼... 蝙蝠的那個籠子裡面... 上面貼著... 一封... 一封給蝙蝠俠的信... 你知道啊... 然後... 通常如果是諾蘭的話... 他就會立刻切掉... 然後接下來就是... 可能就是... 已經在看那封信的內面是什麼... 但是呢... 麥特里維斯就是... 會讓你慢慢的看到... 蝙蝠俠把手伸進去... 然後慢慢把手轉上來... 然後把那封信拿下來... 然後旁邊的那個... 高登... 就會過來... 走過來說... 上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蝙蝠俠再把信打開... 他的節奏大概慢了這個時候... 慢了諾蘭大概5倍有餘... 但是這的確是1970年代的那個... 的步調... 1970年代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教父也大概這個... 這個這個步調...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少... 麥克克里昂... 就是... 就是在... 在那個時候一群... 他的家裡面... 然後他的那個好夥伴... 他的教... 他的那個教父的那天... 教宗在旁邊... 煮那個義大利... 在那邊弄肉... 在那邊... 弄很久... 但是現在電影會用快速的剪輯... 讓你看到那個表情... 細微... 然後一個特寫... 然後... 那個時候讓他表演一下... 大概5... 6秒... 然後趕快過去... 然後... 但是這部片真的不值得到... 所以他才會演那麼長... 對... 但是你就真的... 你要有耐心... 你要有耐心... 你如果沒耐心... 然後那個... 因為現在的... 所謂的注意力只有7秒啊... 有7秒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想要看下一個7秒... 這就是抖音文化... 所以像這樣子... 慢慢的從黑暗中走出來... 長達20幾秒... 的那種... 真的是跟現代人的那個家... 的那個什麼... 的台名真的不太一樣... 不過... 我還是蠻推薦大家去看這部片... 這部片... 事實上... 應該是說... 已經蠻久沒看... 欸...也不能這樣講啊... 就是... 其實... 呃... 最近... 我們戴托羅那一部... 那個什麼... 玉面琴摩... 我們叫什麼... 夜路... 夜路... 事實上就是這種風格的電影... 對... 玉面琴摩是大陸的... 對... 玉面琴摩是大陸的... 對... 大陸翻叫玉面琴摩啊... 對... 那... 台灣翻叫夜路嘛... 嗯... 那回過頭來思考啦... 就是... 他... 麥特里維斯拍這樣子的一部片... 事實上... 有蠻大一部分應該跟... 華納他們的規劃其實是接近的... 因為大概... 從維基的那個資料裡面去看... 就是... 呃... 本來是原定要讓斑埃弗列克... 倒嘛... 自導自演... 然後斑埃弗列克有一個... 他的... 他的... 那個版本的劇本... 但是斑埃弗列克自己... 也... 非常喜歡... 拍黑色電影... 那... 他自己的內部切道成... 老實說... 其實就很黑了... 對... 是現代的黑色電影... 那他後來不是還拍了一部那個什麼... 欸... 他那一部叫什麼... 夜... 他自己也拍了一部... 夜... 夜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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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夜行人生... 是一部1930年代的那個什麼... 幫派電影... 他本來是預定夜行人生... 拍完了以後就去倒那個蝙蝠俠... 你可以知道就是說為什麼... 華納也會屬意他啦... 就是他們... 華納可能本來就想要拍一部能硬派的... 然後甚至呢... 華納也曾經傳出消息想要找雷蒂斯考特... 你知道嗎... 這也能夠... 這也能夠解答為什麼這一次的蝙蝠俠... 會有這麼隱異殺手的畫面... 你知道嗎... 那可能他們等... 在早先的那個概念就想要... 一個大於磅礡的高談... 你知道... 然後就可能真的... 喔...隱異殺手那個很適合... 只是據說... 雷蒂斯考特好像... 就是... 現階段沒有興趣拍超級英雄電影... 我們看不到雷蒂斯考特的超級英雄電影... 對... 他...他...他... 但是他...他拍的其他東西... 也不能夠說沒有超級英雄電影元素啊... 知道... 他...他拍一燒子事實上也... 滿超級英雄style... 好啦... 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這部片... 我的確也... 蠻擔心他... 會不會... 陪... 因為他真的太... 他真的太異常了... 然後我... 我左看右看都覺得一般觀眾不一定吃得下去... 這個能夠吸...能夠吃的就影迷而已... 你知道... 只有兩種人影迷跟美漫... 然後我其實覺得他... 做的比那個什麼... 查克史奈德更成功的地方是... 查克史奈德的東西事實上... 常常不解釋... 細節... 那總是一個定格畫面然後... 要你去解讀這個定格畫面裡面的... 的那個什麼... 的含義這樣子... 但是麥特迪維斯不走這套... 他們就是在那邊慢慢的互相溝通... 溝通到讓你觀眾都開始... 哦...我知道了... 甚至有點不耐煩了... 對... 所以... 我... 其實還蠻喜歡這一部的... 這部蝙蝠俠... 其實... 比... 如果你要講那個什麼... 敘事的話... 或者是情感傳遞的話... 我覺得他比... 查克史奈德版本的好... 你知道... 查克史奈德的那個什麼... 版本的蝙蝠俠才是真的... 然後... 他就是... 然後... 我又不知道他為什麼... 那... 就是我感受不出來他的難過在哪裡... 雖然前面到了幾個... 就是... 做了幾段蒙泰奇的剪輯... 讓你知道他小時候孩子... 是他... 還提的時候他爸媽掛了什麼... 很難過的... 可是那... 那個蒙泰奇裡面掛的人... 並不是... 那個什麼... 班牌...班牌... 沒有演出啊... 所以我就不會有那麼... 就是不會有那麼... 同理... 那個感覺... 所以... 這也是我覺得那個... 查克史奈德的那個... 片... 常常... 那... 每個人的那個憂鬱啊... 什麼... 全部都是表面很服啊... 那... 就是他沒有... 描述太多那個什麼... 過往的故事跟細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這個東西就是有點... 不夠多... 對... 蝙蝠俠的部分就是... 這一次的這一步... 因為就真的花很長時間... 讓你感受... 對... 然後還... 還怕你不知道然後用他的... 自白告訴你... 冷硬派自白告訴你... 就是... 類似那個什麼... 守護者裡面那個... 羅夏的日記... 那種風格... 或者是像... 那樣子... 然後常常會有在那邊... 自己自言自語... 就告訴你... 我這個城市很糟啊... 什麼... 我現在... 必須要拯救這個城市... 啊... 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我現在... 就是... 電影的前面... 來一段這個... 但是呢... 欸... 陳佑說他... 不夠能力... 我也有點承認這一點... 你知道... 因為... 像剛剛陳佑裡面有... 講一件事情說... 這部電影為什麼... 他們在撞車的畫面... 那個景深這麼的錢... 你知道... 我自己的解讀是... 這部片就是想要把... 那個感覺... 鎖在主角觀點裡頭... 所以... 他不會給你那個... 浪井... 知道... 他不會給你看到... 遠景的那個什麼... 打鬥啊... 或者是遠景的那種... 追車... 這部片... 基本上... 追車... 槍戰... 打到... 全部都是為了要服務... 那個... 描述... 主角的主觀意思... 所以這部片... 有非常多的主觀鏡頭... 你常會看到... 呃... 開車有沒有... 主角... 你會看到... 布魯斯維恩的視角... 他開車... 然後... 從他的角... 從那個攝影... 那個螢幕角度就會看到... 螢幕那邊... 然後... 有高登局長在等著你... 這樣子... 然後... 就走下車來... 然後... 可是你不會看到浪井... 你不會看... 你不會... 不太容易看到一個遠景... 然後... 兩人在交戰... 敲戰... 槍戰... 然後... 看得清清楚楚... 在那邊套招什麼的... 很少... 對... 然後... 你就會覺得有點... 有點... 壓迫... 因為他鏡頭鎖得這麼緊... 然後... 他的景深也那麼的錢... 你就會覺得很壓迫... 但是... 我覺得... 麥特里維斯在處理這個部分... 他沒有... 讓我的... 情緒... 真的... 受到... 那種影響... 我沒有... 因... 因而緊張... 我也沒有... 因而... 感到... 感到真的很壓迫... 對... 很有可能... 也是因為我年紀大... 就是我看多了... 我知道他要幹嘛... 你知道... 所以我沒有被... 但整體而言... 他... 是屬於... 一部那種... 鐵面特警隊形的片... 就是... 那個... 探員... 想要達成某個事情... 然後... 一...一步一步的... 查案子... 然後... 陷入... 一步一步的更了解... 很多事情... 其實... 不是... 你現在... 可以... 去解決的... 然後... 他必須要面對... 你要嘛... 就是... 改變你自己的價值觀... 要嘛... 就是... 你想一個... 別的辦法... 繼續維持... 但是... 不是你現在的方法... Alright... 大概就這樣子啦... 我靠... 我媽... 我也是講到3點51分... 我明明只是想要... 稍微補充一下而已... 好吧... Alright... 那個... 我回應一下馬大... 馬大說這部片... 哪裡黑色片影了... 其實... 各位可以去觀察... 在這部片裡面... 大概有... 80%的時間吧... 你把蝙蝠俠這個角色... 再換成... 普通的... 偵探... 他都是成立的... 你懂啊... 因為... 蝙蝠俠他媽的... 穿著蝙蝠裝... 進去酒吧裡面... 一個人在打架... 其實... 你穿著普通的... 服裝... 普通的偵探進去... 就可以這樣做了... 嗯... 對... 其實剛剛... 呃... 促哥說得還蠻清楚的... 就是... 人音派偵探他的重點... 不是在... 還有什麼高超的智慧... 而是他呢... 到... 各個地方去查案... 然後呢... 你會發現他們的... 人音派小說... 裡面... 重點就是... 當這個偵探到各個地方去查案的時候... 他... 看到的是... 這個... 城市裡面... 每一個角落... 發生著不同的事情... 可能有人很窮... 然後可能有一些... 黑道在做什麼事情... 之類的... 嗯...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建構出... 那一整個城市... 或那一整個社會的氛圍... 好... 其實... 嗯... 你要看... 蝙蝠俠... 基本上他試圖做到這樣子的... 的... 狀態啦... 對... 那... 嗯... 在... 人音派偵探裡面... 他們如果不是靠... 很高超的智慧去破案的話... 他們靠什麼呢... 基本上是靠一股執著... 所以剛剛促哥在講說... 欸... 那個追車畫面... 飛車追逐... 嗯... 畫面怎麼那麼緊... 我在猜其實... 導演是想要... 表現出那個... 蝙蝠俠... 想要開車追上... 企鵝人... 嗯... 那股執著... 所以呢... 哇... 還... 飛過... 那個火海... 也要追出來這樣... 他墜毀的時候... 畫面冒一個火球... 告訴你... 他有... 這輛車有多生氣... 對... 好... 而且... 只是那個... 效果就見仁見智啊... 對... 所以... 我回憶瑪大的是... 瑪大覺得說... 最後居然是一個旁邊的路人警察... 好... 然後... 提示說... 這個鏟子是幹什麼用的... 才發現最大的線索... 其實這是... 冷音派小說裡面很常用的手法... 就是... 那個主角忙了好久好久... 然後都... 好像已經... 都問過了... 然後已經... 就是他最後一塊拼圖... 結果最後... 就... 在一個可能靈光一閃... 或是偶然的狀況下... 突然那個... 拼圖拼上了... 就破案了... 你知道嗎... 嗯... 呃... 我們可以說... 最有名的... 冷音派偵探小說... 八百萬種詩法... 他就是這樣子啊... 他已經... 想... 好像已經... 怎麼該做都做了... 就是... 無法知道最後兇手是誰的時候... 最後是怎樣呢... 最後他讀到了一首詩... 然後突然有一個啟發... 說喔原來... 那個之前誰在講的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這樣子就破案了... 嗯... 其實是... 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他要用這種方法告訴你呢... 就告訴你說... 其實... 你一個普通人... 凡人的偵探... 你要破案的重點... 並不是你有高效的智慧... 而是你要有... 足夠的執著跟耐心... 去死咬著這個... 這個案件不放... 嗯... 然後呢... 在最後才可能會... 讓你發現一個... 欸... 可能旁邊某一個人的... 一句話的提示... 或是一個... 突如其來的靈光一閃... 才會找到那個線索... 嗯... 其實... 最後馬大說的那個... 欸... 突然旁邊警察... 給了提示... 然後你覺得... 好像有點隨便... 其實這也是... 狼鷹派偵探的一個... 一個套路之一啊... 嗯... 所以... 沒有... 我不是講到隨便... 我是講說為什麼... 他的戲份會那麼多喔... 他後面應該還有吉他戲... 我沒有講這段隨便啊... 喔... 我是講說... 這個警察的戲份... 怎麼會這麼多... 我沒有講說... 這個這樣子... 這樣子很隨便啊... 喔... 我剛剛聽... 我以為你講說... 欸...怎麼... 為什麼要特意... 放這場... 啊... 這場戲來讓那個角色... 硬要有一句話來講... 這樣子... 好... 沒有... 我完全沒有講這句話耶... 喂... 你是在... 我只是講說... 這個演員怎麼那麼多戲而已啊... 我聽到的解讀是... 那個什麼... 馬大覺得這個角色... 應該... 會很重要... 因為他一直不斷頻繁出現... 對啊... 然後... 可能那個什麼... 陳佑想要表達可能也...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說這種... 處理方法可能也是... 冷硬派裡面... 比較容易會用的東西... 嗯... 總是重複反覆... 唯一個人... 然後來代表某件事情... 這樣子... 應該說... 以我的觀點那句話啊... 他講說... 喔... 我知道這是什麼... 因為... 我家長期是怎樣怎樣怎樣... 以我的觀點那句話... 這個很真... 他沒問題啊... 這句話... 這個過程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我不覺得有問題啊...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嗯... 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部在我眼裡... 我覺得比較黑色電影... 頂多就是黑色調... 對... 你要說冷硬嗎...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硬... 但沒有到冷硬那麼誇張... 畢竟他是超級英雄... 應該是說... 太太冷硬的話... 大家都不想看... 應該是說... 他這一個方法... 完全是冷硬派電影的... 框框啊... 對對對... 但是... 我知道... 馬大要執著的是... 他覺得... 氣氛... 不到那麼黑啊... 你知道... 就是... 這部片沒有恐怖的感覺... 沒有那個... 像那種... 那個什麼... 火線追擊... 那種... 進去查案... 然後有一個人吃到死掉... 然後結果在查的時候... 既然還... 還大叫... 然後... 把大家給嚇了一大跳... 雖然這部片... 常常會有很多尖銳的音樂... 或者是... 他跑去查東西的時候會突然間... 有人在那邊亂跑... 你知道... 但是... 想要jumpscare你... 但是好像... 也還好... 你知道... 就是... 這部片的尺度... 沒到那麼大... 雖然他殺人... 但是... 但是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那個... 血腥暴力之畫面... 雖然你看到什麼... 車子裡面... 然後有人要殺人... 但是好像也沒有... 血流出來啊... 讓人家覺得... 呃... 很殘忍啊... 什麼的... 有沒有血腥畫面... 跟... 是不是冷硬其實... 沒有關係啊... 對對對... 我在懷疑的點... 是不是你覺得這個東西... 不夠黑暗... 那不夠黑暗... 跟他的尺度... 是不是... 有點觀點... 跟尺度沒關係... 我覺得不夠黑暗... 是說... 他內心的... 挖掘的深度不夠... 他沒有讓我感覺到... 真的... 哪裡有多黑... 多可怕的樣子... 我的可怕是... 內心恐懼... 而不是... 而不是畫面上的血腥... 是內心的恐懼... 但是這部片... 基本上... 你如果拿謎語人... 跟... 呃... 蝙蝠小來做對比... 那大概就是... X戰警跟萬磁王的價值觀...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啊... 萬磁王就是想要... 想要毀掉人類嘛... 知道... 然後那個什麼... X教授則是... 我們要跟人類共存... 知道... 對... 大概那種感覺吧... 對啊... 我覺得... 各位可以去觀察一個點啊... 就是... 火線追氣令... 跟... 索命黃盜帶這兩部片... 好... 真正會讓人不舒服的點... 都不是在於... 他們有... 很... 很... 強烈的血腥畫面... 真正的點是在於說... 那個... 索命黃盜帶是... 黃宮12到... 那個... 黃宮12到... 因為我今天... 怎麼又有那麼多名字啊... 對啊... 他在台灣叫索命黃盜帶啊... 對啊... 他基本上是... 講的什麼... 十二宮... 黃盜殺手啊... 就是十二宮殺手... 十二宮殺手... 對啊... 欸... 你講這個... 嗯... 就是... 你剛剛講說... 欸... 你為什麼會講這兩部啊...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認為什麼樣... 這是黑色電影的精華... 就是你看完這兩部片之後... 真正... 讓你不舒服的... 都不是裡面的血腥畫面... 真正會讓你不舒服的是... 你發現... 這兩部片看完之後... 你... 感受到的... 就是只有絕望而已... 這件事情沒有解決... 然後呢... 嗯... 事情... 那個... 犯人可能有抓到或沒抓到... 但是呢... 壞事還是發生了... 其實... 尤其是索命黃盜帶... 老實說... 他們忙了一整部片... 然後之後呢... 都沒抓到人耶... 還是沒抓到... 就是他們心中覺得... 哪一個人一定是犯人... 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 對啊... 然後... 就像我剛剛說的... 欸... 我剛剛說的... 侦探去查案的過程當中... 去發覺城市裡面... 不同角落的... 一些罪惡嘛... 對不對... 那... 黑色電影裡面它主要的是... 尤其是... 大衛分解的片... 它是... 在查案的過程當中... 它去發覺... 某一些... 殺人... 狂... 或是說這些犯罪者... 很扭曲的內心... 你知道嗎... 這在... 它的... 有一個叫做Mindhunter... 破案神態裡面... 最明顯... 就是... 你會覺得不舒服... 並不是因為... 它裡面有什麼很血腥的畫面... 而是... 他們... 跟這麼多的... 犯人交涉過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人的內心都... 如此扭曲... 然後呢... 你活在一個... 大家都如此扭曲的世界上... 你真的會開心嗎... 其實是這一點... 那... 這就是... 我覺得... 變蝠俠他沒有... 處理到一個... 極致的... 好... 點... 就是... 我把那個... 氛圍給弄出來了... 可是你真的要讓人家感受到的絕望呢... 是啦... 因為他的尾巴的時候... 他... 那個什麼... 把走向走到... 超級英雄電影的尾巴... 對對對... 就是所謂的... 那種... 就是... 就是G7火炬的那一段了... 對啊... 那沒辦法... 因為... 他還是... 超音片的... 因為... 他... 告訴你說他... 在當了偵探... 以後... 發現當偵探... 很難幹... 所以就... 跑去當超級英雄... 英雄... 哈哈哈... 對... 當偵探... 當偵探很麻煩... 一直... 一直問案...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都沒有... 就是... 沒有成果啊... 你知道嗎... 真是耶... 好啦... 好... 我再回應一下陳佑... 你剛剛講到... 那個... 索命黃道袋跟... 火線追記力嘛對不對... 嗯... 事實上這部電影啊... 我記得在講... 好像討論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明語人的服裝... 其實就是... 致敬... 索命黃道袋的... 兇手的服裝... 是沒錯... 嗯... 對對對... 然後... 再來就是... 有一個小致敬就是... 我之前看到的啦... 就是... 呃... 在後面... 蝙蝠俠殺到... 壞人大本椅的時候... 不是有把燈關掉... 然後... 只有那個... 槍火的... 光線嘛... 對不對... 嗯... 然後導演有說... 那一段其實... 致敬俠盜... 一號黑武士出來的時候的... 那一段... 啊... 對對對... 有有有... 是... 我為什麼... 想到的就是另外一段呢... 我想到的是... 你看過重裝任務嗎... 你知道嗎... 重裝任務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 克里斯丁貝爾... 欸... 又是蝙蝠俠... 克里斯丁貝爾... 衝進去... 你知道... 殺那些那個... 什麼... 有感情的犯人... 他自己是一個... 沒感情的人...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就... 再一片氣黑... 叫大家把電關掉... 然後一片... 他跳進去... 然後用他的... 你知道... 他的那個槍型... 然後... 每次... 每次槍火射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那種類似太極的... 那個什麼... 造型... 然後就開槍... 然後就倒一個人... 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印象... 他有點這個味道... 你知道... 用閃的方法... 讓你... 瞬間看到一點點... 東西這樣子... 然後... 那一點點東西... 然後... 感覺起來... 還挺帥的... 不過... 這部片... 要是有多一點套招... 多一點娛樂...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我覺得那個... 這部片的壓迫感太大... 到最後就是... 一點點娛樂... 都不留給觀眾... 那... 這裡是我擔心他的地方... 然後... 他太能硬了... 然後... 對一... 對於那個... 馬達來講... 他還不夠能硬喔... 但對一般觀眾來講... 他實在太過能硬... 就是... 就是說... 如果比起來的話... 你如果回頭看... 開戰時刻... 你會發現開戰時刻... 事實上是一部冒險類型電影... 他滿開心的... 你知道... 就是... 裡面有非常多可愛的部分... 比如說蝙蝠俠... 他... 逼問人家的時候... 你現在回頭看... 你會覺得... 蝙�蝠俠還滿可愛的... 裝兇... 你知道... 我還記得我跟... 女生... 一個女生朋友去看... 他一直說... 欸... 蝙蝠俠還滿可愛的... 你知道... 蝙蝠俠還滿可愛的... 你知道... 裝兇... 你知道... 我還記得我跟... 女生... 一個女生朋友去看... 他一直說... 欸...蝙蝠俠還滿可愛的... 你知道... 就是... 然後... 裡面還有一幕... 喔... 第一集裡面... 我覺得最好笑的部分... 是... 他遇到Rachel的時候... 蝙蝠俠剛剛... 碰到Rachel的時候... 你知道... 就是... 那個... 瑞蝠俠不是在那個什麼... 搭地鐵的時候... 後面有非常多... 那個蕭小... 壞人... 過來有沒有... 然後... 接下來那個... 欸... 瑞蝠俠不是那個什麼... 就是... 轉過身來... 拿出電擊棒... 你知道嗎... 然後... 他前面的那個什麼... 那前面幾個壞人就突然間... 有點害怕... 心生畏懼... 你知道... 但是這個鏡頭有一個拉背鏡頭... 就是... 原來為什麼他們... 很怕... 他們其實不是怕Rachel... 是因為... 發現在Rachel的背後... 然後... 然後... 每次一看... 然後就... 蝙蝠俠在那邊會很忙... 你知道... 很瞎忙...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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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一幕... 很幽默... 你知道... 然後... 結果一回過頭來... 然後... 把他的那個電擊棒... 射出去... 拿去電蝙蝠俠... 你知道嗎...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那一段蝙蝠俠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忙... 你知道... 我每次看都每次笑... 為什麼... 蝙蝠俠心想說... 他一下... 就要回頭了... 我一定要在3秒內... 趕快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人解決掉... 然後擺出很帥的pose... 來來來... 快點快點... 然後... 然後就把一個很帥的pose... 給他... 然後... 然後... 你知道... 蝙蝠俠在... 開戰時刻裡面... 常常我都覺得... 他要趕快... 離開... 跟他要趕快把一個帥氣的pose... 這中間那個什麼... 很辛苦的... 你知道嗎... 我們每次都在想說... 欸... 他現在就不見了... 他剛剛是不是急著跑掉... 你知道嗎... 什麼... 好啦... 所以... 這是... 諾蘭的一些... 另類幽默在裡頭... 你知道嗎... 就是他... 他可能... 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 但是他有時候... 裡面的人還真的會吐槽... 還會吐槽一下... 你知道嗎... 比如說蝙蝠俠到第二集的時候... 欸...第三集的時候... 貓女突然間跑掉了... 有沒有... 然後蝙蝠俠再講一句台詞說... 原來就是這種感覺啊... 你知道嗎... 就是... 他常常... 他常常放鳥人家... 結果人家... 第一次放鳥他的時候... 他才這樣講...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 這個笑話好像還延續到了... 爭議聯盟嘛... 那... 他們兩個都不見...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 唯一留在那邊是閃電俠... 說... 他們兩個好沒禮貌啊... 你知道嗎... 哈哈... 我覺得... 很好笑... 很好笑... 很可愛啊... 最快的... 反而留了最久的... 對啊... 然後... 或者你仔細回頭看... 那個... 開戰時刻他們... 那個... 兇人你知道嗎... 他... 他要故意把自己的聲音弄得很... 很低沉... 哇... 哇... 很生氣... 你知道嗎... 然後他前面還有一段表情就是... 很...很兇悍... 很生氣... 然後就... 然後... 就是... 因為他停了有點久... 你知道嗎... 你一開始... 在一開始進電影院看的時候... 很沒感覺... 可是你在重看的時候... 你就會... 你就會發現... 他用... 他好用力在... 把他的表情用得很兇... 你知道嗎... 然後這... 這就有點好笑... 如果沒有被嚇到的話... 你就會覺得... 這個... 這個蝙蝠俠還蠻可愛的... 好啦... 就... 比起來... 那個什麼... 這一部蝙蝠俠就比較... 就... 應該是說... 算起來算是... 最認真的一部吧... 就是他幾乎在裡面沒有吐槽的部分... 有... 有啊... 有... 我其實笑得蠻開心的... 那個高登跟他一起到那個... 那個... 廢棄孤兒院的時候... 他講... 不用槍... 然後高登看他一眼... 那是你... 那是你的原則... 哦... 哦... 那不能用槍... 我有槍... 可是我那時候也覺得... 我那時候想要吐槽的是那個... 他們遇到了一群那個什麼... 孤兒在那個裡面... 是吧... 沒有... 是毒販... 毒販在裡頭... 那毒販在裡頭... 然後接下來... 他們再進到另外一個房間... 就有投影機... 然後那時候想說... 欸... 你放這個投影機... 你是不怕毒販過來弄壞嗎... 毒販過來弄壞... 啊... 這個什麼... 如果毒販過來弄壞的話... 那蝙蝠俠來這邊... 就看不到這個線索... 所以... 你... 你還真大膽...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想的就是... 欸... 另外一個房間有毒販... 然後這邊... 就有一個佈置好的東西在這裡...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有點怪怪的... 就像這種事情在台灣不成立... 你知道嗎... 對啊... 有些要放他那個... 你... 你自己想看看... 你如果在台灣的某個廢墟... 然後放一個投影機... 然後要人家來查... 然後可是旁邊有幾個流浪漢... 你能夠... 你能夠保證這些流浪漢不來破壞這些... 投影機嗎... 你知道嗎... 你會有點好像... 好啦好啦... 這是... 這是就是那種... 為什麼會這樣想到啊... 因為他們演得太慢了... 讓我忍不住有時間在想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好啦... OK... 好啦... 好吧... 小... 小丑壓古巴切比辯不見... 沒有那一段我覺得蠻殘暴的... 對...那一段... 那一段蠻...蠻兇的... 就是... 小丑開的玩笑都蠻可怕的... 這是... 這是諾蘭... 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 同樣開玩笑可是... 卻有的時候看起來很不舒服... 對... 對... 好... 對... 但是好像... 黑暗騎士有... 我覺得... 在那個黑暗騎士黎明升級的時候... 班人沒有... 沒有那個壓迫感... 對... 有點可惜... 沒有嗎... 我覺得沒有啊... 就是...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真的是... 太... 太厲害了... 然後... 再來班人所做的事情... 有點在重複... 西斯大傑所做的事情... 對... 就是... 要... 很兇...很強... 對... 他有一個... 那個就是好像... 為了... 底層人民反抗那種... 大義的旗幟... 在那邊吧... 然後小丑那種...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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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的是... 你真的不知道他接下來會怎樣... 小丑的... 厲害之處就是... 他在黑暗騎士裡面... 每次... 他不是最喜歡講他自己... 過去怎樣嗎... 然後... 可是每一次都不一樣... 有沒有... 每一次的版本都不一樣... 所以... 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 所以... 呃... 你就會開始覺得... 這個人很難以作夢... 對... 班人就是... 對... 那班人就只是兇... 沒有... 班人... 兇到後來還發現他是個純情男... 你知道嗎... 那... 當他發生他是純情男... 那格局整個往下拉...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其實... 有一種... 那個什麼... 他們在對抗一群... 純情... 兇悍男人... 然後... 跟... 欸... 綠茶錶女人... 是嗎... 綠茶錶女人... 你知道嗎... 他又給那個啊... 欸... 我發現他真的是錶子耶... 你看... 那個班人對他那麼忠心... 對啊... 然後他就是把... 班人拿來... 當工具人... 然後... 去跟... 去跟布魯斯為人睡了... 然後接下來再回去... 就... 那個什麼... 為了要抱這個草... 你知道嗎... 哇...那個... 結果最後他是... 欸...沒有... 我覺得那一段很弱啦... 我覺得... 整體的格局都... 對... 整體格局都弱... 因為我其實覺得他... 他變得很奇幻... 光是那個什麼... 蝙蝠俠... 脊椎被折... 然後接下來讓自己... 活過來這一點... 我就覺得很... 很缺乏說服力... 就是一個整齊的動作就回來... 對... 然後那個... 對... 用那個什麼... 用繩子整齊... 對... 然後... 還爬那個什麼... 哇...這個地方就超奇幻的啊... 這個地方是哪裡啊... 對... 然後到最後那個什麼... 呃... 高潭式的那個... 那個什麼... 群歐這一段也是... 也是... 也是... 也是蠻奇幻的... 你知道嗎... 你們為什麼要... 空手打架...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然後... 我一直不明白... 你都有武器啊... 不是... 那你可以用別的... 方式... 你知道嗎... 這種那個什麼... 那種... 那很像那種... 中世紀時期的... 那個什麼... 呃... 沒有... 他可能更... 更像是那種... 很原始人... 那個原始人的那個... 拿石頭對打的那種... 兩個... 兩股團體那個... 然後... 交戰嘛... 然後... 因為是在白天打架...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有點好笑... 好吧... 對... 沒有... 那個... 更... 更把諾蘭的那個什麼... 弱相把它凸顯... 知道... 諾蘭就不會拍打架... 知道... 就... 對... 諾蘭比較聰明... 比較厲害的點是... 因為他會做那個... 質量的那種... 壓迫感... 所以黑暗騎士的第二集的那個什麼... 小丑那個貨櫃... 倒下來那一段... 其實還蠻壓迫的... 我剛剛都很帥... 知道... 或者是他在第一集的時候... 讓那個... 蝙蝠車去... 撞破那個... 強有沒有... 然後... 再... 讓那個... 那種... 汗斯基摩用那種... 節奏感... 強的音樂... 那... 那幾段戲都... 事實上是非常娛樂的... 那些... 哇... 好帥喔... 有沒有... 但是你如果注意到的話... 蝙蝠俠... 這一次... 沒有這種東西... 好... 你看不到... 然後... 你也看不到... 車子在追車的那個... 遠景... 對... 你只會看到... 很特寫的部分... 然後... 甚至那個... 鎖在車子的... 然後... 但是... 也有人會講說... 這可能跟諾蘭的那個什麼... 星際... 欸... 那叫什麼... 星際效應... 星際效應的那個... 太空船視角... 有點像... 嗯... 就是把攝影機... 綁在那個... 記憶旁邊這樣... 然後... 所以你會看到... 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那種感覺... 但是... 你如果仔細思考的話... 你就知道... 這一次的蝙蝠俠... 真的沒有要讓你看清楚... 所以... 他只是要讓你感覺情緒而已... 對... Alright... 好吧... 好... 我問馬大一個問題... 馬大你... 那個... 欸... 火線追機器令跟... 索命黃盜帶都看過嘛... 嗯... 欸... 馬大沒有要理我... 對...沒錯你說... 好... 那...那你看過他的那個影集... 嗯... 呃... 破案神探嗎... 我沒有欸... 喔... 我覺得如果... 馬大想要看更黑的東西的話... 破案神探還不錯... 對...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沒有...黑的東西... 黑的東西已經夠多了啦... 我只是在講這一部... 好... OK... 黑的東西我知道很多啦... 我是練習相的人怎麼不知道... 只是說... 這一部... 因為... 我比你們... 我比... 我是在特印的時候看的... 我比很多人玩一天看... 嗯... 嗯... 我想說是有多黑... 嗯... 所以我就抱持了一個... 內心就有一個成見去看嘛... 結果我幹哪裡黑了... 嗯... 喔... 合家歡樂好不好... 合家... 沒有啦...也沒有... 他絕對也沒有合家歡樂啦... 如果你要拿... 這個... 漫威類型的電影來講的話... 他... so dark... 你知道... 對... 對... 超大... 我來分享一個... 有趣的東西... 嗯... 大陸網友在看破案神探... 的時候... 留了一個評論... 他寫說... 請問... 大衛分歧的作品... 和... 發電量不足的... 北韓朝鮮的冬天有什麼... 共同點... 好... 答案是... 好... 室內燈光永遠不足... 好... 室外的天氣呢永遠... 陰沉... 好... 人路基本上不苟言笑... 好... 近... 啊... 周遭都是死亡的氛圍... 好... 以及一個... 日漸黑幻扭曲的男主角... 對... 你看那個... 呃... 蝙蝠俠基本上就是差了最後兩項... 他沒有讓人感覺到一種... 死亡的氛圍... 還有某些性... 沒有... 蝙蝠俠如果最後扭曲了... 那就... 那就不能當蝙蝠俠... 你知道嗎... 嗯... 對啊... 其實以前... 這個... 這個可以講... 因為... 好啦... 我們剛好可以講到他致敬的漫畫... EGO... 就是... 這一部裡面... 他其實就在講說... 蝙蝠俠自己把自己... 人格分裂成... 布魯斯文跟蝙蝠俠... 然後再辯重我... 到底該怎麼做這件事情... 嗯... 嗯... 他的人格分裂... 其實在... 漫畫或其他地方... 其實都有... 提到類似的東西... 你到底要... 到底是蝙蝠俠的本體... 是布魯斯文... 還是布魯斯文的... 本體是蝙蝠俠... 我剛剛... EGO這個... 好... 你剛剛一瞬間... 台灣狗... 你知道嗎... 布魯斯... 然後...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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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4點16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洗洗睡去... 來去添一下... 齁... 那個... 大家可以回去睡覺啦... 大家可以回去睡覺啦... 大家可以回家啦... 大家可以回家啦... 跟他有一個孩子... 就是後來的... 達米安... 瑋恩... 達米安... 達米安... 就... 你說他綠茶表... 也不是在... 原本... 我講的是在電影裡面綠茶表... 你講的這個東西... 在馬馬馬裡面... 有出現而已... 對... 那是... 我講的是電影的部分... 就是... 這個版本的女生... 到最後... 到頭來... 只是為了報仇而存在啊... 對... 就是你... 前面的那個情感到後來... 好像沒有... 沒有流... 你如果流那種... 他要報仇... 但是他還是愛他... 電影... 他就是為了靠近...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 你如果不要他... 他就是還要... 愛他的那個音質啊... 嗯... 沒有你... 所謂的表示定義是什麼... 就是... 他不愛他啊... 對啊... 如果他愛他的話... 他就不會是個... 所以你剛剛在講說... 如果他... 要他不是表示的話... 就是變成... 這個女生到最後... 就還對他有留戀... 那樣子... 才會顯得說... 他又要這樣子... 又怎麼樣... 你知道... 又... 要報復仇... 但是... 事實上... 的確是對他有愛... 那樣子... 才會變得比較... 喔... 剪不斷... 理還一段... 對啊... 如果他真的只是... 那你前面那段... 真的就是為了... 為了那個什麼... 為了要報仇... 然後... 睡得不如是這樣子... 然後... 為了要報仇... 然後讓班人變工序人... 這樣子... 那這個女的真的蠻表... 對... 好啦... 好啦... 因為... 被觸哥這樣一講之後... 我覺得黎明神奇這部片... 反而... 城市有提高... 你看... 他在告訴男人們... 你們啊... 等一下... 這部片怎麼... 欺騙全世界... 想要去毀滅一個城市... 結果最後他還是跟高富帥在一起... 你別傻啦... 靠北... 好... 沒有... 他最後是跟貓女在一塊啊... 對啊... 不是... 我是說... 那個女生啊... 他呢... 就是... 班恩為了要獲得... 這個女的的愛嘛... 所以他呢... 不惜就是... 成為班恩這個壞人... 然後欺騙整個高潭市... 然後要毀滅這座城市啊... 結果... 為他做了這麼多... 他還是去睡... 布魯斯維恩啊... 對不對... 好... 好吧... 這真愛嘛... 對不對... 還是... 那個時候... 恆久忍耐又有恩恥... 愛是不嫉妒... 好嗎... 哈哈... 那個... 顏值就是正義... 顏值就是正義... 只要長得帥... 什麼都可以... 長得不帥... 什麼都不行... 人帥真好... 人醜性騷擾... 沒錯... 好吧... 那就是這樣啦... 夢...睡吧... 夢裡什麼都有啦... 好... 我要認命耶... 要認命... 你得認命... 好... 好... 你得認命耶... 晚安啦... 拜拜啦... 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